二课拍案惊奇,第三部《灵蒙出》,第二十四章,徐查九成闹劫新人郑蕊珠,锐气龙清晓,卷珠连,刺地声歌,义势齐奏,无限神仙离鹏倒,凤驾轮车出道,见雍各,仙鹅窈窕,玉佩丁当风飘渺,望娇姿,一似垂扬鸟,天上有,世间少。 刘郎正是当年少,更那堪,天教赋予,最多才貌,玉树穷之相应要,谁与安排推好,有多少,风一流欢笑,直带来春成名了,马如龙,绿缓七芳草,同富贵,又偕老。 这首词名,贺新郎,乃是宋时新嫁轩,为人家新婚集喜而作,天下喜事,先说洞房花竹叶,最为热闹,因是这热闹,就有趁轰打劫的了。 吴兴安吉州富家新婚,当夜有一个做贼的,趁着人杂十节,溜江进去,浮在新郎的床底下了,打点人静后,出来卷取东西。 怎当这人家新房里头,一夜停火到天明。 床上新郎新妇,云雨欢浓了一会,枕边窃窃私语,你问我答,反所不休。 说得高兴,又弄起那话来,不十分肯睡。 那贼躲在床下,只是听得肉麻不过,却是不曾静俏。 又且灯火明亮,气也喘不得一口,何况脱身出来坐手脚,只得耐心扶着不动。 水火及时,只等日间床上无人时节,就床下暗角中撤放。 如此三日夜,毕竟吓不得手,肚中饿得难堪。 顾不得死活,听得人声略定,拼着命续续走出,要寻路逃去。 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见,叫一声,有贼。 前后人多扒起来,拿住了。 先是一顿拳头脚尖,缰绳捆着,谁被天明送关。 贼人哀告道,小人其实不曾偷得一毫无事,便做到不该进来, 世间这一顿臭打,也拆算得过了。 千万免小人到关,放了出去,小人自有报效之处。 主翁道,谁要你报效? 你每这样歹人,只是送到关,打死了才干净。 贼人道,十分不肯饶我,我到关自有说话,你每不要懊悔。 主翁见他说的倔强,更加可恨,又打了几个巴拿。 捆到次日,身破了地方,一同送到县里去。 县官审问时,正是贼有贼质,那贼人不慌不忙地道,老爷想查,小人不是个贼,不要去了小人。 县官道,不是贼,是什么样人,躲在人家床下。 贼人道,小人是个医人,只为这家心腹,从小有个暗急,举发之时,疼痛难当,唯有小人医的,必要亲手调治,所以一时也离不得小人。 今新婚之夜,只怕就急举发,暗约小人随在房中,防备用药,故此躲在床下。 这家人不认得,当贼拿了。 县官道,那有此话。 贼人道,心腹辱名瑞姑,他家父亲,一宠医了妾生子女,不十分照管他。 母亲与他一路,最是爱戏,所以有了暗急,时常叫小人私下医治。 今若叫他道官,自然认得小人,才晓得不是贼。 直线见他丁一去二说着,有些信将起来,道,国有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 而今只提这心腹当堂一任就是了。 原来这贼躲在床下这三叶,背戏听见床上的说话。 心腹果然有些心腹至极,家里长衣的。 因告诉丈夫,被贼人记在肚里,恨这家不饶他,当官如此攀出来。 不为可以遮视自家的罪,一且可以弄他心腹倒官,除他家的丑。 这是那贼人备赖之处。 那小县官,镜子被他哄了,果然提将心腹起来。 傅家主翁急了,傅急去求免心腹出官。 县官那里肯听。 傅家翁又告情愿不就贼人罢了,县官大怒道,告别人,做贼也是你, 极致要个证件,就说情愿不究,可知是污赖平人为道。 若不放心腹出来致对,必要问你诬告。 傅家翁既无所出,方回道,早知如此,放了这华贼也罢,而今反受他累了。 衙门中一个老吏,见着傅家翁彷徨,问之其顾,便道, 要破此华贼也不难,只要重重谢我。 我去禀明了,有方法叫他服罪。 傅家翁许了谢礼十两。 老吏去禀宪官道,这家心腹出过门,若出来与贼道同变宫廷,耻辱极异。 老爷还该惜具体面。 宪官道,若不出来,怎知贼的真假? 老吏道,历点道有一个余见。 想这贼钱藏内侍,必然不曾认得这妇人的,他却混来其妇有约。 而今不必其妇道官,逆地另使一个妇人带了,与他相对。 他认不出来,其无利剑,既可以变贼,又可以周全这家了。 历官点头道,说得有理。 就叫历点敲得去换一仓妇,打扮了梁家,包头素衣。 当贼人面前带上糖来,高声禀道,其家心腹瑞姑拿道。 贼人不知是假,连忙叫道,瑞姑,瑞姑,你约我到房中治病的,怎么你公公家里拿住我做贼送官,你就不说一声。 历官道,你可认得正是瑞姑了吗? 贼人道,怎么不认得? 从小认得的,历官大笑道,有这样奸诈贼人,显被你哄了。 原来你不曾认得瑞姑,怎赖道是他约你一并? 这是个娼妓,你认得真了吗? 贼人对口无言,历官喝叫用刑。 贼人方才诉说,不曾偷得一剑,祈求减罪。 历官打了一顿大板,家好势众。 因为无赃,恕其徒罪。 傅家翁,心腹方才得免出官。 这也是新婚人家一场大笑话。 先说此一段,做个笑本。 小子的正话,也说着一个新婚人家,弄出好些眉头的官司,直到后来方的明白。 本为花竹喜言,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网恢恢,雅弥何对的解? 却说直立苏州府家定县,有一人家,姓郑,也是经济型中人,家势不为甚大。 生有一女,小名蕊珠,这倒是个绝世家人,真个有沉于落雁之容,碧月羞花之蒙。 许夏本县,一个民家姓谢,是谢三郎,还未曾过门。 这个月里简定了吉日,谢家要来娶去。 三日之前,蕊珠要整容开面,郑家老儿去换整容将。 原来家定风俗,小户人家女人闭头剃脸,多用着男人。 其实有一个后生,姓徐明达,平时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尖巧好意淫衣,专意打听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丑。 因为要想心看着内卷,特特去学了那志工生活,得以进入内室,又去做那婚颜茶酒,得以窥看心人。 如何叫的茶酒? 即是那边宾相之名,因为赞礼时节在旁高声请茶。 青椒,多是他口里说的,所以如此称呼。 这两项生意,多棒着女人行职,他便一身兼坐了。 此时,郑家就叫他与女儿蕊珠开面。 徐达带了闭头家伙,一进到郑家内里来。 蕊珠做女儿时节,徐达未曾见一面,而今却叫他整客,煞是看得亲切。 徐达一头动手,一头去玩,身子如雪狮子像火,看看软起来。 那话如吃十碎的海燕,看看硬起来。 可惜,爱着前后友人,恨不就是一把抱住弄他一会。 郑老儿在旁看见模样,识破他有些轻薄意思。 等他用手一玩,即打发他出到外边来了。 徐达看得浑身似火,被地里手冲也不知放了几遭,心里掉不下。 晓得嫁去谢家,就设法到谢家包做了极日的茶酒。 到的那日,郑老儿亲送女儿过门。 只见出来迎接的宾相就是前日的志工徐达。 心下一转道,原来他又在此。 笔之心人出教,行起礼来,徐达眉眼看得,一心指在新娘子身上。 口里里连罗连,把礼数多七点八倒起来。 但见,东西错任,左右乱行。 信口称呼,亲翁呼为亲妈,无心赞赫,该拜,反作该星。 见过泰山,又请岳翁受礼,参完堂上,还叫父母声听。 不管曹坏郎君,只是贪侃心腹。 徐达乱曹操地行过了许多礼数,新娘子花竹已过,进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送亲吃喜酒。 这些家名户人家,没甚人力,谢翁与谢三郎只好陪客在外边,里头妈妈帅了一二个养娘,亲自厨房整酒。 有个把当值的,搬东搬西,手忙脚乱,尝试来不迭的。 徐达乡里,到客人坐定了席,正要请汤,请酒事件赞唱,忽然不见了他。 两三次汤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请过吃了。 将至忠习,方剑徐达慌慌张张在后面走出来,喝了两句。 笔至酒散,谢翁见茶酒如此参见事后,心中不喜,要叫他来埋怨几句,早又不见。 当值得道,方才往前面去了。 谢翁道,怎么寻了这样不小事的? 如此淘气。 请家翁不等茶酒来赞礼,自起身谢了酒。 谢三郎走进新房,不见新娘子在内,一踏床上睡了,接仗一看,仍然是张空床。 前后照看,静不见影。 跑至厨房间人时,厨房中人多嚷道, 我们多知在这里收拾,新娘子花竹过了,自作坊中怎么倒来问我们。 三郎叫了当值的,后来各处找寻,到后门一看,门又关得好好的。 走出堂前说了,何家惊慌。 当值得道,这个茶酒一向不是个好人,方才喝礼时节看他没心没想, 两眼只看着新人,又两次不见了他,而今竟不知那里去了。 莫不是他有什么奸计,藏过了新人吗? 郑老儿道,这个茶酒,原不是好人。 小女前日开面也是他。 因见他轻薄态度,郑心里怪恨,不想摘上茶酒也用着他。 郑家随来的仆人也说道,他原是个油嘴光棍,这闭头赞礼,多是尽心来学了,窜轰过日子的。 毕竟他有缘故,去还不远,我们追去。 谢家当值得道,他要那里拐出新人,必在后门出后巷里去了。 方才后门关好,必是他附身转来关了,使人不疑。 所以,又到堂前敷衍这一回,必定从前面转至后巷去了,故此这会不见,使他无疑。 此时是新婚人家,婢子火把多有在家里,就每人点着一根。 两家仆人与同家主,共是十来个,开了后门,多望后巷离起来。 原来谢家这条后门路是一个直向,也无弯曲,也无旁路。 火把照起,明亮由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见的。 远远见有两三个人走,前头差一段路,去了两个,后边有一个还在那里。 急忙赶上,拿住火把遗照,正是徐查久。 问道,你为何在这里? 徐大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久散,我要回去。 众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对本家说声。 况且好意会不见了你,还在这里行走,岂是回去的? 你好好说,拐江新娘子那里去了。 徐大支吴道,新娘子在你家里,岂是我掌理人包管的? 众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拿着油嘴光棍到家里拷问他出来。 一群人拥着徐大,到了家里。 两家亲翁一同新郎各个盘问,徐大只推不知。 一起道,这样顽皮赖骨,私下问他,如何肯说? 绑他在柱上,带天明送到官去,难道当官也赖的? 遂把徐大作一一团一捆住,直等天明。 此时第一个是谢三郎扫兴了。 不能勾卧与邪云,整备着鼠牙雀脚。 洗烟前再换新郎,洞房中依然独绝。 众人闹闹嚷嚷粗拥着徐大,也有吓他的,也有劝他的,一夜合层的睡。 徐大只不肯说。 须云,天以大名,谢家父子叫众人带了徐大,写了一纸状词,到县堂上告准,面柄其顾。 知县经义道,世间有此事。 遂唤徐大问道,你拐的郑蕊猪那里去了? 徐大道,小人是婚颜的茶酒,只管的行礼的事,怎晓得新人的去向? 谢公就把他不辞而去,在后巷赶着之事,说了一遍。 知县喝酒用行起来,徐大虽然是油花光棍,本是柔翠的人,熬不起行。 初识之无两句,看看当不得了,只得招道。 小人因为开面时,见他美貌,就起了不良之心。 晓得嫁与谢家,谋作了婚颜茶酒。 欲先约会了两个同伴,埋伏在后门了。 趁他行礼已完,外边只要上席,小人在里面一看,只见新人独坐在房中, 小人哄他,还要行礼。 新人随了小人走出,新人却不认得路,被小人引他到了后门, 就把新人推与门外二人。 新人正带叫喊,却被小人关好了后门,往前边来了。 仍旧从前边抄至后巷,赶着二人。 正要奔脱,看见后面火把明亮,直视有人赶来。 那两个人顾不得小人,竟自飞跑去了。 小人有这个新人在旁,动之不得。 恰好路旁有个枯井,意识慌了,只得抱住了他,窜了下去。 却被他们赶着,拿了送关。 这新人陷在井中。 指此事实。 支县道,你在他家时,为何不说? 虚大道,还打点遮掩的过,取他出井来受用。 而今凹行不起,只得实说了。 支县写了口词,就差一个工人压了徐达,与同谢、郑两家人,快到井边来看事回话。 一行人到了井边。 郑老儿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见有甚声响。 疑心女儿此事毕竟死了,扯着徐达狠打了几下,道,你害我女儿死了,怕不偿命。 众人劝住道,且捞了起来,不要撕乱,自有官法处他。 郑老儿心里又慌又恨,且把徐达咬住一块肉,不肯放。 徐达杀猪也似叫喊。 这边谢翁叫人停荡了竹兜绳索,一面下井去救人。 一个胆大些的家人,诈付好了,挂江下去。 井中无人,用手一摸,果然一个人蹲倒在里面。 推一推看,已是不动的了。 抱江来放在兜中,吊江上去。 众人一看,那里是什么新娘子。 却是一个大一胡一须的男子,鲜血模糊,头多打开的了。 众人多吃了一惊。 郑老儿将徐达又是一巴拿,道,这是怎么说? 连徐达看见,也吓得呆了。 谢翁道,这又是什么敲息的事。 对了,井中问下边的人道,里头还有人吗? 井里应道,并无什么了,借了我上去。 随即放绳下去,借了那个家人上来。 义齐问道,井中还有身吗? 家人道,只有些石块在内,是一个干枯的井。 方才黑洞洞地摸起来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吗? 众人道,是一个死了的一胡一子,那里是新人。 你看吗?压差工人道,不要鸟乱了,回复官人去,还在这个入娘的身上寻求新人下落。 郑,谢梁老儿多道,说的是,就叫地方人看了一师一手,一同工人去禀白县官。 知县问徐达道,你说,把郑蕊珠推在井中,而今井中却是一个难以失一,且说郑蕊珠那里去了。 这一师一是那里来的。 徐达道,小人只见后边赶来,把新人推在井里试试,而今却是一个难以失一,连小人也猜不出了。 知县道,你起初约会这两个同伴叫做什么名字? 必是这二人的缘故了。 徐达道,一个张银,一个李卯。 知县写了名字住址,就差人去拿来。 瓮中捉鳖,历史拿到,每人一加棍,只招得到,徐达相约后门等待,后见他推出新人来,赴了就走。 徐达再后赶来,正要同去。 望见后面火把齐鸣,喊声大振,我们两个胆怯了。 把新人调与徐达,只是拼命走脱了。 以后的事,一些也不知。 又对着徐达道,你当时将的新人,那里去了。 怎不送了出来,要我们替你吃苦。 徐达对口无言。 知县指着徐达道,还指示你这一奴役才坚强。 喝酒再加起来,徐达只喊的是,小人该死。 说来说去,只说到推在井中,便再说不去了。 知县便叫正,谢两家父亲与同媒的人等,又举起两家左右邻里,被戏访问。 多只是一般不知情,没有什么别话,也没有一个认得这一师一守的。 知县出了一张榜文,召取一师一亲家属认领埋葬,也不曾有一个说起的。 正,谢两家自备了赏钱,知县又替他写了榜文,防取正蕊珠下落,也没有一个人晓得影响的。 知县断绝不开,只把徐达收在肩中,五日一笔。 谢三郎苦读,时时催饼。 现关没法,只得做他不着,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 徐达起初一时作差了事,到此不知些头脑,叫他也无奈何,只好扒过五口,吃这番痛棒。 也没个打听的去处,也没个结局的法,真正是没头的攻势,表过不提。 再说,正蕊珠那晚被徐达拐至后门,推与二人,便见把后门关了,方晓得是歹人的作作。 玉带叫着本家人,自是新来的媳妇,不曾知道一个名姓,一时叫不出来。 一且门已关了,店口里喊得两句,不好了,也没人听的。 那些后生背负着只是走,心里正慌,只见后面赶来,两个人撇在地下镜子去了。 那个徐达一把抱来,丢在井里。 井里无水,又不渗身,只跌的一下,毫无伤损。 厅室上面众人喧嚷,晓得是自己家人,又活把齐名,照得井里也有光。 郑蕊珠负极叫喊救人,怎当的上边人拿住徐达,你长我短,嚷得一个不耐烦。 妇人声音,终究交戏,又在井里,那个听见。 多簇拥着徐达,摇摇合合一路去了。 郑蕊珠听得人声渐远,只叫得苦,大声啼哭。 看看天色明亮,蕊珠想到,此时上边未必无人走动。 高喊两声救人,又大哭两声,果然惊动了上边两人。 只因这两个人走将来,有份叫。 黄尘行客,翻为坠井之魂,律并新人,静作离乡之父。 说那两个人,是河南开封府报仙客商。 一个是赵申,一个是钱瘾。 合了本钱,同道苏松作买卖。 得了重力,正要回去。 偶然在此经过,闻得啼哭喊叫之一声,却在井中出来。 两个多走到井边,望下一看。 此时天光照下去,隐隐见识个女人。 问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头? 下边道,我是此间人家心腹被强盗劫来丢在此的。 快快救我出来,道家自有重谢。 两人听得自商量道,从来说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况是个女人,怎能勾出来? 没人救她,必定是死。 我每撞着也是有缘。 行囊中有长绳,我每追下去,救了她起来。 赵申道,我溜辙些,等我下去。 谦移道,我身子笨,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边吊住绳头,用些空气吏笆。 也是赵申悔气道了,见是女子,高兴直慎。 善犬裸秀,把绳附在腰间,双手吊着绳。 前一一脚端着绳头,双手提着绳,一步步放僵下去。 到了下边,剑是没水的,她就不慌不忙对郑蕊猪道, 我救你泽个。 郑蕊猪道,多谢大恩。 赵申就把身上绳头解下来,将郑蕊猪腰间如法复了,道, 你不要怕,只把双手吊着绳,上边自提你上去, 付得牢,不吊下来的。 快上去了,把绳来吊我。 郑蕊猪巴不得出来,放着胆吊了绳。 上边前四剑绳急了,晓得有人吊着。 尽气力一扯一扯地吊出井来。 前四抬头一看,却是一个艳装的女子。 虽然变乱拆横,却是天资国色。 猛的井里献身,一世龙躬施德。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干出没天理的勾当来。 起初,前四与赵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头。 一下子就将起来,见是个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心。 思量道,她若起来,必要与我争,不能勾独享。 况且,她囊中本钱锦多,而今生死之权操在我手。 我不放她起来,这女子与囊驼多是我的了。 呆念正起,听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绳下来。 前四发一个狠道,结果了她罢。 在井旁多起一块大石头来,照着井中叫声下去。 可怜照身掩盼,盼望着上边放绳下来。 岂之是块石头,不曾提防的,回避不及,打着脑盖骨,历时粉碎,无虎挨栽了。 正蕊珠在井中出来,见了天日,方抖擞衣服,略定得姓。 只见前四如此作作,惊得魂不附体,口里只念阿弥陀佛。 前四道,你不要慌,此是我仇人,故此哄她下去,结果了她性命。 正蕊珠心里道,是你的仇人,岂之是我的恩人? 也不敢说出来,只求送在家里去。 前四道,好自在话。 我特特在井里救你出来,是我的人了。 我怎肯送还你家去? 我是河南开封富家,你到我家里,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贵了。 快随我走。 正蕊珠昏天黑地,不认得这条路是那里,离家是近是远,又没个认得的人在旁边,心中没个主见。 前四催促他走动道,你若不随我,仍旧窜你在井中,一时到打死了,你见方才那个人吗? 正蕊珠惧怕,思量无忌,只得随他去。 正是,才托疯狂子,又逢清波。 情之不是伴,是己且相随。 前四一路吩咐正蕊珠,叫到他到家见了家人,只说苏州讨来的,有人来问赵申使,指挥他还在苏州就是了。 不多几日,到了开封起县,进了前四家里。 谁知前四家中,还有一个妻子万事,小名叫做床。 妻人狠毒的肾,一见正蕊珠就放出手段来,无所不智摆布他。 将他头上首饰,身上衣服,尽都夺下。 只许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饭。 一应粗食生活,要他一身之当。 一见不到,大棒打来。 正蕊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你家又不曾出银子讨我的。 平白地抢我来,怎如此毒打的我。 那个蕊虫儿那里听你分诉,也不问着来历,只说是小老婆就该一味吃醋满打罢了。 蕊虫儿一向做人恶劣,是邻里妇人没一个不想骂断的。 有一个邻妈看见她如此毒打正蕊珠,心中长暴不平。 胡听见正蕊珠口中如此说话,心里道, 又不嫁,又不讨,莫不是拐来的。 做这样阴之事,坑着人家儿女。 把这话留在心上,一日,前四出道外边去了,正蕊珠打水,走到邻妈家借水桶。 邻妈留她坐着,问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为何宅上爹娘恳远嫁到此,吃这般魔折。 正蕊珠哭道,那里是爹娘嫁我来的。 邻妈道,这等,怎得到此。 正蕊珠把申许谢家,出婚之夜被人拐出抛在井中之事,说了一遍。 邻妈道,这等,是钱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随她的了。 正蕊珠道,那里是。 其实还有一个人下井,亲身救我起来的。 这个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后,就将绳接他。 谁知钱家那丝狠毒,就把一块大石头丢下去,打死了那人,拉了我就走。 我彼氏一来认不得家里,二来怕他那杀人手段,三来他说道,到家就作家主婆,岂知堕落在此受这样磨难。 邻妈道,当初你家的与钱村赵家一同出去为伤。 今赵家不回来,前日来问你家时,说道还在苏州,他家信了。 一小节子说起来,那下警救你吃打死的,必是赵家了。 小娘子何不把此情当官告明了,少不得谍送你回去,可不免受此间之苦。 正蕊珠道,只怕我跟人来了,也要问罪。 邻妈道,你是妇人家,被人破有,有何可罪? 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对赵家说了,赵家必定告状,再与你写一张手状,当官递去。 你只要识说,包你一些罪也没有,且得还乡见父母了。 正蕊珠道,若得如此,重见天日了。 计较已定,邻妈一面去与赵家说了。 赵家赴献礼告,这边正蕊珠也拿手状导官。 岂知县问了正蕊珠一词,及时差不前已到官。 前四欲待之无,却被正蕊珠视长视短,一口正定。 前四抵赖不去,恨恨地向正蕊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我。 正蕊珠道,那个救我的,你怎么打杀了他? 前四无言。 赵家又来求判填命。 知县道,杀人情真,但皆细口词,一试一首未见,这里成不得遇。 这是嘉定县地方做的事,正蕊珠又是嘉定县人,一试一首,也在嘉定县。 我这里指路口词成招,将一行人连文卷押报到嘉定县,结案就是了。 当下先将钱已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正蕊书赵宝,就是林妈替他递了宝状。 且习与那个恶父万宠不相见了。 其县一面叠成文卷,会了长解,把一干人多解到苏州嘉定县来。 诗日正逢五日比较之期,嘉定之县带出监犯徐达,恰好在那里比较。 开封扶起县的差人投了文,当堂将那姐披上姓名逐一点过,叫道郑蕊珠,蕊珠答应。 徐达抬头一看,却正是这个失去的郑蕊珠是开面时任的亲切的。 大叫道,这正是我的冤家。 我不知为你打了多少,你却在那里来。 莫不是鬼吗? 执县看见,问徐达道,你未胜任的那妇人。 徐达道,这个正是井里失去的新人,不晓比较小人了。 执县也骇然道,有这等事? 欢郑蕊珠进前,一一细问,郑蕊珠照前世细说了一遍。 知县又把来文竹一简看,方晓得前日井中死一失一,乃赵申被前四所杀。 碎调取赵申一尸一鼓,令武座人检验的头骨碎裂,细时生前被石块打伤身死。 将前四问成死罪,抵赵申之命。 徐达拐骗虽是不成,祸端所自,问三年满图。 张寅,李卯各不应,账罪。 郑蕊珠所遭不幸,免科,给还原夫谢三郎顽配。 赵申一尸一鼓,家属领埋,戏格省,埋气,释放名家。 知县发落以地,笑道,若非那边弄出,姐这两个人来,这件未完何时了结也。 家定一线传为新闻,可笑谢三郎好端端的心腹,直到这日,方得到手,已是个弄残的了。 又为这事,坏了两条性命,其货皆在男人开面上起的。 所以内外之房,不可不言也。 男子何当整女容? 致令恶少起玩胸。 今进是看韩湘蕊,已动当年韩古风。 第二十五章猛教官爱女,不受暴穷详生。 试曰。 朝日上一团一一团一,赵简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 盲续长篮杆。 这首诗乃是广文先生所作,到他做官清苦处。 盖英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苍大使,寻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 唯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结语。 没体面的,中年面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一交一计。 所以这官极苦。 然也有时运好,撞着好门声,也会得他的气力起来。 这又是个人的造化不同。 这一家一一温一周府,曾有一个领善秀才,姓韩明赞青。 屡次科帝,不得中士。 挨次出贡,到京府不听选。 选的广东一个县学里的私训。 那个学职在海边,从来选了那里,再无人去做的。 你倒为何? 原来与军民辅舟一样,是个有名无实的衙门。 有便有几十个秀才,但是认得两个上大人的字脚,就进了学,再不退了。 平日只去海上寻些道路,直到上司来时, 穿着衣巾,百般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像话之处了。 不知国朝几年间,曾创立的一个学舍,无人来住,已自东倒西歪。 旁边有两间社房,住一个学历,也只管寄寄明星不见。 没事地做,就合着秀才,一伙去做生意。 这就算做一个学了。 韩赞青悔气,却选着了这一个去处。 曾有走过广里的背之详细,说了这样光景。 何家恰像死了人一般,哭个不屑。 韩赞青家里穷的火出,守了一室书窗,把望八个出身,多少正邪家私。 金却如此遭忌,没忌奈何。 韩赞青岛,难道便是这样罢了不成? 穷秀才结煞,除了去做官,再无路可走了。 我想朝廷设立一官,毕竟也有个用处。 剑放着一个地方,难道是去不得哄人的? 也只是人自怕了,我总是没事得做,拼着穷骨头去走一遭。 或者撞着上司可怜,有些别样处法,做成些道路,就强似在家里做了。 遂发一个狠,决意要去。 亲眷门祖当地,多不肯听。 挫着了些盘缠,别了家眷,冒冒失失,敬自妇人。 到了省下,见过几个上司,也多说道,此地去不得,住在惠城,守几时,别受些岔尾罢。 韩赞青岛,朝廷命我到此地方行教,岂有身不履其地算得为官的? 势必道任一番,看如何光景。 上司闻之,多孝氏愚如腐气,凭他自去了。 韩赞青岛了海边地方,寻找了那个学历,拿出吏部集字号文庭与他看了。 学历吃惊道,老爹,你如何只走到这里来? 韩赞青岛,朝廷教我到这里做教官,不到这里,却到那里。 学历道,旧归但是老爹们来,只在省城住下,写个玉帖来之会我们,开本花名册子送来,秀才领梁中扣出一个长笠,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了。 老爹每封心自在县里去取,我们不管。 以后开除去认,我们总不知道了。 今日如何,去静到这里? 韩赞青岛,我既是这里官,就管着这里秀才。 你去叫几个来见我? 学历见过文凭,晓得是本管官,也不敢怠慢。 急忙去寻几个围头的纪念秀才,与他说之了。 秀才道,其事,其事。 有个先生来了,一传两,两传三,一是汇聚了十四五个,商量道,既是先生到此,我们也该以礼相见。 有几个年老些的,穿戴了衣中,其余的只是长服,多来拜见先生。 韩赞青接见已毙,逐个问了姓,续写含义文一,紧接欢喜。 略略问起文字大意,一般都相对微笑。 老称得道,先生不必居此,某等敢以实情相告。 某等生在海滨,多是在海里去做生计的。 当道恐怕某等在内地声势,做成我们穿件蓝袍,做了个秀才积磨着。 唱得几个诺,写得几字就是了。 其实不知孔夫子一礼是怎么样的,所以再没有先生们到这里的。 金先生辛辛苦苦来走这番,这所在不可久留,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 先生且安心住两日,让我们到海中去去,五日后却来见先生,就打发先生起身,只看先生造化何如。 说必,轰然而散。 韩赞青听了这番说话,惊得呆了,作声不得。 只得一棒着学历,寻间民房权且住下。 这些秀才去了五日,果然就来,见了韩赞青道。 先生大造化,这五日内生意不比寻常,足足有五千斤,都先生下班试用了。 弟子们说过的话,毫离不敢人挤,尽数送与先生,见弟子们一点笑意。 先生可收拾回去,是个高见。 韩赞青见了许多东西,吓了一跳,道,多谢列位圣意。 只是学生带了许多银两,如何回去得。 众秀才说,先生不必忧虑,弟子们这几个与先生作伴,同送过岭,万无一事。 韩赞青道,学生只为佳贫,无奈选了这里,不得不来。 岂之欲着列位,用情如此。 众秀才道,弟子从不曾见先生面的。 金劳苦先生一番,周全地回去,也是我们弟子之事。 以后的先生,不消再劳了。 当下众秀才替韩赞青打叠起来,水路路程周车之类,多是众秀才辈的亭党。 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但到伯州所在,有些人来向头相搅,面身可疑的,这边秀才不知口里说些甚了,抛个眼色,就便走开了去。 直送之一郊一介地方,路上太平的了,然后别了韩赞青告回。 韩赞青谢之不尽,竟带了众子回家。 一个穷儒,一旦饶狱了,可见有造化的,只是这个教官,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也原有其好处来。 在下为何把这个教官说这半日? 只因有一个教官做了一任回来,贫得撤骨,受了骨肉许多的气。 又亏得做教官时一个门生之力,挣了一派后运,争进了气,好结果了。 正是,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认识亲儿女,还随阿赌仪。 话说浙江湖州府,近大湖边地方,叫做前楼。 有一个老林善秀才,姓高明广,浩于西,为人忠厚,生姓古直。 生有三女,聚已是人过了。 其实是已死,并无子嗣。 只有一职,明高闻名,令自居住,家到泼后。 这高于西姬祖传下房屋一所,自己在里头住,哲儿也是有份的。 只因哲自证了些家私,要自家相义。 见这祖房坍塌下来修理不便,便自己致买了好房子,搬出去另外住了。 若论之派,高于西吴子,该是哲儿高闻名成绩的。 只因高于西伟严这件事,况且自有三女,未免偏向自己骨穴,有积攒下的树修本钱,多灵星与女儿们去了。 后来挨的出贡,选授了山东费县教官,赚了一周,又升了东昌府,做了两三任归来,囊中也有四五百斤宽谢。 看官听说,大凡穷家穷记,有了一二两银子,便就做出十来两银子的气质出来。 况且,世上人的眼光极浅,口头最轻,见一两个香儿匣儿略重些,便猜到有上千上万的银子在里头。 还有凿凿说着树木,恰像亲眼看见亲手对过的一般,总是一话的穷乡。 彼时高于西带的歇回来,便就生传有上千的树木了。 三个女儿晓得老子有些在身边,正来亲热,一个赛一个的要好。 高于西心里欢喜道,我虽是没有儿子,有女儿们如此殷勤,老景也还好过。 又想了一想道,我总是留下思绪,也没有别人得与她,何不拿些出来分与女儿们了? 等她们感激,越见她美得孝心。 当下取三百两银子,每女儿与她一百两。 女儿们一时见了银子,起出十千欢万喜,也自感激。 后来闻得说身边还多,就有些过望起来,不见得十分足处。 大家轻隆道,不知还要留着若多语那个用? 虽然如此说,心里多想她后手的东西,不敢冲撞,只是赶上前的讨好。 哲高文明照常往来,高于西不过体面相待。 虽也送她两把奉金,几件人士,恰好哲也替她接风洗尘,只好直退。 哲有些身家,也不想她的,不以为意。 那些女儿闹哄了几日,各要回去,只剩的老人家一个,在这些败落旧屋里居住,觉得凄凉。 三个女儿,你也说,我也说,多道,来接老爹家去住几十,各要争些。 于西笑道,不必争,我少不得要来看你们的。 我从头而来,各住几十遍了。 别去不多时,高于西在家倾坐了两日,寂寞不过,收拾了些东西,先到大女儿家里住了几十。 第二个第三个女儿,多着人来相见。 高于西一次而道,女儿们只愿洽来的池,住得不长远。 过得两日,又来接了。 高于西周而复时,住了两巡。 女儿们阴阴勤勤,东也不肯放,西也不肯放。 高于西思量道,我总是不生的儿子,如今年以老迈,又无老小,何苦独自个住在家里。 由此三个女儿轮转供养,勾过了残年了。 只是白痴他们的,心里不安。 前日虽然每人与了他百斤,他们也费些在我身上了。 我何不与他们凯过,索性把身边所有尽数分与三家,等三家轮供养了我,我落得自意犹自在,这边过几时,那边过几时。 省得老人家还要去买柴朵米,支持辛苦,最为便是。 把此意与女儿们说了,女儿们个个踊跃从命,多道,女儿养父亲是应得的,就不分的什么,也说不得。 高于西大喜,就到自屋里,把随身香笼有些食物的,多搬到女儿家里来了。 私下把香笼东西拼拼凑凑,还有三百多两。 装好汉发个慷慨,再是一百两一家,分与三个女儿,身边剩不多些什么了。 三个女儿接受,尽必欢喜。 自此,高于西只轮流在三个女儿家里过日,不到自家屋里去了。 这几间祖屋,就无人住,逐渐滩江下来。 公家务事,卖又卖不得。 女儿们又窜夺她说,是有份东西,何不拆了些来。 于西总是本想家去住了,倒是有礼。 但见女婿家里,有什么工作修造之类,就去悄悄载了些佐料,来增添改用。 东家取了一条梁,西家就想一跟住。 甚至朱鹏屋也取些船子板杖来拉一拉,多是零碎取了的。 只儿子也不好小家子样来争,听凭他没些搭厦的,把一所房屋廊借完了。 祖宗缔造本艰难,公务将来弃无看。 自道序家堪毕事,宁知转眼有严寒。 且说高于西初时在女婿家里过日,甚是热络,家家如此。 以后手中没了东西,要做些事体,也不得自已游,见着有些不便当起来。 一切老人家心性,未免有些闲长闲短,左不适又不适的男为人。 略不相议,口里便恨恨毒毒地说道,我还是吃用自家的,不吃用你们的。 郭婿个不住,到一家,一家如此。 那些女婿家里,未免有些厌倦起来,况且身边无物,没什么想投了。 就是至亲如女儿,心里较钱也谢了好些。 说不得个推出门,却是巴不得转过别家去了,眼前清静几时。 所以,初时这家住了几日,未到满期,那家就先来接他。 而今就过日期,也不见来接,只是巴不得他迟来些。 高于西见位来接,便多住了一两日,这家子就有些言语出来道, 我家住满了,怎不到别家去。 在略动起,就有的发话道,当初东西三家均分,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 言三语四,耳朵里听不得。 高于西受了一家之气,愤愤地要告诉这两家。 怎当的这两家真是一个娘养的,过得两日,这些光景也就现出来了。 闲话中间,对女儿们说着,姊妹不是,开口就护着姊妹活的。 至于女婿,一发彼此相为,外貌解劝之中,带些尖酸鸡瓶, 只是丈人不适,更当不起。 高于西恼怒不过,只是寻是寻非的吵闹,何家不宁。 数年之间,弄作个老厌恶,推来囊去。 有了三家,反无一个归根着落之处了。 看官,若是女儿女婿说起来,必定是老人家不达食物,惹人增贤。 若是据着公道评论,其实她分散了好些本钱,把这三家做了靠棒,凡事也该体贴她意思一分,才有人心添礼。 怎当的人情如此,与她的辩算己物,用她的便是冤家。 况且三家相行,便有许多不调云处。 假如要请一个客,做个东道,这家便闲道,何苦定要在我家请。 口里应成时,先不爽利了。 就应成了去,心事谢的,日挨一日。 挨得满了,又过一家。 到那家提起时,又道,何不在那边时节请了,偏要留到我家来请。 道地不请的,撒开手。 难道遇着大小一事,就三家个派不成? 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 怎教老人家不弃苦? 这也是事态,自然到此地位的。 只是起初,不该一位溺爱女儿,轻易把家事尽情散了。 而今全在他人之手,起得如意。 只该自揣了些急也罢,却又是亲手分过银子的,心不甘福。 欲带憋了口气,别走道路,右手无一钳,家无片瓦,争气不来,动弹不得。 要去告诉侄儿,平日不曾有甚好处到他,竟如此行径没下烧了。 恐怕他们见笑,没连嘴见他。 左思右想,恨道,只是我不曾生的儿子,挚有今日。 网友三女,多是父心向外的,一毫没干,反被他们赚得没结果了。 是一个性子,沉着眼泪,走到路旁一个古庙里坐着,越想越气,泪天倒地地哭了一回。 猛想道,我做了仪式的儒生,老来弄得过等光景,要这性命做甚吗? 我把胸中气不愤处,哭告菩萨一番,就在这里寻个自尽罢了。 又倒是无巧不成话,高于西正哭到卑怯之处,恰好折高文明在外边收债回来。 船在岸边摇柄,只听得庙里哭声,忠视观着天性,不觉有些动念。 仔细听着,像是伯伯的声音,便道,不问是不是这个哭,哭得好古怪。 就住拢去看一看,怕坐身吗? 叫船家一掳腰住了船,船头凑岸,扑得跳降上去。 走进庙门,喝道,那个在此啼哭。 各抬头一看,两下多吃了一惊。 高文明道,我说是伯伯的声音,为何在此? 高于西见是自家者,心里悲酸起来,越加痛切。 高文明道,伯伯老人家,修哭坏了身子,且说与者受了何人的气,已知如此。 高于西道,说也修人,我自拆了念头,死靠着女儿, 不留个后部,把些老本钱多分于他们了。 今日却没一个理着我了,气愤不过,再次痛哭,告诉神明一番,寻个自尽。 不想遇着我职,甚为有愧。 高文明道,伯伯怎如此短见,子妹们是女人家见识,与她认什么真。 于西道,我宁死于此,不到她三家去了。 高文明道,不去也凭得伯伯,何苦寻死。 于西道,我已无家可归,不死何待。 高文明道,折不财,家里也还凤养得薄薄一口气,怎说这话。 于西道,我平日不曾有好处到我职,歇歇家事多与了别人, 今日剩的个光身子,怎好来扰的你。 高文明道,自家骨肉,如何说个扰字。 于西道,便做到我执不弃,执媳妇定贤增的。 我出了弱多本钱,买别人贤增过了,何况截然一身。 高文明道,折也是个男子汉,岂由妇人做主。 况且,执父颇之一礼,必无此事。 伯父只是随着折到家里罢了,再不必迟疑,快请下船同航。 高文明也不等伯父回言,一把扯住姨妹,拉了就走,竟在船中再回家来。 高文明先走进去,对娘子说着勃勃苦恼思量寻死的话,高娘子吃惊道,而金在那里了。 高文明道,已在,他在船里回来了。 娘子道,虽然老人家没搭厦,讨的人轻贱,却也是高门里的体面,原该收拾了回家来,免被别家耻笑。 高文明还怕娘子心未定,故意道,老人家虽没用了,我家养这一群鹅在圈里,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不到得吃白饭。 娘子道,说那里话,家里不争得这一口,就吃了白饭,也是自家骨肉,又不养了闲人。 没有哲叫个白子来家看额之礼,不要说这话,快去接了他起来。 高文明道,既如此说,我去请他起来,你可整理些酒饭相待。 说吧,高文明三脚两步走到船边,请了白子起来,到堂屋里坐下,就搬出酒看来,脖子两人吃了一会。 高于西还想着可恨之事,提起一两件来告诉折,眼泪速速地下来,高文明只是劝解,自此且在折处住下了。 三家女儿知道,晓得老心里怪了,却是巴不得他不来,虽体面上也叫个人来动问动问,不曾有一家说来接他去的。 那高于西心性骨撇,便接也不肯去了。 一直到了年边,三个女儿家才假意来说,接去过年,也只是说声,不见十分阴晴。 高于西回到不来,也就住了。 高文明道,伯伯过年,正该在折家里住的,祖宗影神也好白白。 若在姊妹们家里,挂的是他家祖宗,伯伯也不便。 高于西道,折说的是,我还有两个就香笼,有两套园领在里头,就沙帽一顶,多在大女儿家里。 可这人去取了来,过年时也好穿了白白祖宗。 高文明道,这是要的,可写两个字去取。 随着人到大女儿家里去讨这些东西,那家子正怕这厌恶再来,见要这副行头,晓得在别家过年了,恨不得急烧一副退送纸,连忙把香笼一娇亦还不叠。 高于西见取了这些行头来,心里一发晓得女儿家里不要她来的意思,安心在侄儿处过年。 大凡老修在屋里的小屁,巴不得撞个时节极庆,穿着这一副红闪闪的摇摆摇摆,以为快乐。 当日高于西着了这一套,败了祖宗,侄儿侄媳妇也败了尊长。 一家之中,甚觉和气,强似在别人家了。 只是高于西心里时常不快,倒是不曾调得甚么与侄儿,今反在他家打脚,甚为不安。 就便是看额的事,他也肯做,早是侄儿不要他去。 同志本是一家亲,才属他门便路人。 直待九兰人散后,方知夜落必归根。 一日,高于西正在折家闲坐,忽然一个人公差打扮地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老伯伯,借问一声,此间有个高于西老爹否? 高于西道,问他怎的? 公差道,老伯伯指引一指引,一路问来,说道在此间,在下要见他一见,有些要紧说话。 高于西道,这是个老朽之人,寻他有什么勾当? 公差道,福建寻案李爷,山东宜州人,是他的门生。 今去到任,于道到此,特特来访他,找寻两日了。 于西笑道,则我便是高广。 公差道,果然吗? 于西指着臂肩道,你不信,只看我这顶破沙帽。 公差晓得事时,叫声道,失敬了。 转身就走。 于西道,你且说山东李爷叫什么名字? 公差道,当会这一个某字。 于西想了一想道,原来是此人。 公差道,老爹家里收拾一收拾,他等得不耐烦了。 小的去饼,就来拜了。 公差访得的时,喜喜欢欢自取了。 高于西叫出折高文明来,与他说之此事。 高文明道,这是兴透的事,贵人来临,必有好处。 伯伯当初怎么样与他相处起的? 于西道,当初吴在宜州做学证,他是同生新进学,家里甚贫,出那拜见前不起。 有半年多了,不能勾来尽力。 斋中两个同僚,村多我出票去拿他。 我只是不肯,后来访得他果瓶,去换他来见。 是我一个做主,分文不要他的。 斋中见我如此,也不好要得了。 我见这人身遂寒解,意气喧昂,模样又好,问他家里,连灯火之姿多难处的。 我倒住了他些盘废回去,又替他各处赞扬,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好管。 在东昌十节,又府里见了他。 归来这几时,不相闻了。 后来见说众过进士,也不知在那里为官。 我已是老迈之人,无意事事,总不记在心上,也不去查他了。 不况他不忘旧情,一直到此来访我。 高文明道,这也是一个好人了。 正说之间,外边喧嚷起来,说一个大船搏江笼来了,一起来看。 高文明走出来,只见一个人拿了红铁,竟往门里直奔。 高文明接了,拿进来看。 高于西芒将古董衣服穿戴了,出来迎接。 船舱门开出,摇摇摆摆,夺上个御史来。 那御史生的奇整,弹剑,包盘至秀,人比聪微。 兰佩想象灯青,停车动摇山月。 双飞白茧,一笔里要管贤飞,轻笔黄河,满面上专寻不适。 若不为学中师有意,怎肯来临外野人家。 那李御史见了高于西,口口称为老师,满面堆下笑来,与他拱衣进来。 李御史退后一步,不肯先走,扯得个高于西气喘不迭,闲妥鼻涕乱来。 李御史带着笑,只是贤逊。 高于西强不过,只得扯着袖子战先了些,一同行了进入草堂之中。 御史命设了毯子,那头四败,败谢前日提携之恩。 高于西还礼不迭,败过,即送上礼铁,侯敬十二两。 高于西收下,整椅在上面。 御史再三推辞,定要旁坐,只得左右相对。 御史还不肯赞赏,必要于西右手高些才坐了。 御史提起昔日相遇之情,甚是感谢,说道, 侥幸之后,日夕想报施恩,时刻在念。 今幸运有此差,道由贵省,于徒来访。 不想高居如此相辟。 高于西道,可怜,可怜。 老朽那得有居。 此乃舍之之居,老朽在此趁住的。 御史道,老师当初必定有居。 于西道,老朽捉算,祖居尽费。 今无家可归,只得在此强颜度日。 说罢,不觉哽咽起来。 老人家眼泪急易落地,扑得掉下两行来。 御史侧然不忍,道。 荣门升到了地方,与老师涉处变了。 于西道,若得垂情,老朽至死不忘。 御史道,门升到任后,便只成岔来相侯。 说勾了一个多时的话,起身去了。 于西送洞身,看船开了,然后转来,将侍财所送银子来看一看。 对折高文明道,此封银子我只可收去,以作老汉平日供给之费。 高文明道,岂有此理。 抱养伯伯伯是应得的,此因伯伯留下随便使用。 高于西道,一向打脚,心事不安。 手中无物,只得舔言过了。 金兴德门升送此,岂有泪你供给了我,白收物是自用之理。 你若不收我的,我也不好再住了。 高文明推却不得,只得到。 既如此说,折取了一半去,伯伯留下一半别用罢。 高于西一言,各分了六两。 自李玉使这一来,闹动了太湖边上,把这事说了几日。 女儿家知道了,见说送来银子分一半与折了,有的不气干,道光回了他家,又与他银子。 有的道,这些虚银子也不见几时用,不要心陷它。 免得老厌恶来家也勾了,料没的,再有几个玉使来送银子。 各自轻浓不提。 且说李玉使到了福建,巡礼地方,屈蠢除奸,雷厉风行,且是做得厉害。 一意形式,随你天大份上,挽回不来。 三月之后,急遣城拆到湖州公干,顺便积书一封,帝宇高于西约他到任所。 先送城衣十二两,叫他收拾了,等城衬公事已毙,就接了同行。 高于西得了此言,与折高文明商量,拨指两个一同去走走。 收拾停档,城衬公事已完,来促起身。 一路上多是城衬支持,毫无费力,不二十日已到了省下。 此时茶院正巡礼漳州,开门时节,城衬禁柄,请到了高师爷。 茶院及时送了下厨,打叫出拜。 拜时赶开闲人,续了许多诗说话。 回到衙内,就送下城,又分副半两桌酒,迟到半夜分散。 外边监察院如此筹谋,那个不亲近。 拂县官多来相拜,送下城,尽力奉承。 大小臂力,多来多臂捧屁,西求看去,把一个老教官抬在半天里。 因而有求见讲的,有求免参论的,有求出罪的,有求免赃的,多来钻他份上。 茶院秘传意思,叫且离了所寻境地,或在省下,或有武仪,已叮嘱了心腹腹腺。 其有所托之事,叮好书闸,附计公文封简进来,无有不一。 高于西在那里半年,直到茶院将次复命,方才收拾回家。 总计所得,足足有二千余两白物。 其余土产货物,尺头礼仪之类甚多,真叫做满载而归。 只这一番,彼此先前自家做官时,倒有三四倍值得了。 博之两人满心欢喜,到了家里,搬将上去。 邻里之间,见说高于西在福建寻暗处抽风回来,进来观看。 看见行李沉重,货物堆积,传开了一片,道,不知得了多少来家。 三家女儿知道了,多着人来问安,又个说着要接到家里去的话。 高于西只是冷笑,心里道,见我有了东西,又来亲热了。 接着几番,高于西立得主意定,只是不去。 正是自从受了卖唐公公骗,至今不幸口甜人。 这三家女儿,见老子不肯来,约会了一日,同到高文明家里来见高于西。 个个多挫地笑起,说道,前日不知怎么样,冲撞了老爹,再不肯到家来了。 今我们自己来接,是必远到我每个家来住住。 高于西笑道,多谢,多谢。 一向打搅的你们勾了,今也要各自揣挤,再不来了。 三个女儿,你一句,我一句,说道,亲的只是亲,怎么这等贱弃我们。 高于西不耐烦起来,走进房中,去了一会,手中拿出三包银子来,每包十两,每一个女儿与她一包,道,只此见我老人家之意,以后我也再不来相扰,你们也不必再来相缠了。 又拿了一个简铁来附高文明,就与三个女儿看一看。 众人争上前看时,上面写道,平日空囊,只有亲之收养,金字鱼陀,无用他性垂涎。 医生换字已归三女,身后长雾西腹者。 书此为诏,女儿中颇有十字一辙,见了辞职,又气愤,又没去,只得个人收了一包,且自个回家里去了。 高于西庆将所有,尽一交一付与之。 高文明那里肯受,说道,伯伯留些防老,省得四前番缺乏了,告人更难。 高于西道,前番分文没有识,你物字肯白养我,今有东西与你了,道怠慢我不成。 我老人家心执口执,不做酒计了,你收下我的。 一家一计过去,我道相安。 修分彼此,说是你的我的。 高文明一言,只得收了。 以后尽心供养,但有所需,无不如意。 高于西道底不枉女儿家去,善终于折高文明之家。 所胜之物禁辩折,也是高文明,一点亲亲之念不衰,毕竟得所报也。 辩文也有于识人,自是人情有假真。 不欲门生能报德,何缘爱女傅私钦。 第二十六章,伟汉一夺妾山中甲将军还。 曾闻道义有道,其间多有英雄。 若逢真正豪杰,偏能吊臂于忠。 昔日送向张祈贤,他为不一使,执太宗皇帝驾姓河北,上太平十策。 太宗大喜,用了他六策,于四策斟酌再用。 祈贤兼之道,是十策皆妙,尽宜其用。 太宗笑其狂妄,还朝之日,对真宗道,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名曰张祈贤,留为你他日之用。 真宗牢记在心,后来祈贤登进士榜,却终在后边。 真宗建了名字,要把他上前,征奈榜已填定,特制一榜进踢极地,他日直坐到宰相。 这个张相未遇时节,孤贫落魄,却倜躺有大度。 一天呕到一个地方,投殿中住址,其实是有一伙大道劫掠归来,在此经过。 下在殿中造饭饮酒,枪刀森裂,形状猙獰。 居民恐怕拿住,东逃稀腻,连殿主多去躲藏。 张相胜的一身在殿内,天不走壁。 看见群道吃得正憨,张相整一整中则,黯然走到群道面前,拱一拱手道。 列位大夫请了,小生贫困书生,欲救大夫求一罪宝,不是可否。 群道见了容貌魁梧,语言爽朗,便大喜道,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知有。 但是无被粗书,恐怕秀才见孝儿。 极力起身来请张相同坐。 张相道,世人不识诸君,称呼为道,不知这道非是龌龊而郎作得的。 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 今日幸得相遇,便当一同欢饮一番,有何彼此? 说罢,便取大碗真酒,一饮而尽。 群道见他吃得爽力,再真一碗来, 也就一口吸干,连吃个三碗。 又在桌上取饼一盘猪蹄来,略拨一拨开, 狼响虎咽,吃个庆尽。 群道看了,皆大惊异,共相吸榨道, 秀才真宰相气量。 能如此不拘小劫,绝非凡品。 他日做了宰相,宰治天下, 当念吴曹为道多出于不得已之情。 今日尘埃中,愿先解纳, 幸秀才不弃。 各个身判,将出金箔来赠, 你抢我赛,堆了一大堆。 张相毫不推辞, 一一拣取,将一条锁子捆腹了, 挟在手中,脚绳锅躁, 大踏步走出殿去。 此番所得到有百金, 张相近暗制酒家, 供了好些事酣长。 至此一段气魄, 在贫贱时就与人不同了。 这个是胆能玩道的, 有失为证。 等贤卿向在尘埃, 大交无残意已在。 此事胸中多磊落, 直交俱到也连财。 山东来州府夜县, 有一个永利知事邵文元, 意气圣人, 专爱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有人在知县面前, 帮他视力围道, 知县出道不问的时, 巡视打了他一顿。 急至知县朝进入京, 才出境外, 只见一人骑着马, 跨着刀, 跑至面前, 下马相见。 知县认的是邵文元, 直到他来报仇, 吃了一惊, 问道, 你自何来? 文元道, 小人特来防卫相公入京, 前途拒贼颇多, 然闻了小人之名, 无不退避的。 知县道, 我无安于你, 你怎到有此好心? 文元道, 相公前日借训小人, 也只是要小人学好, 况且相公清廉, 小人敢不尽心报效。 知县心里, 方才放了一个大疙瘩。 文元随之中途, 别了自去, 果然绝无道景。 一日出行, 过一富翁之门, 正撞着强盗四十余人, 在那里打劫他家。 将富翁捆复住, 这一个强盗将刀夹井, 吓他道, 如有官兵就应, 即先下手。 其强盗, 进劫金箔。 富翁家里有一个钱堆, 高于乌齐, 强盗算计拿他不去, 尽笑道, 不如替他散了罢, 号召居民, 多来分钱。 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 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 也有贪财大胆的拿了家伙, 趁心的都去, 弄得钱满劫持。 绍文元文的这话, 要去玩弄这些强盗, 在人从中侧着尖驳, 挨将进去, 高声叫道, 你们坐慎的。 坐慎的。 众人道, 强盗多这里, 不要惹事。 文元走到林家, 取一条铁叉, 立造门内, 大叫道, 邵文元在此。 你们还了这家银子, 快散了吧。 富翁听的, 恐怕强盗, 剑有旧应, 急要动刀, 大叫道, 壮士快不要来。 若来, 先杀我了。 文元听的, 全且走了出来。 群道七把金, 银装在囊中, 拖在马背上, 有二十拖, 仍绑压了富翁, 送出境外二十里, 方才解腹。 富翁批发, 狼贝尔归。 谁知文元自出门外, 骑着马即远远随来, 见富翁已回, 即鞭马追赶。 强盗见是一个人, 不以为意。 文元贺道, 快快把金银放在路旁, 如等认得绍文元否, 强盗闻其名, 正慌张未打。 文元道, 如等迟迟, 且着你看一个样, 搜的一箭, 已把内中一个设下马来死了。 众道大惊, 一骑下马跪在路旁, 告求饶命。 文元贺道, 留下东西, 饶你命去罢。 强盗尽把南雾丢下, 空身上马, 逃顿而去。 文元就在人家借几匹马, 付了这些东西, 进到富翁家里, 一一一交一还。 富翁迎着, 叩头道, 此乃壮士, 出力夺来之物, 已不是我物了。 愿宋志军家, 吾不敢令。 文元怒斥道, 我哀怜你家横祸, 故出力相助, 吾起贪私邪。 尽还了富翁, 不顾而去。 这个是力能制道的, 有失为证。 白昼探完事已凶, 不堪壮士笑谈中。 挥边能反向如臂, 尽却愁今更自雄。 再说一个见识能捉弄强盗的汪秀才, 做回正话。 看官要知这个出处, 先须听我, 肖香八景。 云暗龙雄古渡, 胡连鹿角平田。 薄木长阳垂首, 平鸣秀卖其间。 人县春游此日, 克仇夜薄如年。 肖香夜雨。 香飞出李云环, 龙女呼开小镜。 银盘水面无尘, 欲破天心相应。 一声铁笛风轻, 两岸画蓝人静。 洞庭秋月, 八贵城南路咬, 苍无一江一月阴熙。 昨夜一天风色, 金巢百道翻飞。 对镜且看窃面, 以楼好带狼龟。 远朴龟翻。 湖平波浪连天, 水落亭沙千里。 芦花冷淡秋蓉, 红雁叉池南途。 有时小赵经过, 又浅几群惊奇。 平沙落雁。 轩地洞庭生歇, 香灵饱色香肖。 湖上长烟默默, 山中古寺迢迢。 中击东林新月, 僧龟也渡寒潮。 烟雨晚中, 湖头鹅请阴暗, 楼上徘徊晚跳。 飞飞雨仗轻过, 闪闪西洋回照。 渔翁东岸一周, 又向西湾垂掉。 渔村西洋, 石岗湖新野殿, 板桥路口人家。 少姨父妾忠麦欠, 村翁同李渔虾。 甚是依稀海上, 蓝光直尺天涯。 山是晴蓝, 龙头出放梅花, 亦将一面平铺柳絮。 楼居万玉丛中, 人在水晶深处。 一天速慢低垂, 万里孤舟归去。 亦将一天暮雪。 此八词多道着楚中景致, 乃一这种尽身所作。 楚中称道此词颇得真趣, 人人传颂的。 这洞庭湖八百里, 万山环裂, 连着三一将一, 乃是盗贼冤首。 国初时, 伟汉臣有量举楚称王, 后为太祖所灭。 今其子孙驻居锐昌, 兴国之间, 好为科尘, 破成翻眼。 世事由勇力出众之人, 推力一个为主, 其俗负险善斗, 劫掠克商。 地方有亡命无赖, 多去投入火中。 官兵不敢正眼去他, 虽然设立有游击, 把总等巡游武官, 提防地方非常事变, 却多是与他们好掌通通往来。 地方官不奈他何的, 宛然送逝良山坡光景。 且说黄州府黄岗县, 有一个汪秀才, 身在宏关, 家事富后, 家西数时, 必窃营房。 做人倜傍不羁, 豪侠好遥。 右肩权掠过人, 凡事经他布置, 必有可观。 混名称他为汪太公, 盖比他屡望一般质数。 他房中有一爱妾, 明曰回风, 争个有沉鱼落雁之戎, 碧月修花之貌, 更兼吟师作父, 持马打谈, 是少年场中之事, 无所不能。 汪秀才不为一宠一贯后房, 但是游行再没有不带他捅走的。 怎见得回风的标志, 云并清书禅意, 脆梅淡扫春山。 朱唇坠一颗樱桃, 耗尺排两行岁域。 花生单脸, 谁剪双眸, 意态自然, 既能出众。 直叫杀人壮士回头去, 便是入定禅师转眼看。 一日, 汪秀才领了回风来到岳州, 登了岳阳楼, 望着洞庭浩渺, 巨浪拍天。 其实冬月水落, 自楼上望军山, 隔不多些水面。 碎出了岳州南门, 拿州而渡, 不上树里, 移到山脚。 雇了监鱼, 与回风同行十余里, 下雨夜相君寺。 有树师不真莽中, 有二妃种, 汪秀才取久来与回风各类一辈。 不行半礼, 到重圣寺之外, 三个大字是有缘山。 汪秀才不解, 回风笑道, 只该同我们女眷游的, 不然何称有缘。 汪秀才去问僧人, 僧人道, 此处山林, 渡人来游。 每江渡, 便有恶风啄浪祖人。 得到此地者, 便是有缘, 故此得名。 汪秀才笑对回风道, 这等说来, 我与你今日到此, 可谓侥幸矣。 其曾遂指引汪秀才许多圣处, 说有, 宣元台乃皇帝注顶于此, 九香亭乃汉武帝得先酒于此, 朗音亭乃吕先一计, 柳一景乃柳一围洞庭君女传书处, 汪秀才别了僧人, 同了回风, 由方丈策出去, 登了宣元台。 平兰四顾, 水天一色, 最为盛处。 右左侧过去, 是九香亭。 绕出山门之左, 登朗银亭, 在下柳一景, 旁有传书亭, 亭前又有刺局拳许多古迹。 正游完间, 只见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汉来, 怡荣甚舞, 也来看完。 回风虽是遮遮掩掩, 却没十分好躲避处, 那大汉看见回风美色, 不转眼地上下瞟去, 跟定了他两人, 步步傍着不舍。 汪秀才看见这人有些尴尬, 急忙下山。 将到船边, 只见大汉也下山来, 口里一声一呼一哨, 左近一只船中, 吹起号头答应, 船里跳起一二式标行大汉来, 对岸上大汉声诺。 大汉指定回风道, 娶了此人献大王去。 众人应一声, 意气动手, 犹如鹰拿燕雀, 竟将回风抢到那只船上, 拽起满棚, 望洞亭湖中而去, 汪秀才只叫得哭。 这湖中盗贼去处, 哭学甚多, 竟不知是那一处的强人弄得去了。 漆漆惶惶, 双处单回, 甚是苦楚。 正是, 不知一惊一爽落何处, 一世行云秋水中。 汪秀才眼看爱鸡失去, 难道就是这样罢了? 他是个有破话的人, 急忙着人四路找听, 是省爱州县闹热市镇去处, 急贴了榜文, 但有支风来报的, 赏银百两。 各处传遍到汪家试了一切, 出着重赏招票。 从古道,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汪秀才一日到省下来, 有一个都思向成勋, 是他的相好朋友, 白酒在黄鹤楼请他。 饮酒中间, 汪秀才平澜一望, 见大衣将一浩渺, 云雾苍茫, 想起爱妾回风, 不知在淹水中那一个所在, 投媚而起, 抗生长歌苏子瞻, 赤壁之巨云, 渺渺西于怀, 望美人西天一方。 歌之树回, 不觉煽然泪下。 向都思看见, 正要请问, 旁边一个护身的家丁凯然, 向前道, 秀才饮酒不乐, 得非为家鸡是否? 汪秀才道, 辱何以知之? 家丁道, 秀才便榜皆渠, 谁不知之? 秀才但情于我主人敬欢, 管还秀才一个下落。 汪秀才那头便败道, 若得知一个下落, 百公也不敢辞。 向都思道, 唯一女子, 值得如此着急, 且满饮三大只, 叫她说明白。 汪秀才汲取大只过手, 一气吃了三寻。 在真一只, 凤与家丁道, 愿求壮士名言, 当以百金为寿。 家丁道, 小人是兴国州人, 住居河驴山下, 破之山中科尘家尸体。 围头的叫做科尘大官人, 有几个兄弟, 多有勇力, 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 他这一族最大, 江湖之间各有头目, 唯他是个主。 前日文的在越州洞庭湖, 结的一美一女回来, 竟与大官人甚是快活, 终日饮酒作乐。 小人家里离他不上十里路, 所以背戏得知。 这个必定是秀才家里小娘子了。 汪秀才道, 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 这消息是真了。 向都司便道, 他这人慷慨好意, 虽系草窃之徒, 多曾与我们官府往来。 上司处也似有禁奉, 盘结深固, 四处响应, 不比其他盗贼可以官兵缉拿得的。 若是尊姬彼此处弄了去, 只怕休想在何了。 天下多美妇人, 仁兄只宜丢开为室, 且自畅怀, 戒怀无意。 汪秀才道, 大丈夫生于世上, 岂有爱姬被人所惧, 既以之下落, 不能用计夺转来的。 谋虽不财, 是当凡此机, 以搏一笑。 向都司道, 且看人凶大财, 谈何容易。 当下汪秀才放下肚肠, 开怀畅饮而散。 此日, 汪秀才即将五十斤, 送予向家家丁, 以谢报信之事。 就与都司讨此人去作演, 是成之后, 再奉五十斤, 以凑百两。 向都司笑汪秀才痴心, 立命家丁到汪秀才处, 听评使用, 看他怎么作为。 家丁接了银子, 千欢万喜, 头颠尾颠, 巴不得随着他使欢了。 就像家丁问了科尘家里弟兄名字, 汪秀才兄中算计已定, 写下一状, 先到冰巡衙门去告。 冰巡看状, 见了科尘大等名字, 以字心里虚切。 对着汪秀才道, 这不是好惹的, 你无非只为一妇女小事, 我若行个文书下去, 差人居拿对礼, 必要激起争端, 制成大祸, 决然不可。 汪秀才道, 小生蛋求得一纸谍文, 自会去与他讲论屈职, 取讨人口, 不需大人的公差, 也不道德与他争敬, 大人可以放心。 冰巡见他说得容易, 便道, 蝶文不难, 即将乳状盼水, 排号用印, 妇辱持去就是了。 汪秀才道, 小生之义, 也只欲如此, 不敢别求多端。 由此一旨, 便可了一桩公事来回复。 冰巡四信不信, 吩咐该房如是端正, 赋予汪秀才。 汪秀才领了辞职, 满心欢喜, 就像艾基仪取到手了一般的。 来见向都思道, 小生壮此以谁, 来求将军助一臂之力。 都思摇头道, 若要我们出力, 天波兵足, 与他私斗, 这决然不能的。 汪秀才道, 但请放心, 多用不着, 我自有人。 知那平日所驾, 亦将一上楼船, 要借一支, 寻亦将一哨船, 要借二支。 与平日所用散巴, 经其官服之类, 要借一用。 此外, 不劳一个兵足相助, 只带前日报信的家丁去就勾了。 向都思道, 意欲何为? 汪秀才道, 汉家自有制度, 此事不好说的, 作出辩见。 向都思一言, 尽数介于汪秀才。 汪秀才大喜, 庆备了一个多月粮食, 换及几十个家人, 又各处借得些浩衣, 多打扮了军事, 一起到船上去撑驾开一江衣。 鼓吹喧田, 竟向武官出训一般。 有师为证, 诸炉千里船赤壁, 此日亦将亦中行化矣。 将军汉浩是楼船, 这回头却斑生笔。 汪秀才驾了楼船, 领了仁从, 打了游击排额, 一直行到河驴山一江一口来。 未到暗似无理, 先差一只哨传载着两个人前去。 一个是向嘉嘉丁, 一个是心腹家人汪贵, 拿了张应牌, 去叫齐本楚地方居民, 迎接新任提督一江一扬游击。 就带了几个红铁, 把汪姓去的一画, 铁上写明一江一万里, 竟去磕臣大官人家投地。 几个兄弟, 每人一个帖子, 说心到地方的官, 穆大明就来相拜。 两人领命去了。 汪秀才吩咐船户, 把船慢慢自行。 且说向嘉嘉丁是个熟络, 得了汪家重赏, 有甚不宜他处。 领了家人, 汪贵一同下载哨船中了, 请客到了岸边, 躺了硬牌上岸, 各处一说。 多晓得新官传道, 整备迎接。 嘉丁引了汪贵同道一个所在, 原来是一座庄子。 但见冷气侵入, 寒风扑面。 三冬无刻过, 四季少人行。 一团一团一, 苍贵若隆行, 欲轻松如虎借。 一生红日, 庄门内鬼火盈盈, 未到黄昏, 古剑边悲风萨萨。 藤城人醉将, 板盖住前卢。 莫闻一阵血腥来, 原是强人居止处。 嘉丁原是地头人, 多增任的科尘家里的, 一径将铁进去报了。 科尘大官人认得, 像家家丁是个官身, 有甚么疑心。 与同兄弟科尘二, 科尘三等会急伤一刀, 这个官府甚有吴美体面, 他既以礼相待, 我当以礼接他。 而今, 吴美办了果盒, 带着洋酒, 杰树鲜明, 一路迎江上去。 一来见我没有离体, 二来显我美弟兄有威风, 看他举止如何, 斟酌待他的后脖就是了。 商议已定, 外报有府传到一江一口, 一面叫教夫打叫拜客, 想事就起来了。 科尘弟兄果然意气戎装, 点起二三十名楼落, 千阳丹酒, 擎着齐帆, 点着香烛, 迎出山来。 汪秀才传到脖里, 把借来的纱帽红袍穿着在身, 叫齐教夫四台四插台上按来。 先是地方人, 等生诺已过, 科尘兄弟站着两旁, 打个弓, 在前引导, 汪秀才吩咐一静, 抬到科尘家装上来。 抬到厅前, 下了叫, 科尘兄弟忙多一张, 坐以摆在中间。 科尘大开口道, 大人请坐, 容小兄弟拜见。 汪秀才道, 快不要行礼, 贤坤玉多是江湖上亦是好汉, 下官为人之时, 闻名久矣。 今兴得守此地方, 正好与诸公义气相遇, 所以特来奉拜。 岂可以官民之礼相居? 只是个宾主相待, 道好久长。 科尘兄弟跪江下去, 汪秀才一手扶起, 口里连声道, 快不要这等, 无备豪杰不比寻常, 绝不要居于常理。 科尘兄弟谦逊一回, 请汪秀才坐了, 三人示例。 汪秀才急命取坐来, 分左右而坐。 科尘兄弟道, 有府如此相待, 喜出非常, 急忙至酒相款。 汪秀才解代托一衣, 尽情欢宴, 猜拳行令, 不存一毫行计。 行酒之间, 说着许多豪杰勾当, 仙权裸秀, 只跟相见之晚。 科尘兄弟不为心服, 又且感恩, 多道, 若得恩府如此相待, 我被赤心报笑, 死而无怨。 亦将遗上有景, 一呼吉应, 绝不致自家作孽, 有父恩府倾慕。 汪秀才听罢, 岳家高兴, 接连百来巨功, 隐满不辞, 自日中起, 指引至半夜, 方才告别下船。 此一日, 算作科尘大观人的酒。 第二日就是科尘二座主, 第三日就是科尘三座主, 各个请过。 科尘大观人又道, 前日是仓促下马, 算不得数。 又请吃了一口酒, 具有金箔蛇席。 汪秀才多不推辞, 欣然瘦了。 酒席一完, 回到船上, 科尘兄弟多来谢拜。 汪秀才留住在船上, 随命治酒相待。 科尘兄弟推辞道, 我等草泽小人, 成蒙恩府不弃, 得陷酒食, 便为大幸, 岂敢上刀刺验。 汪秀才道, 礼无不达, 难道只是学生叨扰, 不容做个主人, 还习的? 况我被相遇, 不必拘报是常规。 前日学生到宅上, 就是诸君做主。 今日诸君建雇, 就是学生做主。 逢场作戏, 有何不可? 科尘兄弟不好推辞, 早已排上酒席, 摆设已完。 汪秀才定习已毙, 就有带来一般黎原子弟, 上场作戏。 做的是桃园结义, 千里独行, 许多豪杰精怀的戏文, 科尘兄弟多是山野之人, 见此花红, 怎不贪看? 岂知汪秀才先以秘密吩咐行船的, 但听戏文锣鼓为号, 即便地开船。 趁着月明, 言流放去, 缓缓而行, 要是苍中不绝。 行来数十余里, 戏文方完。 星位肯兰, 仍旧一席一团一座, 飞上行令。 乐人轻唱, 劝仇大乐。 汪秀才晓得船已行远, 方发言道, 学生承诸君见爱, 如此倾道, 可为极欢。 但兄中有一件小事, 甚不便于诸君, 要与诸君商量一个长策。 科尘兄弟恶然道, 不知何事, 但请恩赴明言, 于兄弟无不听令。 汪秀才叫从人多一个手辖过来, 取出那张榜文来捏在手中, 问道, 有一个汪秀才告着诸君, 说道, 结了他爱妾, 有此是否。 科尘兄弟两两相顾, 不好引得。 科尘大回言道, 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 名曰回封, 说是汪家的。 而今见在小人处, 不敢相满。 汪秀才道, 一女子是小事, 那汪秀才是当今豪杰, 非凡人也。 今他要去上本奏请征教, 先将此状告到上司, 上司密刑此谍, 托与学生勾当此事。 学生是江湖上一起在行的人, 岂可兴兵洞足前来搅扰。 所以邀请诸君到此, 明日见一见上司, 与汪秀才智政那一件公事。 科尘兄弟见说, 惊得面如土色, 道, 我等岂可轻易见得上司。 一道宫廷必然监禁, 好歹是死了。 人人私要脱身, 立将起来, 推窗一看, 大一将一之中, 烟水茫茫, 既无周一, 又无崖岸, 巢穴已远, 就应不到, 再无个祭祀了。 正是, 有翅膀飞腾天上, 有林甲钻入深渊, 既无枯的升天树, 沐下栽殃怎的盐。 科尘兄弟明知着了当, 一起跪下道, 恩赴救命则个。 汪秀才道, 到此地位, 若不见官, 学生难以回复, 若要见官, 又难为功等。 势必从长计较, 使学生可以消得此旨, 就不见官罢了。 科尘兄弟道, 小人余味, 愿求恩赴良策。 汪秀才道, 汪生只为一妾着急, 金墨若差一只哨船, 飞照到宅上, 取了此妾来传中。 学生领去, 当官一交一付还了他, 这张蝶文可以立消, 功等可以不到官了。 科尘兄弟道, 这个何难? 带写个手书语当家的, 做个执照, 就取了来了。 汪秀才道, 事不宜迟, 快写起来。 科尘大写下执照, 汪秀才立患, 向家家丁与汪贵两个道来。 他一个是认得路的, 一个是认得人的, 敲得丰富。 赋予执照, 打发两只哨船, 一起照去, 立等回报。 船中, 且自筋骨蝶奏, 开怀吃酒。 科尘兄弟见汪秀才意思坦然, 虽决放下那些惊恐, 也还心绪不安, 千斤缩卖。 汪秀才只是一位豪姓, 谈笑洒落, 饮酒不屑。 侯志天明, 两只哨船以此在得回封小娘子, 飞夜式的来报, 汪秀才立请过船来。 回封过船, 汪秀才大喜, 叫一臂乡房舱中去, 一臂乡将出四定银子来, 两个去的人各赏一定, 两船上各赏一定。 众人齐声称谢, 分派已毕。 汪秀才在命真酒三大公, 与科尘兄弟作别道, 此事已完, 学生尽自回复上司, 不须功等在此了。 就此请回, 科尘兄弟感激称谢救命之恩。 汪秀才把科尘大官人 虚然迟一迟到, 功等果认的汪秀才 否, 我学生便是, 那里是甚么心生游击, 只为不舍的爱妾 做出这一场把戏。 今爱妾仍归于我, 落得与朱军游艳数日, 北极欢畅, 莫非结缘。 多谢朱军, 从此别已。 科尘兄弟如梦初觉, 如醉方醒, 才放下心中疙瘩, 不觉大笑道, 原来秀才挥谐至此, 如此豪放不羁, 真豪结也。 无辈粗人, 幸得陪逝这几日, 也是有缘。 小娘子之事, 事于不知, 有愧。 有愧。 隔解腰间所带银两出来, 约有三十余两, 赠予汪秀才道, 辽以赠小娘子天庄。 汪秀才再三推却不得, 笑而受之。 科尘兄弟求拆哨船一送。 汪秀才吩咐送至通岸大陆, 急放上岸。 科尘兄弟殷勤相别, 登舟而去。 汪秀才房船中, 换出回风来说前日惊恐的事, 回风乌叶告诉。 汪秀才道, 而今仍归无首, 就是不必再提, 且吃一杯酒鸭精。 两人如渴的将, 吃得尽欢, 遂同肃于周中。 此日起身, 已到武昌码头上。 来见向都司道, 承借传之家伙等物, 今已完事, 依依奉还。 向都司道, 尊姬已如何了? 汪秀才道, 刀掌尊臂已在周中了。 向都司道, 如何取得来? 汪秀才把甲壮心刃 拜他转他的话, 背戏说了一遍, 道, 多在尊使度里, 小生也掌尊使之力不浅。 向都司道, 由此其事, 真正有十二分胆志 才弄得这个伎俩出来。 人凶手段, 可以行兵。 当下汪秀才在将五十斤送予向家家丁, 玩前日招票上许出之术。 令姑下一船, 装了回封小娘子, 献与向都司讨了一只哨船护送, 并载家同仁等。 安顿已定, 进去回复兵巡道, 搅环元碟。 兵巡道问道, 此事已如何了, 却来搅叠。 汪秀才在把始终之事背戏一饼。 兵巡道笑道, 不动干戈, 能入虎穴, 取出人口, 真其才奇想。 秀才他日为朝廷所用, 处分封疆大事, 料不难以。 大家赏叹, 汪秀才牵械而出, 遂在了回封, 还指黄刚。 黄刚人闻的此事, 尽多惊叹道, 不枉了汪太公之名, 真不须传言。 有诗为证。 自是英雄作用书, 虎狼可侠与同一句。 不须妾似黎龙睡, 以得探还汗下诛。 第二十七章成嘲讽丹玉, 无头父王通判。 人命观天地, 从来有报尸。 其见多患处, 造物显奇奇。 话说湖广黄州府有一地方, 名曰黄其辽, 最产的好瓜。 有一老朴, 以瓜为业, 时时手自灌溉, 爱惜北至。 埔中猪瓜, 独有一颗接的极大, 快累如斗。 老朴特意留着, 待等未熟, 要献与豪家做孝顺的。 一日, 手中持了锄头, 去埔中决菜, 忽见一个人严严缩缩在那瓜地中。 急赶去看时, 乃是一个乞丐, 在那里偷瓜吃, 把个篱笆都扒开了, 仔细一认, 正不见了这颗极大的, 已被他打碎, 连嚷连子, 在那里乱啃。 老普见偏摘摘掉了嘉义的东西, 不觉怒从心上, 恶向胆边生, 提起手里锄头, 罩头一下。 却原来不禁打, 打得脑浆泵流, 死于地下。 老普慌了手脚, 忙把锄头除开一棱的来, 把一师一手埋好, 上面将泥铺平。 且喜是个乞丐, 并没个亲人来做苦主讨命, 竟没有人知道罢了。 到了明年, 其地上瓜玉成, 仍旧一棵独街的大, 足底得三四个小的, 也一般嘉义爱惜, 不肯清彩。 偶然献关牙中, 有个亥热渴的, 想的个大瓜清洁。 各处买来, 多不重义, 累那买办牙艺比较了几番。 牙艺急了, 四处寻访。 见说老普瓜的专有大瓜, 随江浅余买。 晋浦选择, 国有一瓜, 比长瓜大数倍。 欣然出了十个瓜的价钱, 买了去送进牙中。 牙中人一大喜, 见这个瓜大的岛长, 急了众人共铺。 铺降开来, 嚷水乱流。 多嚷道, 可惜好大瓜, 是烂的了。 仔细一看, 多把舌头伸出, 半想缩不进去。 你道为何? 原来满桌都是鲜红血水, 满鼻是血腥气的。 众人一大惊, 秉之县令。 县令道, 其间必有冤事。 随江那买办的来问道, 这瓜是那里来的? 买办的道, 是一个老普家里地上的。 县令道, 他怎生法养得这瓜嫩大? 换他来, 我要问他。 买办的不敢积持, 随去把个老普换来当面。 县令问道, 你家的瓜为何长得这样大? 一普中多是这样的吗? 老普道, 其余多是长瓜, 只有这颗, 不知为何嫩大。 县令道, 往年也这样接一颗吗? 老普道, 去年也接一颗, 没有这样大, 略比长瓜大些。 今年这一颗大的古怪, 自来不曾见这样。 县令笑道, 此必一种, 它的根毕竟不同, 快打叫, 我亲去看。 当时, 台治老普家中, 叫它只是接瓜的处所。 县令教人取锄头绝江下去, 看它根是怎么样的。 绝不深, 只见这瓜的根在泥中土, 却像种在一件东西里头的。 扒开泥室一看, 乃是个死人的口张着, 其根植在里面出僵起来。 众人发声喊, 把锄头乱挖开来, 一个死意失意全见。 县令教挖开他口中, 满口上是瓜子。 县令, 叫把劳普锁了, 问其死意失意之故。 劳普赖不得, 只得把去年乞丐偷瓜吃。 误打死了埋在地下的事, 从事说了。 县令道, 怪到这瓜瘾内的多是血水, 原来是这个人冤气所结。 他一时驱死, 高夜未散, 滋长这一颗根苗来。 天叫我牙中人可病, 拣选大瓜, 得露出这一场人命。 乞丐虽见, 生命则同, 总是偷窃, 不该死罪, 也要抵偿。 把劳普问成欧死人命缴罪, 后来死于狱中。 可见人命至重, 一个乞丐死了, 又没人知见的, 埋在地下, 已是一年, 又如此接出一样大瓜来弄一个明白, 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 而今还有一个, 因这一件事, 露出那一件事来, 两件不明不白的官司, 亦是显露。 说着也古怪, 有诗为证, 从来见说眉头是, 此是眉头真莫猜。 即是有诗该发露, 一头弄出两头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 直立辉州府, 有一个妇人姓称, 她那边土俗, 但是有资才的, 就呼为嘲讽。 该宋时有嘲讽大夫, 就像称呼妇人为园外一般, 总是遵她。 这个承嘲讽, 拥着巨腕家私, 真所谓保暖生一银一玉, 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 见人家妇女生的有些滋容的, 就千方百计, 必要弄她到手财助。 随你费下几多东西, 她多不吝, 只是以成事为主。 所以花费的也不少, 上手的也不计其数。 自古道天道或一银一, 才是这样贪一银一不歇, 便有稀奇的事体做出来, 直教你破家乳身, 急忙分辨地来, 已吃过大亏了, 这是后话。 且说辉州府沿子街, 有一个卖酒的, 姓李叫做李方哥。 有七臣氏, 生德十分娇媚, 风采动人。 成朝奉动了火, 终日将买酒为由, 田烟软雨轰动他夫妻二人。 虽是馋得熟翻了, 那臣氏也自正正气气, 亦是也勾搭不上。 成朝奉道, 天下的事, 唯有力动人心。 这家子是贫男之人, 我拼舍这一主财, 怕不上我的沟。 私下钻球, 不如明买。 一日对李方哥道, 你一年卖酒得利多少。 李方哥道, 靠嘲讽福音, 借此度的夫妻两口, 便是好了。 成朝奉道, 有得盈余吗? 李方哥道, 若有的一两二两盈余, 便也留着些做个根本, 而今只好崩崩拽拽, 招生木隔过去, 那得盈余。 成朝奉道, 假如有个人帮你十两五两银子做本钱, 你心下如何? 李方哥道, 小人若有的十两五两银子, 便多做些好酒起来, 开个兴头的糟房。 一年之间度了口, 还有得多。 只是没寻那许多东西, 就是有人肯借, 欠下了债要赔利钱, 不如守此小本经济罢了。 朝奉道, 我看你做人也好, 假如你有一点好心到我, 我便与你二三十两也不打紧。 李方哥道, 二三十两是朝奉的毫毛, 小人得了却一生一世受用不尽了。 只是朝奉怎么肯? 朝奉道, 肯到肯, 只要你好心。 李方哥道, 教小人怎么样的才是好心。 朝奉笑道, 我喜欢你家里一件物事, 是不费你本钱的, 我借来用用, 仍旧还你。 若肯失, 我及时与你三十两。 李方哥道, 我家里那里有朝奉用得着的东西, 况且用过就还, 有什么不奉承的朝奉, 却要朝奉许多银子。 朝奉笑道, 只怕你不肯, 你肯了, 又怕你妻子不舍的。 你且两个去商量一商量, 我明日将的银子来, 与你现成讲对。 今日空口说白话, 未好就明说出来。 笑着去了。 李方哥晚上把这些话 与陈氏说道, 不知是要我家什么误解。 陈氏想一想道, 你听他有嘴, 若是别见动用物事, 又说道借用就还的, 随你赦着宝贝, 也用不得许多事钱, 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来讨便宜的说话了。 你男子汉放些主意出来, 不要被他疼倒。 李方哥笑笑道, 那有此话。 隔了一日, 陈朝奉果然拿了一包银子 来对李方哥道, 银子已现有在此, 打点送你的了。 只看你美意思如何。 嘲讽当面打开包来, 白灿灿的一大包。 李方哥见了, 好不眼热, 道, 嘲讽明说是要怎么? 小人好如命奉承。 嘲讽道, 你是个小事人, 定要人说个的话, 你自想家里是腎东西, 是我用得着的, 又这般值钱就是了。 李方哥道, 叫小人没想处, 除了小人夫妻两口身子外, 要值上十两银子的家伙, 一件也不曾有。 嘲讽笑道, 正是身上的, 哪个说是身子外边的? 李方哥通红了脸道, 嘲讽没正经。 怎如此取笑? 嘲讽道, 我不取笑, 现前买现货, 愿者成交。 若不肯识, 也值所罢了, 我怎好强的你? 说罢, 打点秀起银子了。 自古道, 清酒红人面, 黄金黑是心。 李方哥见称嘲讽要收拾起银子, 便呆着眼不开口, 尽有些沉吟不舍之意。 程嘲讽早已瞧科, 就终取这三两多重一定银子, 塞在李方哥袖子里道, 且拿着这定去做样, 一样实定就是了。 你自家两个计较去。 李方哥半推半就地接了。 程嘲讽正是会家不忙, 见接了银子, 晓得有了机关, 说道, 我去去再来讨回音。 李方哥进到内房, 与七尘氏说道, 果然你昨日菜得不差, 原来真是此意。 被我抢白了一顿, 他没意思, 把这定银子作为赔礼, 我拿将来了。 陈氏道, 你不拿他的便好, 拿了他的, 以似有啃义了。 他如何啃歇这一条心? 李方哥道, 我一时没主意拿了, 他临去时就说向得我义, 实定也不难, 我想我与你再次苦争一年, 挣不出几两银子来。 他的意思, 倒肯在你身上, 涉足大钱。 我每不如将计就计哄他, 与了他些甜头, 便起他一煮大银子, 也不难了。 也强如一盏半盏地与别人论价钱。 李方哥说罢, 就将出这顶银子放在桌上。 陈氏拿到手来看一看, 道, 你男子汉贱了这个东西, 就舍得老婆养汉了。 李方哥道, 不是舍得, 难得财主家倒了运来想我们, 我们拼忍着一时羞耻, 一生受勇不尽了。 而今总是混账的世界, 我们又不是什么罚悦人家, 就守着清白, 也没人来替你造牌方, 落得和铜了些。 陈氏道, 氏道也是, 秀人哒哒的, 怎好兜他。 李方哥道, 总是做他的本钱不着, 我而今伴着一个东道在房里, 请他晚间来吃酒, 我自到外边那里去避一避。 等他来时, 只说我偶然出外就来的, 先做主人陪他, 饮酒中间他, 自然聊拨你。 你看这机会, 就与他成了事。 等得我来时, 事挤过了, 可不是不知不觉地, 落得赚了他一煮银子。 陈氏道, 只是有些害羞, 使不得。 李方哥道, 成嘲讽也是一向熟的, 有什么羞? 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吃酒, 又不要你去兜他。 只看他怎么样来, 才回答他就是, 也没什么羞处。 陈氏健说, 算来也不打紧地, 当下应成了。 李方哥一面伴至了东道, 走去邀请成嘲讽, 说道, 成嘲讽不弃, 晚间整酒在小房中, 特请嘲讽一叙, 嘲讽就来择个。 成嘲讽健说, 喜之不胜道, 果然力动人心, 他已商量地情愿了。 今晚请我, 必然就成事, 巴不得天晚前来赴约。 从来好事多么, 成嘲讽意气洋洋走出街来, 只见一般嘲讽姓汪的, 拉着他水口去看, 这么新来的婊子王大赦, 一把拉了就走。 成嘲讽推说, 没功夫地去, 他说有什么贵感。 成嘲讽心忙里, 一时造不出来。 汪嘲讽见他没得说, 便道, 原没事干, 怎如此推顾扫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同了两三个少年子弟, 一推一嚷地, 欠得去了。 到了那里, 汪嘲讽看得重义, 就趁银子扮起东道来, 在那里人马。 成嘲讽心上有事, 被带住了身子, 好不耐烦。 三杯两盏, 逃了席就走, 已有二更天气。 此时李方哥以此寻个室友, 避在朋友家里了, 没人再来相邀的。 承朝凤敬墓急急忙忙走到李家殿中, 见殿门不关, 心下意会了。 进了殿, 就把门拴着。 那殿中房子苦不深邃, 抬眼望见房中灯烛明亮, 九窑罗列, 悄无人声。 走近看时, 不见一个人影。 忙把桌上火一来一照, 大叫一声, 不好了。 正是。 分开八片顶羊骨, 倾下一桶血水来。 承朝凤看时, 只见满地多是鲜血, 一个没头的妇人, 躺在血泊里, 不知是什么事有。 惊得牙齿捉对撕打, 抽身出外, 开门便走。 到了家里, 只是打困, 蹲站不定, 心头劈劈地跳。 小德是非要惹到身上, 一味惶惑不提。 且说李方哥在朋友家里挨过了更深, 料到成朝凤与妻子试题一完, 从容到家, 还好趁吃杯酒。 一步步夺江回来, 只见店门开着, 心里道, 那嘲讽好不一惊一戏, 既要私下做事, 门也不奄奄着。 走到房里, 不见什么嘲讽, 只是个眉头的一尸一手躺在地下, 看看身上衣服, 正是妻子。 惊得乱跳道, 怎跌起? 怎跌起? 一头哭, 一头想道, 我妻子已是啃的, 有什么言语冲撞了他, 便把来杀了。 许他讨命去, 连忙把家里收拾干净了, 锁上了门, 竟奔到嘲讽家门。 承嘲讽不知好歹, 听的是李方哥声音, 正要问他个端地, 慌忙开出门来。 李方哥一把扭住道, 你干的好事, 为何把我妻子杀了? 承嘲讽道, 我到你家并不见一人, 只见你妻子已杀倒在地, 怎说是我杀了? 李方哥道, 不是你是谁? 承嘲讽道, 我心里爱你的妻子, 若是见了, 奉承还恐不及, 舍得杀他。 你需仿个背戏, 不要冤我。 李方哥道, 好端端两口住在家里, 是你来起这些根由, 而今却把我妻子杀了, 还推的那个, 和你见官去, 好好还我个人来。 两下你争我攘, 天以大名, 劫扭了一直到府里来教区, 府里见识人命事, 怀了状, 发与三府王通畔审问这件事, 王通畔带了缘, 被两人, 先到李家殿中相验一师一手, 像的是个妇人身体, 被人用刀杀死的, 陷无头颅。 通畔着落地方, 把一师一胜了, 代员被告到衙门来, 先问李方哥的口词, 李方哥道, 小人李方, 七尘氏是开酒店度日的, 是这程某看上了小人一妻子, 程小人不在, 以买酒为由来,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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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想是小人一妻子不肯, 他就杀死了, 通畔问程某如何说, 程朝凤道, 李方夫妻卖酒, 小人是他的属主顾, 李方昨日来请小人去吃酒, 小人因有事去地吃了些, 到他家里, 不见李方, 只见他妻子, 不知被何人杀死在房, 小人慌忙走了家来, 与小人并无相干, 通畔道, 他说你以买酒为由, 去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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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又说是他请你到家, 他既请你是主人了, 为何他反不在家, 这还是你去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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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了, 程朝凤道, 尾时是他来请小人, 小人才去的, 当面在这里, 老爷问他, 他须赖不过, 李方道, 请是小人请他的, 小人未到家, 他先去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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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了人了, 王通叛道, 既是你请他, 怎么你未到家, 他倒先去行间杀人, 你其实不来家做主人, 倒在那里去了, 其间必有隐情, 取家棍来, 每人一家棍, 只得多把实情来说了, 李方哥道, 其实成某看上了小人一妻子, 许了小人银两, 要与小人一妻子同吃酒, 小人贪力, 不喝徐允, 请他吃酒是真, 小人怕爱他眼, 只得躲过骗尸, 后边到家, 不想妻子被他杀死在地, 他逃在家里去了, 承朝凤道, 小人喜欢他妻子, 要淫勾他是真, 他已自诩允请小人吃酒了, 小人为什么反要杀他, 其实到他家时, 妻子已不知为何杀死了, 小人慌了, 走了回家, 事与小人无干, 通判道, 李方请吃酒卖奸是真, 承某去时, 必是那妇人推剧, 亦是杀了也是真, 平白的要谋奸人一妻子, 原不是良人行径, 这人命自然是承某抵偿了, 承朝凤道, 小人不和见了美色, 狼起贪心, 是小人的罪了, 至于人命, 伪食不知, 不要说他夫妇伤同情小人吃酒, 已是怨从的了, 即使有些勉强, 也还好慢慢央求, 合制下手杀了他, 王通盼恼他兼一银一起祸, 那里听他便说, 要把他问个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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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人死罪, 却是死人无头, 又无行凶器械, 成不得招, 择了限期, 要在成朝凤身上追, 那磕头出来, 正是, 批法如炉不自已有, 这回惹着怎甘休, 方知女色真难得, 此日可来美妇头, 成朝凤比过几线, 只没寻那磕头处, 成朝凤诉道, 便做到, 是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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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从, 小人杀了, 小人藏着那磕头做什么用, 在此挨这样比较, 王通盼见他说的有理, 也疑道, 是或者另有人杀了这妇人, 也不可知, 且把成朝凤与李方哥, 多下在尖里了, 便叫狙击一千邻里人等, 问他尸体根由, 与成某杀人真假, 邻里人等多说, 他们是主顾家, 时常往来的, 也未见什么奸情事, 至于成某是个, 有身家的人, 贪一银一的事或者有之, 重来也不曾见他, 做什么凶恶胆事过来, 人命的事未必是他, 通盼道, 既未必是成某, 你地方人必晓得李方家的背戏, 与谁有仇, 那处可疑, 该推降得出来, 邻里人等到, 李方平日卖酒, 也不见有什么仇人, 他夫妻两口做人多好, 平日与人斗口的事多没有的, 这黑夜不知何人所杀, 连地方人多没猜出, 通盼道, 你们多去外边访一访, 众人领命正要走出, 内中一个老者走上前来禀道, 据小人于见, 猜着一个人, 为知是否, 通盼道, 是那个, 只因说出这个人来, 有分一交一, 启化游僧, 名头三尺之法, 尘埋朽谷, 称白十年之冤, 正是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老者道, 地方上像有一个远处来的游僧, 每夜敲邦高叫, 求人不失, 已一个多月了, 自从那夜里家妇人被杀之后, 就不听得他的声响了, 若倒是别处去了, 怎有这样恰好的事? 况且, 地方上不曾见有人不失他的, 怎肯就去? 这个事着实可疑, 通盼文言道, 杀人作歹, 正是野僧本事, 这已也是有理的, 指纳寻这个游僧处, 老者道,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老爷换纳成某出来说, 与他知道, 他家道阴妇, 要明白这事, 必然不令重赏, 这游僧也去不久, 不过只在左近地方, 要仿着, 他也不难的, 通盼一言, 狱中带出成朝凤来, 把老者之言说与他, 成朝凤道, 由此一端, 便是小人生路, 只求老爷与小人作主, 出个广补文书, 着落几个应补寺外寻访, 小人情愿立个赏票, 认出谢金就是, 当下通盼拆了应补出来, 成朝凤托人邀请中应补说话, 先送了十两银子做盘费, 又押起三十两, 等寻得着这和尚, 及时一交一付, 众应补应成去了, 原来应补一党一语极多, 耳目最重, 但是他们上心的是, 没有个仿拿不出的, 见成朝凤是个可扰之家, 又兼有了后赠, 怎不出力? 不上一年, 以访的这叫夜僧人在宁国府地方起化, 夜夜街上叫了转来, 投在一个古庙里速写, 众应补带了一个地方人, 认得面貌是真, 正是严子镇教业的了, 众应补商量道, 人便是这个人了, 不知杀人是他不是他, 就是他了, 没个凭据, 也不好拿的他, 只可智取, 算计去寻一件妇人衣服, 把一个少年歇的应补打扮起来, 装作了妇人模样, 一同众人去埋伏在一个林子内, 是街上回到古庙碧京之地, 守志更深, 果然这僧人叫夜转来, 捧了帮, 正字独行, 林子里假作了妇人, 低声叫道, 和尚还我头来, 初识一声, 那僧人已吃了一惊, 立定了脚, 昏黑之中, 隐隐见是个穿红的妇人, 心上虚切不过了, 只听得一声不了, 又叫, 和尚还我头来, 连叫不止, 那僧人慌了, 颤家嫁得到, 头在你家上三家铺架上不是, 休要来缠我, 众人听罢, 请知杀人事已时, 一壶遗哨一声, 众应补一起钻出, 把个和尚捆住, 道, 这贼徒, 你炎子镇杀了人, 还躲在这里吗? 先是顿下马威打软了, 然后解到府里来, 通判问应补如何拿得着她, 应补把假装妇人吓她, 她说出真情才擒住她的话并明白了, 带过僧人来, 僧人明知是已露出, 混来不过, 只得认到, 伪时杀了妇人似的, 通判道, 她与你有什么冤仇, 杀了她, 僧人道, 并无冤仇, 只因那晚教业, 经过这家门守, 见殿门不关, 挨身进去, 只指望偷盗些什么, 不晓得灯珠明亮, 有一个美貌的妇人, 盛装站立在床边, 看见了不由的心里不动火, 抱住囚间, 她抵死不肯, 一失兴起, 拔出借刀来杀了, 提了头就走, 走江出来才想到, 要拿头坐身吗? 其实把来挂在上三家铺架上了, 只是恨她那不肯, 出了这口气, 当时连夜走脱此地, 而金被拿住, 是应得偿她命的, 别无她话, 通判就出票, 去提那上三家铺上人来, 问道, 和尚招出人头在铺架上, 而金那里去了, 扶上人道, 当时时有一个人头挂在架上, 天明事件了, 因恐怕金官受累, 悄悄将来移上前去 十来家赵大门守一棵树上挂着, 以后不知怎么样了, 通判差人压了这三家铺人来提赵大道官, 赵大道, 小人那日早起, 果然见树上挂着一棵人头, 心中惊事剧, 私要守官, 成恐官司迁累, 当下敲的拿到家中, 埋在后园了, 通判道, 而金现在那里吗? 赵大道, 小人其实就怕后边或有是非, 要留作证件, 埋处把一棵小草树计认着的, 怎么不现在? 通判道, 只怕期间有诈尾, 需得我亲自去取验。 通判及时打叫, 抬到赵大家里, 叫赵大在前引路, 引至后园中, 赵大指着一处道, 在这底下, 通判叫从人绝江下去, 刚把的土开, 只见一颗人头连泥带土, 古路路滚江出来, 众人发声喊道, 在这里了, 通判道, 这妇人的一尸一手, 今日方得完全, 从人把泥土拂去, 仔细一看, 惊道, 可又古怪, 这妇人怎生是有资虚的? 送上通判看使, 但见这颗人头, 双眸紧闭, 一口劳关, 梗子上也是刀刃之伤, 嘴边却有虚然之伏, 早难道骷髅能作怪, 智令的男女会插持, 王通判惊道, 这分明是一个男子的头, 不是那妇人的了, 这头又出现的诈怪, 其中必有敲息, 贺道, 把赵大锁了, 寻那赵大时, 先前看见觉着人头不是妇人的, 已自往外跑了, 王通判就走出赵大前边屋里, 叫石张桌做工作做了, 带那赵大的家属过来, 且问这颗人头的事, 赵大妻子一时难以知无, 只得石招道, 十年前, 赵大曾有个仇人姓马, 被赵大杀了, 带这头来埋在这里的, 通判道, 是才赵大在此, 而今躲在那里了, 妻子道, 他方才见人头被决将来, 晓得事发, 他一静出门, 连家里多不说那里去了, 王通判道, 立刻的是, 他不过走在亲眷家里, 撂去不远, 快把你家什么亲眷住址, 一一一招出来, 妻子怕动刑法, 只得招道, 有个女婿姓一将一, 坐府中令使, 必是投他去了, 遇到及时差人压了妻子, 竟到这一将, 一使令家里来拿, 通判坐在赵大家里立等回话, 果然, 瓮中捉鳖, 手道拿来, 且说一将一令使是衙门中人, 晓得厉害, 见张人赵大, 急急忙忙走到家来, 说道是杀人事发, 死要藏壁, 令氏恐怕累积身家, 不敢应承, 劝他往别处逃走, 赵大一时未有去向, 心里不觉, 正愁出奸, 公差已压着妻子来要人了, 一将一令使此失火到身上, 且自图灭息, 不好隐瞒, 只得赴予公差, 仍带到赵大自己家里来, 妻子路上已自对他说道, 是才老爷问时, 我已识说了, 你也招了罢, 免受痛苦, 赵大见通判时, 果然一口承认, 通判问其详细, 赵大道, 这姓马的先与小人有些愁戏, 后来在山路中遇着, 小人因在那里砍柴, 带着有刀在身边, 把他来杀了, 恐怕有人认得, 一时传遍, 这事就露出来, 所以既包了他的衣服, 就割下头来藏在家里, 把衣服烧了, 头埋在园中, 后来马家不见了人, 询问时, 只见有人说, 山中有个死一失一, 因无头的, 不知是不是不好认的, 而今时已经久, 连马家也不提起了, 这埋头的去处, 与前日妇人之头, 乡里有一丈多地, 只因这个头在地里, 恐怕发露, 所以前日埋那妇人头时, 把草树寄刃的, 因为隔得远, 有胆气绝下去, 不知为何, 一绝到先绝着了, 这也是素氏冤叶, 应得填海, 早知如此, 连那妇人的头也不说了, 通判道, 而今妇人的头, 毕竟在那里, 赵大道, 只在那一块, 这是继人不差的, 通判又带她到后园, 再命从人打就绝处绝下去, 果然又绝出一颗头来, 认一认, 财方是妇人的了, 通判笑道, 一件人命却问出两件人命来, 莫非天意也, 锁了赵大, 带了两颗人头, 来到府中, 出张牌, 去换马家亲人来人, 马家儿子见说, 才晓得父亲不见了十年, 果是被人杀了, 来捕状辞, 王通判谁了, 把两颗人头, 一颗给予马家埋葬, 一颗换礼方割出来认看, 果是齐齐的了, 把教叶僧与赵大哥打三十板, 多问成了死罪, 承嘲讽不合买好, 致死人命, 问成屠罪, 折价那书, 李方哥不合卖奸, 问账罪的绝, 断承嘲讽出葬埋银六两, 给予李方哥葬那尘事, 三家铺的人不合一亿十一, 各该问罪, 因不是这等, 不得并发赵大人命, 似乎天意名冤, 非官人士, 誓罪不咎, 王同潘这件事问得清白, 义士卿给了两件眉头事, 身祥上司, 各个称奖, 至今传为美谈, 只可孝成朝凤空想一人负人, 不得到手, 往葬送了他一条性命, 自己吃了许多惊恐, 又做了一年多间, 废掉了百来两银子, 方得明白, 有甚便宜处, 那尘事立个主意, 不从敷衍, 也不见得被人杀了, 至于因此一事, 那赵大九无对证的人命, 一并发觉, 越见得天心巧处, 可见, 七心事做不得一些的, 有师为证, 也荣会一银一从古语, 会见金夫不自主, 称商以字不有功, 何怪起一宠, 一纳人物, 笔侠者徒字强暴, 将此头颅向何许, 幽徒玉姬十年鱼, 笔处有头玉出土, 第二十八章赠之麻石破甲行邪草药巧, 事曰, 万物皆有情, 不论妖与鬼, 尿药可通灵, 方信其黄礼, 话说宋前道年间, 亦将一夕一个官人, 附掉临安都下, 因到西湖上游玩, 独自一人各处行走, 走的路多了, 觉得疲倦, 道边有一民家, 门前有几株大树, 树旁有十块可坐, 那官人遂坐下少息, 望去屋内有一双还女子, 明艳动人, 官人见了, 不觉心神飘荡, 助母而逝, 那女子也回眸流畔, 似有记情之意, 官人眷恋不舍, 自此时时到笔处少坐, 那女子是店家卖酒的, 就在里头做生意, 不避人的, 见那官人走来, 便含笑相迎, 静意为常, 往来记酒, 情意筹谋, 官人将言语挑动他, 女子唯有羞涩之态, 也不恼怒, 只是店在路旁, 人眼看见, 内有父母, 要求携雨水之欢, 终不能勾, 但只两心卷卷而已, 官人已得助选, 归妻有日, 调纳女子不下, 特到他家告别, 恰好其父出外, 女子独自在店, 见说要别, 是类私语的, 自与郎君相见, 彼此倾心, 欲以身从郎君, 父母必然不肯, 若私下随着郎君去了, 一饮一奔之名, 又羞耻难当, 今就此别去, 必知梦寐焦牢, 相思无矣, 如何是好? 那官人深感其意, 吉阳他临近人, 将这厚礼求聘为婚, 那父母见说是一江一席外郡, 如何的肯? 那官人只得快快而去, 自到家收拾妇任, 再不能与女子相闻音号了。 隔了五年, 又复经听调, 刚到都下, 寻个旅馆歇了行礼, 急去湖边寻访就有, 只见此居已换了别家在内, 问着五年前这家, 茫然不知, 临近人也多换过了, 没有认得他。 心中怅然不快, 回不中途, 忽然与那女子相遇, 看他年貌比西年已长大, 更加标致了好些。 那官人急忙失礼相依, 女子万福不迭。 口里道, 郎君隔阔许久, 还记得一奴一否。 那官人道, 魏阴道旧处寻访不见, 正在烦恼。 杏喜在此相遇, 不知宅上为何搬过了, 今在那里。 女子道, 一奴一已嫁过人了, 在城中小巷内。 无夫做酷, 奸在狱中, 故一奴一出来求救于人, 步框撞着五年前救世。 郎君肯到我家绰查房。 那官人欣然道, 正要向访。 两个人一头说, 一头走, 先在那官人的下厨前经过。 官人道, 此籍小生管舍, 可且进去谈一谈。 那官人正要淫勾着他, 那还心愿。 思量下厨, 尽好就做事, 那里还等得到他家里去。 一腰就腰了进来, 关好了门, 两个抱了一抱, 就退到床上, 行其云语。 那管舍是个独愿, 甚是僻静。 管舍中又无别客, 只是那一江一席官人一个住着。 女子见了光景, 便道, 此处无人知觉, 尽可偷住与郎君欢乐, 不必到吴家去了。 吴家里有人, 反更不便。 官人道, 若就肯住此, 更变得紧了。 一留半年, 女子有诗出外, 去去及时就来, 再不想着家中事, 也不见她想着家里。 那官人相处得浓了, 也忘记她是有夫家的一般。 那官人调得有地方了, 思量回去, 因对女子道, 我而今同你敲的家去了, 可不是长久之计吗? 女子见说要去, 便流下泪来, 道, 有句话对郎君说, 郎君不要吃惊。 官人道, 是什么话? 女子道, 一奴一字相时别了郎君, 终日思念, 奄奄成病, 积年而亡。 今知此身, 实非人类。 以素氏元气, 幽魂未散, 故此特来相从这几时。 欢气有限, 真朔已尽, 要从郎君远去, 这却不能勾了。 恐郎君他日有疑, 不敢避嫌, 特与郎君说明。 但殷气相亲已身, 一奴一去之后, 郎君腹中必当报下, 可快扶平未散, 不安精神, 即当痊愈。 官人见说, 不胜惊骇了许久, 又闻得教福平未散, 问道, 我曾读一间志, 见孙九鼎玉鬼, 一服此药。 无私此药皆平平, 何故奏效? 女子道, 此药中有仓术, 能去挟气, 你只依我言就是了。 说吧, 剃气不止, 那官人也相对伤感, 事业同勤, 极尽欢会之乐, 将到天明, 阳枯而别, 出门数步, 书已不见。 果然别后, 那官人抱下不止, 一言赎平未散付过才好。 那官人每对人说着此事, 还欺然泪下, 可见情之所中, 虽以为鬼, 犹然眷恋如此。 况别后之病, 又能流芳服药医好, 真多情之鬼也。 而今说一个妖物, 也与人相好了, 留着些草药, 不但医好了病, 又弄出许多因缘尸体, 成就他一生夫妇, 更为奇怪。 由一秦俄一词为证, 看其诀, 阴阳配合真丹节, 真丹节。 欢愉虽旧, 精神一解。 殷勤赠武机关谢, 因缘尽处伤离别, 伤离别。 三番草药, 百年欢月。 这一回书, 乃经诗老郎传流, 原名为灵狐三树草。 天地间之物, 为狐醉灵, 善能变换, 顾名狐媚。 北方最多, 宋师有无狐媚, 不成村之说。 又姓极间一银衣, 其显染着人, 无不迷惑, 故又名狐媚, 以彼世间一银一女。 唐使有狐媚, 天能获主之邪。 然虽是个妖物, 其间原有好歹。 如认识以身训正营, 连贞结之事也是有的。 至于成就人功名, 赌托人灾厄, 撮合人夫妇, 这样的事往往有之。 莫为妖泪便无好心, 只要有圆域的这。 国朝天顺贾身年间, 这一江亦有一个客商信奖, 专一在湖广, 亦将一席地方做生意。 那奖生年纪二十多岁, 生得仪容俊美, 眉目动人, 同伴里头倒是他模样可以选得过驸马, 其他昏名叫做蒋驸马。 他自家也以风情自负, 看世间女子轻易也不上眼。 倒是碧玉角色, 方可与他一对。 虽在江湖上走了几年, 不曾撞见一个忠心满意女子, 也曾同着朋友行愿人家走动两番, 不过是潜性而已。 公道看起来, 还则是他失便宜与妇人了。 一日置货到汉阳马口地方, 下载一个店家, 姓马, 叫的马月西店。 那个马月西是本处马少庆家里的人, 领着主人本钱, 开着这个些客商的大店。 店中尽有幽房碎格, 可以融置上等好客, 所以远方来的斯文人多来投他。 店前走去不多几家门面, 就是马少庆的家里。 马少庆有一位小姐, 小名叫的云蓉, 曲里青莲, 云响一长花响容之趣, 果然心交非常, 事所含有。 他家那楼小窗, 看得店前人见, 那小姐闲了, 时常登楼, 看望作耍。 一日正在临窗之际, 恰被店里蒋生看见。 蒋生远望去, 极其美丽, 生平目中所未堵。 一步步走进前去戏丸, 走得近了, 看得较真, 绝他没一处生得不妙。 蒋生不觉魂飞天外, 魄散久消。 心里妄想道, 如此美人, 得以相续一消, 也不枉了我的面旁风一流。 却怎生能够, 只管仰面吃看。 那小姐在楼上瞧见有人看她, 把半面遮藏, 也亏着蒋生是个俊俏厚生, 恰相不舍地就躲避着一般。 蒋生悦道是楼上流畔, 卖弄出许多飘逸身份出来, 要惹她动火。 只等那小姐下楼去了, 方才走回殿中。 关着房门, 默默暗说, 可惜不曾晓得丹青, 若晓得时, 苗也苗她一个出来。 次日问着殿家, 方晓得是主人之女, 还未曾许配人家。 蒋生道, 她是个世患人家, 我是个商骨, 又是外乡, 虽是为许下丈夫, 料不是我想得着的。 若只论起衣装的面旁, 却该坐一对, 才不亏了人。 怎生的阴云大使, 坐一个主便好。 大凡是不义得动情的人, 一动了情, 再接纳不住的。 蒋生自此行着丝, 坐着想, 不放下怀。 她原卖的是丝绸灵卷女人生活之类, 她秧店家一个小的拿了香笼, 引到马家宅里去卖, 指望撞着小姐, 得以宝看一回。 果然卖了两次, 马家家眷们, 你要买长, 我要买短, 多讨香笼里东西自家翻看, 去免讲价。 那小姐虽不十分出头露面, 也在人从之中, 遮遮掩掩地看无事。 有时也眼镖着蒋生, 四目相视。 蒋生回到下处, 岳家禁价不定, 长须短气, 恨不身生双翅, 飞到她规格中做一处。 晚间的春一梦, 也不知做了多少。 翘渊家默然来, 怀中搂抱。 罗杖里, 一跤依着骨, 要下千糟。 裙带头滋味十分妙, 你贪我又爱, 临住在家扰。 下! 梦儿里相逢, 梦儿里就去了。 蒋生眠思梦想, 日夜不至。 真所谓, 思之思之, 又从而思之, 思之不得, 鬼神将通知。 一日晚间, 关了房门, 正待独自去睡, 只听得房门外有行部之一声, 轻轻将房门弹响。 蒋生姓魏熄灯, 急忙点明了灯, 开门出看, 只见一个女子闪江入来。 定睛仔细一认, 正是马家小姐。 蒋生吃了一惊道, 难道又做起梦来了? 正心一想, 却不是梦。 灯明亮, 俨然与美貌的小姐相对。 蒋生以假以真, 惶惑不定。 小姐看见意思, 先开一道, 郎君不必一怪, 窃乃马家云荣也。 成郎君久垂顾叛, 窃义观情多时了。 经偶成家间空隙, 用计偷出重门, 不自嫌其丑陋, 愿伴郎君刻中遂计。 郎君勿以自现为孝, 妾知姓也。 蒋生听罢, 真各如饥得食, 如可得将, 宛然流, 软入天台, 下界凡夫得欲仙子。 快乐界侥幸, 难以言喻。 盲关好了门, 玩手供入冤为, 即讲于非之乐。 云与寄毙, 小姐吩咐道, 妾见郎君勺秀, 不能自持, 至于自见枕席。 然家言刚立, 以之风生, 祸不可测。 郎君死后, 妾不可轻置妾家门手, 也不可到外边闲步, 被别人看破行径。 只管夜夜虚掩房门相待, 人定之后, 妾笔自来。 万物轻易露泻, 时可欢好的久长耳。 蒋生道, 远乡孤客, 一见芳荣, 享目欲死。 虽然梦寐相遇, 还道先凡格远, 岂之和蒙不弃, 垂盼急于笔漏, 得以共枕同亲, 极尽人间之乐, 小生今日就死也明目了。 何况惊口吩咐, 小生敢不计心。 小生自此足不出户, 口不轻言, 只呆呆守在房中。 等到夜间, 侯小姐光想象俱变了。 天未明, 小姐起身, 再三计约了夜间, 然后别去。 蒋生自想真如玉仙, 胸中无限快乐, 只不好告诉的人。 小姐夜来明去, 蒋生守着吩咐, 果然轻易不出外一步, 唯恐露出行迹, 有赴小姐之约。 蒋生少年, 固然精神健忘, 竭力纵欲, 不以为疲。 当得那小姐身子之位, 疑似能争贯战的一般, 一刃颠缭捅缝, 再不推辞, 毫无厌阻。 蒋生到时时有怯败之意, 那小姐静向不要睡的, 一夜夜何曾修泻? 蒋生心爱的锦, 见他如此高兴, 倒是深归少女, 怎知男子之位, 又两情相的, 所以毫不避计。 尽着性子喜欢做事, 难得这样真心, 一发快活。 唯恐奉承不周, 把个身子不放在心上, 拼着性命做, 就一下走了羊, 死了也罢了。 弄了多时, 也觉有些倦怠, 面言看看憔悴起来。 正是, 二八家人一体四苏, 腰间仗剑斩鱼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教军骨髓哭, 且说蒋生同伴的朋友, 见蒋生时长日里闭门昏睡, 少见除外。 有时略略走得出来, 喝浅连天, 像夜间不曾得睡一般。 又不曾见他搭扮夜饮, 或者中了塑醒, 又不曾见他济管流连, 或者害了色病, 不知为何如此。 起来牵他去那里吃酒肃昌, 未到晚必定, 要回店中, 并不肯少留在外边 一更二更的。 众人多个疑心道, 这个行径, 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 想是背着人 做了些什么不明的勾当了。 我们相约了, 晚间吼他动静, 是必要捉破他。 当夜天色刚晚, 小姐一来。 蒋生将他藏好, 恐怕同伴疑心, 反走出来谈笑一会, 同吃些酒。 只等大家散了, 然后关上房门, 进来与小姐上床。 上的床时, 那一娇一欢高兴, 弄得你死我活, 哼哼轻轻地声响, 也顾不得旁人听见。 又且无休无歇, 外边同伴 惬意听得到, 蒋父马不知那里 撕弄个妇女 在房里受用。 这等酒站, 站得不耐烦, 一个个那会直竖起来, 多是出外酒了的人, 怎生尽的。 各自归房, 有的硬忍住了, 有的放了手冲子去睡了。 次日起来, 大家道, 我们到蒋父马房前守他, 看什么人出来。 走在房外, 房门虚眼, 推将进去。 蒋生自睡在床上, 并不曾有人。 众同伴一道, 那里去了。 蒋生故意道, 什么那里去了? 同伴道, 昨夜与你弄那话的。 蒋生道, 何曾有人? 同伴道, 我们众人多听得的, 怎么混赖的? 蒋生道, 你们见鬼了。 同伴道, 我们不见鬼, 只怕你这鬼了。 蒋生道, 我如何这鬼? 同伴道, 晚间与人干那话, 声响外闻, 早来不见有人, 岂非是鬼。 蒋生小的, 他众人夜来惬意听了, 亏得小姐起身地走, 去得无忌, 不被他们看见, 实为万幸。 亦是把说话之无道, 不瞒众凶, 小生少年出外, 观眶日久, 晚来上床, 忍之不过, 学做一娇一欢之一生, 一节欲火。 其实只是自家侯级的光景, 不是真有个在里面一交一合。 说着甚是惶恐, 众兄不必疑心。 同伴道, 我们也多是侯级的人, 若果是如此, 有甚惶恐。 只不要着了什么邪妖, 便不是耍事。 蒋生道, 并无此事, 众兄放心。 同伴四信不信的, 也不说了。 只见蒋生渐渐支持不过, 一日疲倦似一日, 自家也有些觉得了。 同伴中有一个姓下的, 明良策, 与蒋生最是相爱。 见蒋生如此, 心里替他担忧, 特来对他说道, 我与你出外的人, 但得平安, 便为大幸。 金人兄面黄肌瘦, 精神恍惚, 语言错乱。 急听兄晚间房中, 每每与人窃窃私语, 此必有作怪敲息的事。 人兄不肯与我美名言, 他日定要做出事来, 性命干系, 非同小可, 可惜这般少年, 葬送在他乡外府, 我被何忍。 邝小弟蒙兄挚爱, 有什么勾当, 便对小弟说说, 斟酌而行也好, 何必相瞒。 小弟赌个招, 不与人说就是了。 蒋生见下良策说得痛切, 只得与他识说道, 凶义死真肯, 小弟时有一件事, 不敢瞒凶。 此间主人马少卿的小姐, 与小弟有些缘分, 夜夜自来欢会。 两下少年, 为免情欲过度, 小弟不能坚忍, 以致生出疾病来。 然小弟幸免还是小事, 若此风生一路, 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 再三叮嘱小弟慎口, 虽小弟只不敢路。 金虽对仁兄说了, 仁兄万物露屑, 使小弟有妇小姐。 下良策大笑道, 仁兄诧异。 马家是相患人家, 众元俊弼, 高门岁雨, 岂有女子夜夜出得来。 况且旅馆之中, 众人杂踏, 女子来来去去, 虽是深夜, 难道不提防人撞见? 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 蒋生道, 马家小姐我曾认得的, 金分明是他, 再有何疑? 下良策道, 闻得此地惯有狐妖, 善能变化获人, 人兄所欲必是此物。 人兄今当谨慎自爱。 蒋生那里肯信, 下良策见他迷而不悟, 愁愁了一夜, 心生一记道, 我只教他十出踪迹来, 方才肯住手。 只因此一记, 有份一交一, 身妖怪, 难藏丑惠之行, 优势相驱, 斗遍一温一柔之志。 用着那神仙洞里千年草, 成就了青象门中百岁元。 且说蒋生心神祸乱, 那听好言。 下良策劝他不转, 来对他道, 小弟有一句话, 不爱凶事的, 凶事逼小弟而行。 蒋生道, 有何事教小弟做? 下良策道, 小弟有件物事, 甚能分别携证。 人兄等那人今夜来时, 把来赠他拿去。 若真是马家小姐, 也自无防, 若不是时, 须有认得他处, 这却不爱人兄事的。 人兄当以性命为重, 自家留心变了。 蒋生道, 这个却使得。 下良策就把一个粗麻布袋 带着一包东西, 递于蒋生, 蒋生收在袖中。 下良策再三叮嘱道, 切不可忘了。 蒋生不知何意, 但自家心里也有些疑心, 便打点依他所言, 事宜试看, 料也无碍。 事业小姐到来, 欢会了一夜, 将到天明去时, 蒋生记得下良策所主, 便将此带出来赠他道, 我有些少物事, 送与小姐拿去, 且到规格中慢慢自看。 那小姐也不问是什么物件, 见说送他的, 欣然拿了就走, 自出殿门去了。 蒋生睡到日高, 皮衣起来, 只见床面前多是些碎芝麻粒, 一路出去, 洒到外边。 蒋生恍然大悟道, 下兄对我说, 此囊中物, 能别邪正, 原来是一袋芝麻。 芝麻那里, 是辨别的邪正的。 他以粗麻布为大, 明是要他撒浆出来, 就此刻意认他来宗去记, 这个就是教我辨别邪正了。 我而今跟着这芝麻踪迹寻去, 好歹有个住处, 便见下落。 蒋生不说与人知, 只自心里明白, 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麻处便走。 眼见得不到马家门上, 明知不是他家出来的人了。 芬芬畜畜, 钻灵园, 穿林过野, 芝麻不断。 一直跟寻到大别山下, 建山中有个洞口, 芝麻从此进去。 蒋生小得有些诧异, 担着一把汗, 往洞口走进。 果见一个聘湖, 身边放着一个芝麻布袋, 放倒头在哪里酣睡。 几转瓷雄砍雨离, 皮囊改换使人迷。 此时正做阳台梦 还是为云为雨时 蒋生一见大惊 不觉喊道 来魅舞的是这个妖舞鹤 那狐姓吉林 虽然睡卧甚是警醒 一闻人生 猴把身子变过 仍然是个人形 蒋生道 无以识破 便来何干 那狐走向前来 执着蒋生守道 狼君勿怪 我为你看破了形藏 也是缘分尽了 蒋生见他仍负就行 心里老大不舍 那狐道 好教狼君得知 我在此山中修道 将有千年 专一与人配合雌雄 炼成内丹 向见狼君勺力 正思借取原阳 无门可入 却得狼君 钟情马家女子 私慕真切 故而效仿其行 特来配合 一来驻君之欢 二来乘我之事 今行计已路 不可再来相陪 从此永别了 但往来已久 与君不能无情 君身为我得病 我当为君治了 那马家女子 君记心爱 我又假托其貌 妖君恩一宠一多时 我也不能戛染 当为君谋取 使为君妻 以了心愿 是我所以报君也 说吧 就在洞中 手携一般稀奇的草来 树作三树 对蒋生道 将这头一树 尖水自洗 当时你一经一丸 弃足 壮简如故 这第二树 将去敲的 洒在马家门口暗处 马家女子 及时害起来 病来 然后将这第三树 去尖水 与她洗浊 这赖病子好 女子也归你了 心人相好时节 莫忘我做梅的旧情也 遂把三树草 一一交一副奖声 奖声收好 那胡又吩咐道 甚至 甚至 莫对人言 我亦从此示意 言必 依然化为弧形 跳跃而去 不知所往 奖声又惊又喜 仅藏了三树草 走归殿中来 叫殿家烧了一锅水 敲地放下一树草 煎成药汤 是夜将来自洗一番 果然神气开爽 已经一粒陡剑 沉睡一笑 次日 将近一照 那些伟黄之色 一毫也无了 方知仙草灵艳 锦其言 不向人说 夏良策来问 昨日踪迹 奖声推道 灵智水边已住 不可跟踪 想来是个怪物 我而今看破 不与他往来变了 夏良策见他容颜复旧 便道 凶心一正 病色变退 可见是个妖妹 今不被他迷了 便是好了 连我们也得放心 奖声口里称谢 却不把真心说出来 只是一一壶一经一之言 觅去干着自己的事 将着第二束草手到黄昏仁静后 走去马绍青门前 向护坎底下墙角暗处 各个洒放停荡 目回殿中 等待消息 不多两日 纷纷传说 马家云荣小姐 升起来窗来 初起时不过二三处 虽然闲增 还不十分在心上 渐渐浑身赖发 但见 星骚遍体 臭味难当 玉树亭亭 改作榆林村村 花枝鸟鸟 变为度时累对 养冻处不住爬骚 满指甲双飞雪落 痛来时起盛揪击 震潮昏抹泪柔痴 谁家女子嫩般称 闻到先如以为赖 马家小姐呼唤赖窗 疲养浓腥 痛不可忍 一个艳色女子弄成 人间厌恶 父母无计可施 小姐求死不得 请个外科先生来医 说得甚不直视 敷上药去就好 一言敷至 过了一会 浑身针刺 却像包她皮下来 一般疼痛 请客也熬不得 只得仍旧洗掉了 又有内科医家前来处方 说是内里服药 调得血脉停荡 风气开散 自然全可 只是外用服药 这叫的治标 绝不能除根的 听了她把煎药日服两三剂 落得把脾胃烫坏了 全无功效 外科又争说是她专门 毕竟要用擦洗之药 内科又说是费精受风 毕竟要吃消风散毒之计 落得做病人不着 挨着疼痛 熬着苦水 今日换方 明日改药 医生相骂了几番 你说我无功 我说你没用 总归美账 马绍青大张告示在外 有人能医得痊愈者 赠淫百两 这些医生看了告示 只好验拓 真是孝顺郎中 也算作竭尽平生之力 查尽密藏之书 再不曾见有些小孝处 小姐已是十死九生 只多的一口气了 马绍青束手无策 对夫人道 女儿害着不治之症 已成废人 金出了重赏 再无人能医的好 莫若设了此女 带有善依此政者 即将女儿与她为妻 道陪壮年 招坠入室 我女儿颇有美名 或者有人目死 献出其方来救她 也未可知 就未必门当户对 譬如女儿害病死了 就是不死 这样一个赖人 也难嫁着人家 还是如此 树极有望 遂大树于门道 小女荣染患赖极 因人等能以其方奏效者 不论高下门户 远近地方 即以此女嫁之 坠入为序 立此为兆 蒋生在殿中 已知小姐 并赖出榜朝一之事 心下暗暗称快 然未见她说到婚姻上边 不敢轻易兜了 直恐远地客商 她日便衣好了 只有金箔酬谢 未必肯把女儿与她 故此藏着机关 静看她家尸体 果然并不得全 换过榜文 有一好招贼之说 蒋生服长道 这番老婆到手了 急去接了门前榜文 自称能医 门宫剑说 不敢迟滞 历时奔进通报 马少卿出来相见 见了蒋生一表飞俗 仙子喜欢 问道 有何妙方可以医治 蒋生道 小生缘不夜衣 曾遇一人传有仙草 专治赖吉 手道可以并除 但小生不目金箔 为求不爽榜上之言 小生自当效力 马少卿道 下官执此爱女 得荣俱备 不幸忽犯此急 已成废人 若得君子施展妙手 其死回生 绑上之言 岂可自食 自当以小女余生 奉事鸡肘 蒋生道 小生缘吉 这一江一 远隔异地 又是经商之人 不亦席亦如夜 只恐有殿门风 今日小姐并言消减 所以舍得轻许 她日一好复旧 万一悔却前言 小生所望 岂不复之东流 先须说得明白 马少卿道 亦将一正名邦 原非异地 经商亦是善业 不是贼流 看足下气体 亦非以下之人 何况有言在先 远近高下 借所不论 只要医得好 下官铁在近身 岂为一病女 就做爽信之事 足下但请用药 万无他矣 蒋生剑说得的确 就把那一束草窍 煎起汤来 与小姐洗澡 小姐闻得药草之香 已自心中爽快 道得倾下愈合 通身操洗 可煞作怪 但是汤到之处 疼得不疼 痒得不痒 透骨清凉 不可名状 小姐把浓污抹进 出了愈合 身子轻松了一半 眠在床中一夜 淡觉窗家渐落 粗皮层层脱下来 过了三日 完全好了 再赴清汤玉饼一番 身体映然如玉 比前日更加嫩香 马绍清大喜 去问蒋生下厨 原来就住在本家店中 急着人请得蒋生过家中来 打扫书房与他安下 只要捡个好日 就将小姐坠他 蒋生不胜之喜 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将过来 住在书房 等候假期 马家小姐心中感激 蒋生就好他病 见说就要嫁他 虽然情愿 未知生的人物如何 叫梅香探听 原来即是曾到家里 卖过邻圈的客人 多增认得他面旁标志的 心里就放得下 即日已到 马绍清不负前言 主张成婚 两下少年 多是美丽人物 你贪我爱 自不必说 但蒋生未成婚之先 心有胡女假扮 相处过多时 偏是他熟认得的了 一日 马小姐说道 你是别处人 甚气力道的我家里 天叫我生出这个病来 成就这段姻缘 那个先方 是我与你的媒人 谁传与你的 不可忘了 蒋生笑道 是有一个媒人 而今也没谢他处了 小姐道 你且说是那个 今在何处 蒋生不好说 是胡一精一 捏个谎道 只为小生 曾瞥见小姐方容 眠思梦想 寝食俱沸 心意制成了 感动一位仙女 假托小姐容貌 来与小生往来了多时 后被小生识破 她方才说 果然不是真小姐 小姐应该幕下有灾 就把一束草椒小生 来救小姐 说当有姻缘之分 金果英奇言 可不是个媒人 小姐道 怪到你见我像旧时一般 原来曾有人 假过我的名来 而今在那里去了 蒋生道 她是仙家 一被识破 就不再来了 知她在那里 小姐道 几乎被她坏了我名声 却也亏她救我一命 成就我两人姻缘 还算做个恩人了 蒋生道 她是个仙女 恩与愿总不挂在心上 只是我和你和该做夫妻 遇得此等仙缘 称心满意 但愧小生不才 又去了小姐儿 小姐道 夫妻之间 不要如此说 况我是垂死之人 你起死回生的大恩 正该终身奉侍君子 切无所恨意 自此如鱼似水 蒋生也不思量回乡 就住在马家终身 夫妻偕老 这是后话 那蒋生一般同伴 见说她坠在马少倾驾了 多个不知其有 唯有夏良策 见蒋生说着马小姐的话 后来倒是妖媚的贾托 而金剑真个做了女婿 也不明白她背戏 多来与蒋生庆喜 夏良策私下戏问根由 蒋生满起用草生赖一段话 只说 前日贾托马小姐的 是大别山湖一经一 后被夏兄一经一步之马之计 追寻踪迹认出真行 他赠此药草 教小弟去医好马小姐 就有因缘之分 小弟今日之事 皆胡一经一之利也 众人见说 多称其道 一向称兄为蒋父马 金仁兄在马口地方做客 住在马月西殿 竟为马少倾家之婿 不托一个马字 可知也是天意 生出这胡一经一来 成就此一段姻缘 驸马之称 便是前颤了 人家相传以为佳话 有等痴心的 就恨怎生 我偏不撞着胡一经一 得有此奇遇 妄想的一个不耐烦 有诗为证 人生自是有姻缘 得欲灵狐亦有然 妄亦洞中三树草 岂之月下赤绳千 也始事曰 生始窥女而吉木斯 女不知也 胡是阴剑 故甲女来 生以色自祸 而胡祸之也 思虑不起 天君泰然 吉胡何为 然以祸始而以福中 一生后幸 虽然胡梅游胡妹也 忠死色任矣 第二十九章 一一孩王玉英 佩服长聘金寒秀才 尽是层闻有鬼子 金之鬼子乃其长 既能成的雌雄配 也会生而在鸣壤 话说国朝龙庆年间 陕西西安府 有一个亿万户 以卫兵入屯经师 同乡有个诸公部 相遇的最好 两家妇人各有好运 万户与公部偶在朋友家里同习 一时说起 就两下只赴为婚 一俗里各割山巾 彼此互藏 写下合同文字为定 后来公部建言 触武了圣旨 亲将为四川 互周周判 万户生了边上参将 各奔前程去了 万户这边生了一男 传闻朱家生了一女 相隔既远 不能勾图完前盟 过了几时 公部在折索水土不服 全家不保 剩的一两个家人 投脱着在川中 做官的亲眷 经济得丧事回乡 殡葬在郊外 其实万户 也为士隔任回味 身故在家了 万户之子一大郎 年已长大 一经一蜀武艺 日夜与同伴持马 叫设 一日正在绝逐之际 忽见草间一吐腾起 大郎舍了同伴 晚宫赶去 赶到一个人家门口 不见了拖 望内一看 原来是一所大宅院 宅内一个长者走出来 衣贯伟然 是各式大夫模样 将大郎向了一向 道 此非一郎吗 大郎见识认得他的 吉下马相依 长者拽了大郎之手 不进堂内来 众见过礼 及吩咐里面 至酒相款 酒过数询 一大郎请问长者姓名 长者道 老夫与一郎家福不薄 老夫教一郎 看一件信物 随叫书童在里头 取出一个匣子来 送与大郎开看 大郎看使 那有罗山一角 文书一纸 和缝鸭子半边 尚写道 诸 一两姓 情记断金 家皆种欲 得雄者为序 辟邪百年 被蒙的天艳之 天艳之 龙庆某年月日 朱某 一某书 做客某某为证 大郎仔细一看 认得是父亲万户亲笔 不觉泪下一娇一矣 只听得后堂传说 如人同小姐出堂 大郎抬眼看使 见一个年老妇人 朱冠飞袍 拥一女子 鸟鸟亭亭 走出厅来 那女子 真色淡容 蕴袖鲍丽 世上所未曾见 长者指了女子 对大郎道 刺激若悉 尊翁所定 以配君子折掩 大郎拜见如入已过 对长者道 即知此段良缘 处于仙人成命 但媒术未通 礼仪未备 奈何 长者道 亲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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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 何须执法 至于疑闻未竭 更不必计较 郎君倘若不弃 今日即可就申管 万物推辞 大郎此事意乱心迷 身不自已有 女子已进去装书 须于出来行礼 花烛合音 西一家礼仪 是夜送归洞房 两清欢悦 字不必说 正是欢于夜短 大郎匆匆移住数月 静不记得家里了 一日忽然念着道 前日骤马到此 路去家不远 何不回去看看就来 把此意对女子说了 女子秉之父母 那长者予如人坚毅不许 大郎问女子道 岳父母为何不肯 女子垂泪道 只怕你去了不来 大郎道 那有此话 我家里不知我在这里 我回家说声就来 一日内的事 有何不可 女子只不应允 大郎见她做男 就不开口 又过了一日 大郎道 我马闲着 久不齐坐 只怕失调了 我须骑出去盘旋一回 齐家听信 大郎走出门 移上了马 加上树边 那马四脚腾空 一跑树里 马上回头看那旧处 何曾有什么庄愿 集盘马转来一刃 连人家影迹也没有 但见群众累累 荒腾野蛮而已 归家昏昏了几日 才与朋友们说着这话 有老成 人晓得得到 这两家割金之盟 果是有之 但公不举家已绝 郎君所遇 乃其幽公 想是溯源未了 故有此意 幽名各路 不宜相亲 郎君勿可再往 大郎听了这话 又眼见奇怪 果然不敢再去 自道经师 习了父侄回来 奉上思习文 管鼠未印事物 夜出寻宝 殴之一出 忽见前日女子 怀抱一小儿迎上前来 道 一郎认得切否 郎虽妄妾 宝中之儿 谁人所生 此子有贵征 必能大军门户 今已还郎 抚养他城 人 妾意借手 不负于郎矣 大郎念着前情 不负顾忌 抱那儿子一看 只见眉清目秀 甚是可喜 大郎未曾娶妻游子的 见了好个孩儿 岂不快活 走进前去 要与那女子 重续离情 再说端的 那女子忽然不见 竟把怀中之子掉下 去了 大郎带了回来 后来大郎另娶了妻 又断闲 再续了两番 立意要求美色 娶来的 皆不能如此女之貌 又绝无声息 唯有得此子长成 永利过人 兼有雄掠 大郎因前日女子 有大军门户之说 见她不凡 身有大望 一世八岁了 大郎眷于荣物 就让她求了职 以类见其功 类观至都督 果如女子之眼 这件事全似 近时泛阳卢冲 与崔少福女 今晚幽婚之事 然有地有人 不是将就说 附会出来的 可见因缘未完 幽冥配合 鬼能生子之事 往往有之 这还是目前的 鬼魂气未散 更有几百年鬼 也会与人生子 做出许多画饼来 更为奇绝 要知此段画文 先听几首 七言绝句为证 洞里仙人路不遥 洞庭烟宇宙潇潇 莫叫吹笛城头阁 尚有销魂鸟雀桥 七一 莫亚鸳会有缘 桃花结子已千年 陈心不识兰桥路 信是蓬莱有折线 七二 昭穆云参民楚官 清鸾信不断辰还 乍风仙旅抛逃打 笑我轻拨赵武还 七三 这三首乃女鬼王玉英 一夫韩庆云之事 那韩庆云 是福建福州府 福清县的秀才 他在本府长乐县 蓝田石龙岭地方 开馆寿图 一日散步领下 剑鹿蛇有枯骨在草丛中 心里侧然道 不知是谁人遗骸 暴露在此 吴文收眼遗骸 人人之事 今此还无主 吴在此间开馆 既为吴所见 即是吴责了 就归向林家借了 除产本叉之类 又没个帮助 亲自动手 一埋亭党 搓土为香 滴水为酒 以安他魂灵 致敬而去 失业读宿书馆 忽见篱外 臂臂包包 敲得离门响 韩生起来 开门初看 乃是一个美丽女子 韩生慌忙盈依 女子道 且到尊馆 有话奉告 韩生在前引导 同志馆中 女子道 妾姓王 明玉英 本是储中 相谈人士 宋得幼年间 父为敏周首 将兵御猿人 立战而死 妾不肯受 一壶一鲁之辱 死此岭下 当时人连其真意 陪图掩父 经经两百余年 还比偶出 盟军埋藏 奔罪深重 深夜来此 御图相报 韩生道 眼海小事 不足挂齿 人鬼道书 何劳健顾 玉英道 妾虽非人 然不可谓无人道 君是读书之人 忧婚明和之事 事所常有 妾蒙君葬埋 便有夫妻之情 旷夙缘甚重 愿奉君枕席 兴物为矣 韩生孤管寄了 见此美妇 虽然明说是鬼 然行步有影 衣衫有凤 积极楚楚 绝无鬼系 又且说话明白可听 能不动心 虽欣然留与同诉 一交一感之际 一如人道 毫无所异 韩生与之相处 一年有余 情同抗力 忽一日 对韩生道 切于去年七月七日 与君一交一接 赋以受任 今当产了 事业即在馆中产下影 初时 韩生与御婴往来 聚在夜中 生徒聚散 无人知觉 今已有子 虽是御婴自己辱报 却是婴儿提升 瞒不得人许多 渐渐有人知觉 但亦不知女子是谁 婴儿是谁 没个人家主名 也没人来查她戏账 只好一壶一猜乱讲 总无实据 船将开去 韩生的母亲也知道了 对韩生道 你山间触管 恐防妖妹 外边传说 你有私欲的事 果是怎么样的 可是对我说 韩生把眼孩相报 及御婴姓名说话 被细数一遍 韩母精道 依你说来 是个多年之鬼了 一发可略 韩生道 说也奇怪 虽是鬼类 识不亦人 以语而生下一子了 韩母道 不信有这话 韩生道 而岂敢造言妻母亲 韩母道 国有此事 我未有孙 正巴不得要个孙 你可报归来 与我看一看 方信你严是真 韩生道 代儿与她说着 果将母亲之言说之 御婴道 孙子该去见婆婆 只事儿受阳气上浅 未可便与生人看见 待过几时再处 韩生回复母亲 韩母不信 定要捉破她踪迹 不与儿子说之 忽一日 自己须地到馆中来 御婴正在馆中楼上 将了果子喂着儿子 韩母一直闻将上楼去 御婴望见有人 急抱着儿子 从窗外逃走 为儿的果子 多遗弃在地 看来像是连肉 抬起仔细一看 原来是风房中白子 韩母大惊道 此必是怪物 娇儿子 切不可再尽他 韩生口中唯唯 心下实舍不得 等得韩母去了 玉婴就来对韩生道 我因有此而在身 取来不便 今婆婆以怪物 以我 我再此也无言 我今抱了他回故乡 相谈去 寄养在人间 他日相会罢 韩生道 相遇许久 如何舍得离别 项念时节 娇小生怎生过的 玉婴道 我把此而寄养了 自身取来由我 仅有二主应留在军所 倘若项念 即有什么急事要相见 只把两婴相机 我当自治 说罢 即飘然而去 玉婴抱此而到了湘潭 写七字在儿一带上道 十八年后当来归 又写他生年月日在后边了 气在河旁 湘潭有个皇宫 父儿无子 到河边遇见 拾了回去养在家里 玉婴已知 来对韩生道 而已在湘潭皇家 无有书在一带上 以十八年为约 彼时当得相会 一同归家 今我身无泪 可以认从去来了 此后 韩生要与玉婴相会 遍及竹婴 玉婴寄来 凡有疾病祸患 与玉婴言之 无不理解 甚至他人祸福 玉婴每先对韩生说过 韩生与人说 力有应验 外边传出去 尽到韩秀才遇了妖邪 以妖言惑众 恰好其实主人有女 一饮一奔于外 又有依韩生所欲之女 即是主人家的 弄得人言四起 韩生声明颇不好听 玉婴知道 说与韩生道 本欲相报 今反相类 渐渐来得稀疏 相期一年只来一番 来必以七夕为度 韩生敢其后裔 竟不再取 如此一十八年 玉婴来对韩生道 一代之妻已至 岂可不去一访之 韩生一言 告知韩母 遂往相谈 正是 阮修畅论无鬼 岂知鬼又生人 昔有寻亲之子 今为寻子之亲 岳说 湘潭黄翁一向无子 偶至水滨 见有妻儿在地 抱去回家 看见眉清目秀 聪慧可爱 杨已为子 看那一代上面 有十八年后 当来归妻子 心里一道 还是人家的确相计 没奈何抛下的 还是人家生的儿女多了 他受累弃着的 既已抛弃 如何又有十八年之约 此必是他父母 既不预留 又不人舍 明白记着 既养在人家 他日必来相访 我今现在无子 且收来养着 到十八年后 再看如何 黄翁自私得此儿之后 忽然自己连生二子 因将所实之而取名贺灵 自己二子分开他二字 一名贺算 一名严陵 一同送入学堂读书 贺灵敏惠一场 过目成颂 二子虽然也好 总不及他 总某之时 三人一同游想 黄翁欢喜无尽 也与二子一样相待 毫无差别 二子是老来之子 黄翁急欲 他早成家事 目前生孙 十六七岁 多与他避过了阴 只有贺灵 因有一代之语 怕父母如妻来访 未必不要归宗 是以读他迟迟未去 却是黄翁心里 过意不去的 为我长子 怎生反未有世家 先将四十斤 与他定了 礼中义士之女 那贺灵也晓得 一代之事 对黄翁道 而自幼蒙府养身恩 已为翁子 但本生父母既约的有妻 岂可取而不告 虽蒙片下妻事 且待此妻已过 父母不来 然后成婚 未为迟也 黄翁见他讲得有理 只得平他 既到了十八年 多玄玄望着 看有什么动静 一日 有个福建人在街上 与人谈性命 访得黄翁之家 求见黄翁 黄翁心里指望三子 立刻刻鸣 见识星象家 无不沿街 闻得远方来的 已有艺术 遂一面请坐 将这三子年 假央请推算 谈星的假意 推算了一回 指着贺灵的八字 对黄翁道 此不是翁家之子 他生来不该在父母身边的 必得祭养出外 方可掌成 即是掌成之后 即要归宗 目下已是齐齐了 黄翁见他说出真底实话 面色通红道 先生好胡说 此三子接我亲子 怎生有祭养的话说 何况说的更是我长子 成我宗陶 那里还有宗可归处 谭星的大笑道 老翁岂望 一代之语乎 黄翁不觉失色道 先生何以知之 谭星的道 小生非他人 即是十八年前 弃而知寒秀才也 孔翁家不承认 故此假扮作谭星之人 来探宗际 金记在翁家 老翁必不使此子 媚了本性 黄翁道 一代之曰 果然是真 老汉岂可媚的 况我自有子 便一日身亡 料以不田沟贺 何必赖取人家之子 但此子为何见弃 岂道奇祥 韩生道 说来施舍怪异 不好告诉 黄翁道 既有令郎这段元气 便是自家骨肉 说于老夫之道 也好得知此子本末 韩生道 此子之母 非今世人 乃二百年前 真女之魂也 此女在宋时 父为敏官 御敌尸首 全家死结 其魂不露 与小生配合生 因被外人所疑 他说家事相谈 将来贵处寄养 一代之子 接其亲书 今日小生到此 也是此女所命 不想果然遇着 感情一见 黄翁道 有如此非怪异事 想令郎出身如此 必当不凡 金令郎与小儿 共是三兄弟 同到长沙应世去了 韩生道 小生既远寻到此 就在长沙 也要道比一面 只求老翁 念我天性父子 恩使归宗 便为万幸 黄翁道 父子至亲 亦当使君还诸 旷世足下名媛 岂可见阁 但老夫十八年抚养 已不必说 只近日下品之资 也有四十斤 子既已归足下 此品金须的相还 韩生道 老翁恩德难报 至于聘金 自宜奉还 荣小生见过小儿之后 归与其母济之 必不敢赴一眼 韩生就别了黄翁 竟到长沙访问 黄翁三子应世的下处 已问着了 就写一帖传语 黄翁大儿子贺灵 帖上写道 十八年前 宇文一代史人韩某 贺灵一见 一代说话 感动于心 惊出请见到 足下何处人士 何已知的一代尸体 韩生看那贺灵日个 年方若冠 体不胜一 清标顾饼复行 腌制油桶母帽 寻寻如雅 尽道是十八岁书生 渺渺原流 岂知乃二百年鬼子 韩生看那贺灵模样 俨然与王玉英相似 情知是他儿子 遂答道 小郎君可要见血一代的人否 贺灵道 血一代之人 非无父及无母 原约在今年 金足下知其人 必是有的信 忘其见教 韩生道 血一代之人 即无欺王玉英也 若要相见 先须认得我 贺灵剑说 知是其父 大哭抱住道 果是无父 如何舍地 弃了儿子 一十八年 韩生道 如母非凡女 乃二百年鬼仙 与我配合身 因如养不便 要寄托人间 如母缘吉相谈 故将至此地 我食福剑秀才 与如母姻缘 也在福剑 尽如若不忘本生父母 须别了此间义父 还归福剑为事 贺灵道 无母如今在那里 儿也要相会 韩生道 如母修去修来 本无定所 若要相会 也须到我闽中 贺灵致性所在 不胜感动 两弟贺算 严灵在旁边听见说着 要她归福剑说话 少年心性不觉大怒起来 道 那里来的这野汉 造此不耕之谈 来诱哄人家子弟 说着不达道理的说话 好丹丹一个哥哥 却教她到福剑去 有这样胡说的 那家人每见说 也多称怪奇迷 对贺灵道 大官人不要听这个游方人 他每专打听着人家尸体 来撰造是非哄诱人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扯的扯 推的推 要揉她出去 寒声道 不必罗造 我已在湘潭 见过了你老主翁 他只要玩得 聘金四十两 便可赎回 还只是我的儿子 你们如何胡说 众人那里听他 只是推他出去为敬 贺灵心下不安 再三恋恋 众人也不顾他 两弟狠狠道 我胸无主意 如何与这些闲棍讲话 饶他一顿打 便是人情了 贺灵道 一带之语 必非虚语 此时无复来寻盟 他说道 曾在湘潭 见过爹爹来 回去到家里 必知端的 贺算 严陵两人 与家人只是不信 管住了下处门手 再不放进去 贺灵相见了 韩生自私 儿子虽得见过 皇家婚聘之物 理所当还 金没个处法 还得他 空手在此 一年也无意 莫要想的儿子归去 不如且回家去 再做计较 心里逐一未定 到了晚间 把逐英激将起来 王玉英极致 韩生因说着 已见儿子 皇家要常取聘 金方德赎回的话 玉英道 聘金该还 此间未有处法 不如且回敏中 别图机会 一家亲事 亦是前缘 带取了聘金 再到此地完成其事 未为完也 韩生因此决意回敏 一路浮香涉湖 但是波浪险阻 玉英便到周中护卫 至于盘战缺乏 也是玉英暗地资助 得以到家 到家之日 李林惊骇 倒是韩生向来御妖 许久不见 是被妖魅拐到那里去 必然丧身在外 不得归来了 金剑好好还家 以为大旗 平日往来的 多来探望 韩生因为众人疑心 坏了他 见来问的 索性一一把实话 从头至尾 背数于人 一些不满 众人见他不死 又果有儿子在相谈 放心他说话实实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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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遇了仙缘 多来目陷他 不认得的 尽想一世其面 又问韩生 为何不领了儿子归来 他把聘金未曾还得 相谈养父之家 不肯的话说了 有好事的多愿相助 不多几十 凑上了二十余金 尚少一半 夜间姬英 与王玉英商量 玉英道 既有了一半 你只管起身前去 途中有凑那一半之处 韩生随即动身 到了半路 在一江一边 一所古庙边经过 玉英呼来对韩生道 此庙中神处里坐着 可得二十斤 祖海品金了 韩生一眼 舶船登岸 走入庙里看时 只见庙门颓败 神路荒凉 直窝的小表无头 拿步的判官落冒 亭中多寿迹 狐狸在此消藏 地上少人踪 亡两头来夜宿 存有千年香火样 何曾一墨指前飘 韩生到神处边 揭开账漫来看 灰尘堆来有寸多后 心里道 此处那里来的银子 然想着 玉英之言 未曾有差 且依他说话 爬上去 蹲在处里 喘息未定 只见一个人 慌慌忙忙走将近来 将手在 岸前香炉里乱塞 塞吧 对着神道声诺道 望菩萨 遮盖遮盖 所罚之咒 不要做准 又见一个人 在外边嚷进来道 你七心 偷过了二十两银子 打点混来 我与你此间神道 面前伐个咒 伐的咒出 便不是你 先来那个人 便对着神道 口里念诵道 我若偷了银子 如何如何 后来 这个人见他赌的咒出 遂放下脸子道 果是与你无干 不知在那里错去了 先来那个人 把身子抖一抖 两袖洒一洒道 你看我身边须眉藏处 两个清清浓浓 一路说着 外边去了 寒生不见人来了 在神厨里走江出来 摸一摸香炉 看世间藏的是什么东西 摸出一个大纸包来 打开看时 是一包成定的银子 约有二十余两 寒生道 惭愧 眼见的这仙人来的 满起同伴的银子 藏在这里 等赌过咒搜不出时 慢慢来取用 岂之以先为鬼神所知 归我首也 欲待不取 总来是不义之财 欲待还那施主 又明显出 这个人的偷窃来了 不如依着御英之言 且将去做熟子之本 有何不可 当下取了 出庙下船 船里从容一称 国有二十两众 分毫不少 寒生大喜 到了湘潭 竟将四十斤来送还黄翁聘礼 求熟贺灵 黄翁道 昏蒙已定 男女拒已及时 老夫欲将此相与令郎丸的殷亲 此后再已闺蜜 维族下乔子自作主张 则老夫誓题也完了 寒生道 此间老翁欲成美意 敢不听命 黄翁着没人 与一家说之此事 一家不肯起来道 我家初时只许嫁皇公之子 门当户队 又同礼为婚 彼此巨变 接闻此子原籍福建 亦是配合了 他日要离了归乡 相隔这四五千里 这怎使得 必须讲过 旨在皇家不去的 其事方形 没人来对黄翁说了 黄翁巴不得他不去的 将此语一一告诉韩生道 非官老夫要留此子 乃亲家之急如此 旷令郎明在楚界 昏在楚地 还敏之说 必是不要 为之奈何 韩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 在姬竹英与玉英商量 玉英道 一向说一家亲事是前缘 既已跟办在此 怎肯放去 况且本集乡中 就等儿子做了此间女婿 成立在此也好 郎君只要父子相认 何必闺蜜 韩生道 闽氏无乡 我母还在 若不闺蜜 要此儿子何用 玉英道 事属到此 不由均算 若执意闺蜜 儿子婚姻便不可成 郎君将此儿闺蜜中 又在何处另结良缘 不如且从皇 一两家之言 成了亲事 他日儿子自有分小也 韩生只得把此意 回复了黄翁 一凭黄翁主张 黄翁先叫贺灵认了父亲 就收拾书房 与韩生歇下了 然后将此四十两银子 支分作花竹之费 到一家到了日子 一家见说不回福建了 无不依从 成亲之后 贺灵对付韩生说 要见母亲一面 韩生说与玉英 玉英道 是我自家儿子 正要见她 但此间生人多 非我所依 可对儿子说 人静后房中 悄悄基英 我当见她夫妇 两人一面 韩生对贺灵说之 就把竹鹰密赋予她 贺灵领着去了 等到黄昏 贺灵基英 只见一个淡庄女子 在空中下来 贺灵夫妻 知识尊章 双双跪下 玉英抚摸一番 道 好一对儿子媳妇 我为你一点骨血 一经一元所迁 二百年真静之幸 不得安闲 今兴以城房立户 我愿以玩意 贺灵道 儿子颇读诗书 曾见古今世纪 如我母数百年 一经一魂 悠然游戏人间 生子成立 成为稀有之士 不知母亲何数至此 望起见教 玉英道 我以真烈而死 后土路为鬼仙 许我等生义子 延起血脉 辱妇有眼孩之人 因得可计 故我就与配合生辱 以报其恩 此皆生前之注定也 贺灵道 母亲既然灵通如此 何不及流济人间 使而席辈得以朝夕奉养 玉英道 我与辱妇有缘 故得数见于事 然非因时道所依 今日特为要见吴儿 与媳妇一面 故此再来 此后也不再来了 直待闺蜜之时 时有领下再当一见 吴儿虔诚远大 免之 免之 说吧 腾空而去 贺灵夫妻 恍恍自施了半日 才得定性 事虽怪异 想着母亲之言 句句有头有尾 贺灵自探道 读尽败官也使 今日若非生为之子 随你传闻 岂肯极信也 此日与黄翁及两弟说了 巨个惊骇 贺灵随将竹鹰 一交一环寒生 背说母亲夜来之言 寒生道 金汝托一付恩婢 成家立业 聚在于此 闺蜜之妻 只在何时 只好再过几时 我自回去看婆婆罢了 贺灵道 父亲不必心交 秋世在即 且待儿子应试过了 再商量旧事 从此寒生 且只在皇家住下 贺灵与两弟 聚因过秋世 贺灵与贺酸一同抱劫 黄翁与寒生 尽皆欢喜 贺灵要与贺酸同去会室 寒生住相谈无意 思量暂回民中 黄翁赠予盘费 贺灵与义士 各出所有送行 贺灵乃到家来 把商相事 一一对母亲说之 韩母见说 孙儿娶父成立 巴不得要看一看 只恨不得到眼前 此时连媳妇 是个鬼也不说了 此年贺灵 贺酸春榜连节 贺灵给嫁醒亲 贺酸选受福州福敏县之县 一同回到湘潭 贺酸接了黄翁 全家妇任 贺灵也成此便带了 七亿式福州道民访亲 登堂拜见祖母 喜庆非常 韩生对儿子道 我管在长乐时有领 乃与儒母相遇之所 连儒母谷还也在那边 今可一同道比 儒母必来相见 前日所曰 原自如此 遂何家同道领下 方得驻祖馆中 不须姬英 欲英已来拜韩母 道 今孙儿媳妇多在婆婆面前 旷孙儿已得成名 妾所以报郎君者已尽 妻忧因之志 不已久在阳世周旋 只因溯源 故得如此 今和门玩具 妾是已了 从此当静修旋理 不负在人生还矣 韩生道 网还多年 情非朝夕 即为儿子一世 费过多少精神 今府得到家 正可安详子习之凤 如何又说要别的话来 贺灵夫妇 替其请留 御英道 名术如此 非人力所强 若非数定 几层见二百年之一经一魂 还能同人到生子 又在世间网还二十多年的事 你每一当以树木自浅 不必做人间离别之太也 言必 偏然而逝 贺灵痛哭失声 韩母与意识各个垂类 唯有韩生不时分在心上 她是惯了的 道夜静基因 源自可会 岂知此后随你基因 也不来了 收到七夕长期 镜子咬然 韩生方呼呼如有所失 亦如断闲丧偶之情 思他平时相语时节 长天短涌 落笔数千言 清心有志 皆如前三首绝句之类 传出与人 颇为众口所送 韩生取其所作成吉 既有识卷 阴曾赴万鸟明春四律 韩生吉明其吉为 万鸟明春 留步于世 韩生后来去世 贺灵及合葬之时有领下 贺灵改赴韩姓 别号黄石 以示不忘皇家及时有领之意 三年丧弊 仍与义士同归相谈 至今闽中盛传其事 二百年前亦鬼魂 尤能生子在乾坤 遗骸演出阴公众 使性骷髅解报恩 第三十张行孝子 到底不减失讯杰府留待 肖谷争机其忍言 使人借口欲申冤 典型为政仙残酷 法力当之善用权 话说录一师遗弃谷 谷之极形 金法被人殴死者 必要减一失一 减得致命伤痕 方准抵偿 问辱死罪 可无冤枉 本为良法 自古道法力必生 只因由此一减 便有许多奸巧做出来 那把人命图赖人的 不到的就要这个人偿命 只此一减 已够奈何着他了 你倒为何 官府一准解一失一 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前 跟官门造 教父吹手 多要酒饭前 武作人要开手前 洗手前 至于官面前桌上 要烧香前 珠墨前 笔宴前 粘条坐入具备 告人所备 还有不销左二 要摆按久 要遮盘斩 各项名色甚多 不可禁数 旧简的雪白无伤 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 旧问的原告昭屋 何以于事 所以 奸徒与人有仇 便思将人命为奇货 官府动笔判个简字 何等容易 道人命是应得的 岂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 除非真正人命 国有重伤简的出来 证人罪名 方是正条 然刮骨争议十一 千零万岁 与死的人计较 也是不忍见的 遇上所以有不愿者 听及许医师一亲 告地免简之力 正是圣主屈体人情处 岂知世上惨客的官 要见自己锋利 或是私心称恨被告 不肯听一师一亲免简 定要列决作曲 以致开酒链之官 绝酒埋之谷 随你伤人子之心 堕旁观之类 他只是硬着度长不管 原告不执命 就做他受贿 亲友劝惜 就无他私和 一味蛮行 打成欲案 自道是与死者深冤 不知死者惨酷已急了 这多是绝子绝孙的勾当 闽中有一人名曰陈福生 与妇人洪大寿家拥功 偶因一语不逊 被洪大寿痛打一顿 那福生才吃得饭过 气欲在胸 得了中门之症 看看待死 临死对妻子道 我被洪家长痛打 质恨而死 但彼是妇人 料斑他不到 目要听了人教唆赖他人命 只将我一师一手检验 焚骨碎身 只略与他说说 他怕人命蝉累 必然周给后世 供养的你美中身 便是便宜了 妻子听言 死后果去见那家长 但道因被责罚之后 得病不全 今已身死 为家长可怜孤寡 做个主张 洪大寿见因打致死 心里虚切的 见他说的揣击 巴不得他没有说话 给予银两 后家并练 又许了时长周记他母子 以此无说了 陈福生有个族人陈三 混名陈拉虎 是个不本分好友似的 见红人寿是有响头的人家 况福生被打而死 不畏无音 就来窜多陈福生的妻子 叫他告状执命 妻子道 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财主歇气 也是年该命献 况且死后 他一味好意并恋有理 我们翻脸子不转 只自家认了悔气罢 拉虎道 你美不知是体 这出银并练正好做告状章本 这样富家 一条人命 好歹也启发他几百两生意 如何便是这样住了 妻子道 贫墨与富斗 打起官司来 我们先要银子下本钱 那里去讨 不如做个好人助手 他财主美 或者还有不亏我处 陈拉虎见说他不动 自到洪家去下诈道 我是陈福生族长 福生被你家打死了 你家司买下了他妻子 便打点把一场人命糊涂了 你们需要我口径 也得大家吃块肉 不然明有王法 不到的被你躲过了 洪家自视福生 妻子已无说话 天大事已定 旁边人闲言闲语 不必怕他 不叫人来兜揽 任他放屁了 彻一出 眉心自去 拉虎见无动静 老大没去 放他不下 思量道 若要告他人命 须得是他亲人 他妻子是扶不起的了 若是自己出名 告他不得 我而今只把私和人 命守他一撞 连一师一亲也告在里头 须叫他开不得口 灯石写下一撞 王府离手了 府里见识人命 发下理行馆 那理行推馆 罪是心性惨客的 洗的是简易失衣 好的是入罪 是个拆人家的祖师 见人命状到手 访得洪家巨父 就想在这桩事上 显出自己锋利来 连忙出牌居人 调一师一简名 陈家妻子 时事怕事 与人商量道 递了免捡 就好住得 急血状去递 推官道 分明是私下买盒的情了 不肯准撞 洪家秧了分上去说 一师一亲不愿 可以免捡 推官一发怒将起来道 有了银子 王法多行不去了 反将陈家妻子拨出 定要减一失一 没奈何 只得拾出棺木 解到一失一场 聚起了一干人重 如法征减 武作人晓得 官府心里要报仲的 敢不奉承 把红的说子 轻的说黑 报了致命伤两三处 推官大喜道 是拿得到一个妇人 不肯假借 我声明就中了 利要问她抵命 怎当的将律例一查 家长殴死故工人 指断的埋葬 问的图书 竟无底偿之条 只落的洪家费 掉了些银子 陈家也不得安宁 陈福生恋好入关了 又琅琅急借这一番 大家多事 陈拉虎也不见 沾了什么石瓷尾 推官也不见 增了什么好名头 网做了男人 一场人命结过了 洪家道 陈氏母子 到底不做对头 心里感激 每每看管他二人 不至贫乏 陈拉虎指望个小暗柜 竟落了空 心里常怀快快 一日在外酒醉 晚了回家 忽然路上 与陈福生相遇 福生埋怨道 我好好地安置在关内 为你妄想下诈别人 致得我一时一孩凌落 魂魄不安 我怎肯甘休 你还我债去 将陈拉虎暗倒在地 满身把你来搓擦 陈拉虎挣扎不得 只等后边人走来 陈福生放手而去 拉虎闷倒在地 后边人认得他的 扶了回家 家里倒是酒醉 不以为意 不想自此之后 拉虎浑身升起赖赖 起床不得 要出门来 刚帮教唆做些 备懒的事 再不能勾了 烟禅半载 不能支持 到临死才对家人说道 路上欲臣福生 嫌我出手捡了他一失衣 以此报我 我不得活了 说罢就死 死后家人信了人言 到赖急要缠染亲人 急忙抬出 埋于前途 被狗子成热脱疆出来 吃了一半 此乃陈拉虎作恶之报 却是陈福生 不予打他的 弘大兽为仇 反来暴提他 殖命的族人 可见简易十一一事 原非死的所愿 做官的人要晓得 若非万不得已 何苦做那 极惨的勾当 倘若一失一轻 苦求免捡 也该以他为事 至于假人命 一发不必说 必带审的人命 逼时针 然后行检定罪 执意先后知着 也保全的人家多了 而今说一个情愿自死 不肯减负一失一的孝子 与看官每听一听 暗筹不报忍模糊 自有雄心脱战卢 萧敬一诛身已决 法官还用简易十一无 话说国朝万历年间 这一江易经华府武艺县 有一个人姓王明良 是个儒家出身 有个族职王骏 家道父后 弃暗凌人 专一放债取利 行凶波敏 就是族中文派 不论亲书 但与他财力一交一关 资诸必较 一些面情也没有的 王良不和 曾借了他本业二两 每年将树修上吏 寄了四五年 还过他有两倍了 王良意思 到自家屋里 还到此地 可以相让 此后吏钱便不上紧了些 王骏是放债人心性 那管你是叔父 道 逐年还杀 只是吏银 本钱圆根不动 吏钱还需照常 岂算还过多寡 一日 在一族长处会席 两下各迟一说 争论起来 王骏有了酒意 做出财主的样式 只手五角的发挥 王良气不平 又自使尊备 喝道 你如此气质 敢带打我吗 王骏道 便打了 只是财主打了欠债的 趁着酒性 那管尊备 扑得一拿打过去 王良不提防地 一一跤一跌倒 王骏索性赶上 拳头脚尖一起来 组长道 使不得 使不得 忙来劝使 已打得不亦乐乎了 大凡酒得不好的人 酒性发了 也不认得什么人 也不记得什么事 但只是使他酒疯 狠力暴怒罢了 不管别人当不起的 当下一个组职 把个梳子打得七损八伤 组长劝不住 猛力解开 叫人赴了王良家去 王骏没个头主 没些意思 耀武扬威 一路夭夭和喝也走去了 拒之王良打得伤重 次日身微 王良之子王世明 也是个读书人 父亲将死之时 患过吩咐道 我为祖子王骏殴死 此仇不可忘 王世明痛哭道 此不共戴天之仇 而是不予聚生人事 王良点头而决 王世明俯因好痛 急剧撞到县间 告为丽莎父命事 将族长告作贱人 县间准行 随行排掉一世一道官 伺候相见 王骏自知此事决裂 道不得官 苦殃族长处夕 任凭要银多少 总不计论 处得挺妥 族长分外酬谢 自不必说 族长见有些油水 来劝王世明罢送道 父亲既死 不可复生 他家有的是财物 怎与他争得过 要他偿命 必要减一失忆 他使用了五座 将商报清了 命未必得偿 一失忆孩 先吃这番狼籍 大不是算 依我说 成他惧怕成颂之时 多要了他些 落得做了人家 大家保全的无事 畏为非测 王世明自想了一回道 若是执命 无有不减一失忆之理 不论事情敌他不过 纵是偿得命来 伤残复古 我心何人 只存着报仇在心 拼的性命 那触不着了手 何必当官拘着礼法 先将复一世 一经这番惨酷 又三推六文 几年月日 才正得典型 不如穆金全医了他们处法 乍吃羊呆 住了官司 且保全了复古 别徒再报 回复族常道 父亲伪是冤死 但我贫家不能与作投敌 只凭尊长所命罢了 族长大喜 却对王俊说了 主张将王俊 搬于田三十亩 与王世明 为殡葬父亲 养善老母义之费 王世明 同母当官 递个棉检 族长随递个西词 永无反悔 王世明 一一一听了 来对母亲说道 而非建立妄仇 若非如此 复古不保 而所以全听其处分 实彼绝无一心也 世明之母 妇女见识 是做人家念头重的 见得了这些肥田 可以享受 也自甘心罢了 世明把这三十亩田 所收花利 每岁藏住风时 分毫不动 外边人不晓得背戏 也有议论 他得了田叶稀的负名的 世明也不与人辩命 王俊怀着鬼胎 倒是长一礼来问候淑母 世明虽不受他礼物 却也向毫无嫌隙地 照常往来 有时壮着杯酒相会 笑语愁作 略无介意 众人又多有笑他 忘了复仇的 事已见冷 竟没人提起了 怎知是明日夜 提心吊胆 时刻不忘 肖帝注一利剑 漏下两个传字 明曰报仇 出辱必配 请一个传真的绘画附想 挂在斋中 就把自己之行 也涂在上面 写他持剑势力覆册 有人问道 为何化作此行 世明答道 古人出臂配剑 顾母其风 别无他意 有诗为证 代天不共感望仇 画笔长江 心事流 说与旁人魂不解 腰间宝剑字搜搜 且说王世明日间对人嬉笑如常 美到归家 夜深人静 便俯心好痛 世明期于是 晓得丈夫心不妄愁 美对他道 君家心事 妾所动之 一日愁死君手 君岂能独生 世明道 为了死孝 无知知愤 只恐仇不得报儿 若得报 无其愿偷生业 于是道 君能为孝子 妾亦能为劫父 世明道 你身是女子 出口大意 有好些难理 于是道 君能为男子之事 安健妾身 就学那男子不来 他日做出辩见 世明道 此身不幸 遭离仇男 娘子不以儿女之见相足 却以男子之事相免 足见相成了 夫妻可相爱众 无在之内 世明以得犹判 做了秀才 其于是又生下眼 世明对于是道 由此糊糊 王氏之脉不绝了 一向怀仇在心 隐忍不报者 正恐此身一死 斩居仙霸 所以不敢轻声做事 如今我死可明目 上有老母 下有阴 慈辱之责 我托付已过 我不能再顾了 遂仗见而出 也是王骏冤债相寻 何改有事 他心相处的一个妇女 在乡间 美饭后不带仆从 独往相续 世明打听在肚里 晓得在蝴蝶山下经过 掀浮在那边辟除了 王骏秉然摇摇摆 百百毒资一人 夺过灵来 世明正是恩人相见 分外掩明 仇人相见 分外掩睁 看得明白 搜得钻将过来 喝到 还我父亲的命来 王骏不提防地吃了一惊 不及措手 已被世明劈头一舵 说事迟 那时快 王骏倒在地下挣扎 世明暗道 萧下首级 脱件衣服下来 包裹停荡 带回家中 见了母亲 大哭拜道 而以报仇 投在囊中 今当为父死 不得侍母膝下了 拜罢 借出首级到 傅林卫前拜告道 仇人王骏之头 今在岸前 望复明邻不远 而金副官 投死去也 随即取了历年 所收田租账目 左手持刀 右手提头 竟到武艺县中出手 此县中传开 说王秀才报复仇杀了人 拿头手告 是个孝子 一传两 两传三 轰动了一个县城 但见 人人竖发 个个身美 树发的恨那树仔寒冤 深眉的 喜得今朝吐气 挨间迭背 老人家挤坏了 妖己力声呼 裸袖书拳 小孩子踏伤了 脚趾号头哭 人侠豪人齐拍拿 小心怯汉毒惊魂 王氏明到了县堂 县门外喊发连天 何止万人几塞 武艺县陈大尹 不知何事 慌忙出堂坐了 问其缘故 王氏明把头与剑放下 在街前跪禀道 声援特来头死 陈大尹道 为何 氏明指着头道 此是民族人 王骏之头 氏明父亲 彼此人打死 昔年告得有状 氏明法该执命 要他抵偿 但不忍 把负义是义检验 所以指得隐忍 金氏明不妨观法 首任其人 以报复仇 特来头盗情死 岂正氏明善杀之罪 大尹道 辱妇之事 闻何解已久 如何忽有此举 氏明道 只为要保全妇一师医 先凭族长一处 将田三十亩养善老母 氏明一时含糊应成 所收花息 年年丰柱 分毫不动 金氏已杀却仇人 此相亦不宜取 礼当入关 写得有不及在此 浮起燕名 大尹听罢 知事忠义之徒 说道 君行孝子之事 不可以亦法相居 但事于人命 须请祥上司为主 现见未可善辩 且照保侯祥 王骏之头 先召齐家领回侯燕 看的人恐怕县官 难为王秀才 个个身权裸臂 喉他处犯 见说身祥上司 不拘禁他 方才散去 陈大尹晓得重情如此 心里大家金面 把声文多写得恳切 说 先经王骏 欧死王梁氏的 金王梁之子 是明报 仇杀了王骏 论来也是 一命抵一命 但王世明不由官断 擅自一杀人 也该有罪 本人细事声援 特为身详断绝 声文之外 又加上票接 替他周全 说 效益可敬 以从清点 上司见了 也多探谢 遂批与金华县汪大尹 会同五亿审决这事 汪大尹访问端帝 备知其情 一心要保全他性命 商量道 须把王梁之一事 一一减 若果然致命伤重 王骏元该抵偿 王世明杀人之罪就清了 会审之时 汪大尹如此畅言 王世明哭道 当初专为不忍 报残父以失忆 故隐忍数年 情愿杀仇人而自死 岂有今日仇已死了 反未要托自身重 简父以失忆之礼 前日杀仇之日 即以一字一杀 所以来造一庭 正来受朝廷之法 非求免罪也 大人何不见谅如此 汪大尹道 若不简父以失忆 杀人之罪难以自解 王世明道 缘不求解 望大人放归别母 急来救死 汪大尹道 君是孝子烈士 自来投盗者 放归何妨 但是须断绝 可归家与母妻在意商量 唐肯把父义师一一减 我就好周全你了 此本献好意 不可错过 王世明主意已定 只不应承 回来对母亲说 汪大尹之意 母亲道 你待如何 王世明道 岂有事到今日 反噬了初心 而就已拼着一死 尽特来别母而去 说罢 抱头大哭 其余是在旁 也哭作了一一团一 于是道 前日与君说过 君若死孝 妾亦当为父而死 王世明道 我前日已把老母与婴儿相托于你 我今不得已而死 你与我是母养子 才是本等 我在九泉亦可明目 从此之说 万万不可 切莫轻眼 于是道 君向来留心报仇 势必身死 别人不小 独切之志 所以再不足君者 知君立志如此 君能捐生 妾亦不难相从 故而听君行事 今世已至此 若遇到底 完翁亦失一首 非死不可 妾其可独生 以父君呼 世明道 古人言 死亦立孤难 你若轻易死 孩子必绝如补 是绝我王家一脉 连我的死 也死得不正当了 你只与我保全孩子 便是你的大恩 于是哭道 既如此 为君孤人三岁 三岁之后 孩子不须如补了 此时当从君地下 君亦不能进我也 正哀惨间 外边有二三十人喧嚷 是金华 五亿两学中的秀才 与王世明曾往来相好的 乃汪 陈两另央他们来劝王秀才 还把前言来讲道 两父母意见相同 只要亲兄之罪 必须得意检验 是愁罪因死 兄可得胜 特使小弟背来达之此息 与兄商量 依小弟被余见 尊翁之死 十出含冤 仇人本所以底 金若不从检验 凶须脱不得死罪 是以两命底的他一命 尊翁之命 原为徒死 旷子者亲之遗体 不忍伤即死之骨 却网残现在肢体 亦非正道 何如免从两父母 一之言一简 以白亲渊 以全遗体 未必非尊翁 在天之灵所洗 为凶熟私之 王世明道 诸兄皆是谬爱小弟 干戈之言 两令君之义 帝非不敢计 但小弟提着简易 十一二字 变心酸欲裂 容道献堂 再敏济之 仲秀才道 两领之义 不过如此 胸襟网一绝 但得相从 尸体变异了 弟被同伴兄去 向讲一遭 王世明急进去 拜了母亲四拜 道 从此不得再是膝下了 有拜期于是两拜 拓以老母幼子 大哭一场 勤泪而出 随同众友到县间来 两个大隐正会在一处 专等诸生劝他的回话 只见王世明 一同诸生道来 两大隐心里暗袭道 想是肯从所义 故此同来也 王世明身穿囚服 一见两大隐急称谢道 多蒙两位大人 去与全世明一命 世明心非目时 岂不知感恩 但世明所以隐忍数年 甘负不孝之罪 于天地坚言嬉笑者 正为不仁简易诗一事 今与全世明之命 复制残久安之骨 是世明不是报仇 明是自意杀其父了 总是看得世明 一死太重 故多此议论 世明已别过母妻 将来就死 为求诉此正罪 两大隐相顾事宜 诸生被杂踏乱讲 世明只不改口 汪大隐假意作色道 杀人者死 王骏既已欧死之为人杀 论法自已简所欧之一事 亦有伤无伤 何必问一事 亦亲愿简与不愿简 无门只是依法行事罢了 王世明见大隐 执意不回 愤然道 所以必欲简事 只为要见伤痕 便做到世明之父 毫无伤 王骏是不宜杀 也不过世明一死当之 何必再简 今日之事 要动父亲一尸一孩 必不能勾 若要世明姓名 只在请客客了 绝不偷生以赴初心 严毕 望显唐街上一头壮曲 眼见的世明 被众人击得焦躁 用得力猛 早把颅骨撞碎 脑浆尽出而死 灵语自可从荣入 何必须于赴九全 只为书生居律法 反令孝子不回旋 两大隐见王秀彩 如此决裂 又惊又惨 一时作声不得 两线学生 一起来看王秀彩 见已无救 情意激发 哭声震天 对两大隐道 王生如此死笑 真为难得 近期家为老母 寡妻幼子 身后之事 两位父母主张从后 以为风化 两大隐不觉垂泪道 本欲相权 岂知其幸烈如此 前日王生 曾将当时处和之产 封氏花夕 当官一交一鸣 以示意不苟寿 今当利益公案 以此相给其母妻 为终老之资 数计两命相抵 独夺着王良 一死无着落 即以买和产业 周其眷属 亦为得平 诸生众口称是 两大隐随各捐奉金十两 诸生共认捐三十两 共乘五十两 赵王家亲人 来将一师一手领回 从后至丧 两学生缘 唯闻已记之云 乌乎王生 父死不明 任如愁景 身疾父明 欲全其父 宁气其生 一时之死 千秋之明 哀哉上响 诸生独坝记闻 放声大哭 哭得山摇地动 闻之者无不泪流 哭罢 随请王家母妻拜见 面诵父仪 说道 伯母遵嫂 一趁此滋物 出丧并练 王母道 谨领遵命 即当羽儿习伤之 于是哭道 多成列位圣情 无夫出死 未忍拒病 尚欲停丧三年 尽切身世生之理 三年寄满 然后一葬 列位伯叔不必兴计 诸生不知他什么意思 各自散去了 此后 但是亲戚来往问及出救者 于是据以言祖说 必待三年 亲戚多道 从来说入土为安 为何要拘定三年 于是只不肯听 停丧在家 直到浮满除灵 于是痛哭一场 自此绝食 旁人多不知道 不上时日 渡长鸡断 乌虎哀哉了 学中诸生闻之 欲加稀奇 其来调试 王母诉出媳妇 坚真知性 始至从夫 三年之中 如同一日 使人不及提防 竟以身训 今只剩三岁 孤儿于老身 可怜可怜 诸生闻言 痛哭不已 齐去秉之 臣大隐 大隐经道 孝子劫父 处于一家 真可敬严 急报个上司 先行讲序 侯府案 具体经表 诸生即亲戚 又易住汉恋 告知王母 则日一同出救 方知于是初十 碧玉守志三年 不肯先葬其福者 专为等待自己 双双同出眼 远近闻之 人人称叹 寻暗 马玉使 奏文于朝 下赵经表其门曰 孝烈 剑方包容 由孝烈传 致行于事 暗死不人简 自是人自心 怀仇数年于 使得福福真 岂肯自恋死 父将父古亲 法力居文墨 往孝书生辰 宁知侠烈士 亦死无尘瘾 彼腹积于风 三年续一身 一朝及其妻 地下岁相寻 似此孝与烈 堪为不俗真 第三十一张张 福娘一心针手 诸天息万里福 耕牛无素草 仓属有余粮 万事分已定 福生空自盲 话说天下 凡事皆有前定 如尽在墓前 远不过数年 预先算得出 还不足为奇 尽有世间 未曾有这样事 未曾生这个人 几十年前 先有前知的道破了 或是几千里外 恰相凑着的 真令人梦想不到 可见数皆前定也 且说宋时宣和年间 虽样有一官人 姓刘明良 与儒人年皆四十外了 屡生子不育 为胜的一幼义女 刘官人到京师调官去了 这幼义女在家 又得病而死 将出一脉 儒人看她出门 悲痛不胜 哭得发昏 卷坐一上 只见一个高级妇人 走将近来道 儒人何必如此悲哭 儒人告诉她 屡丧四夕 只存又一女 金又妖王 官人又不在家 这些苦楚 那妇人道 儒人莫心交 从此便该得贵子了 官人已有差遣 这几日内就归 归来时节 但往程西卫十二嫂处 与她寻一领 就衣服留着 待生子之后 借一个大银盒子 把衣裙铺着 将孩子安放盒内 掠过少时 豹将出来 取她一个小名 或是合住 或是蒙住 即一掌一氧 再无损舌了 可牢牢记取老身之言 如人父道家心性 最喜欢听她的是 这些说话 见话的有之有业 就问道 姥姥何处来的 晓得这样是 妇人道 你不要管我来处去处 我连你哭得悲怯 又见你贵子将道 顾叫你个法 使你以后生育得食了 如人问高姓大名 后来好相谢 妇人道 我惯救人苦恼 做好事 不要人谢的 说吧 走出门外 不知去向 果然过得五日 刘官人得调除周法曹船 跪到家里 如人把又一女妖王 又逢着高级妇人的说话 说了一遍 刘官人赶伤了一回 也是死怕了儿女的心肠 见说着妇人之言 便坐个不着 也要试试看 况说她得拆回来 以此准了 心里有些信她 次日急出西门 便访魏家 走了二里多路 但只有姓张 姓李 姓王 姓赵 再没有一家姓魏 刘官人道 眼见的说话 做不得准了 走回转来 到了城门边 走得口渴 建议茶坊 进去坐下 吃个泡茶 问问主人家 恰是姓魏 店里一个后生 是主人之职 排行十一 刘官人见他称呼出来 打动心里 问魏十一道 你家有兄弟吗 十一道 有兄弟十二 刘官人道 另得有嫂子了吗 十一道 娶个弟父 生过了十个儿子 并无一个损舍 建今同意居共时 贫家支撑甚是烦难 刘官人 见有了十二嫂 又是个多子的 趁着香合 不绝大喜 就把实情告诉他 说 吕损幼子 及妇人教导 向十二嫂 假借旧衣之事 今如此多子 可见掩样之说 不为虚妄的 十一件是个官人 图个往来 心里也喜欢 忙进去对兄弟说了 魏十二就取了 自穿的一件 就卷中单衣出来 送予刘官人 刘官人身边 取出带来纸钞 二贯打他 魏家兄弟断不肯受 道 但得生下贵公子之时 吃杯喜酒 日后照顾寒家 照顾沟了 刘官人称谢 娶了旧衣回家 不多几时 儒人果然有了好运 将五个月 夫妻同父 除舟之任 一日在衙队时 刘官人对儒人道 依那妇人所言 魏十二嫂 已有这人 就依已得 圣子之兆 贤有的聚了 却要个大银盒子 无想成的孩子的盒子 也好大礼 料想自制不成 甚样人家 有这样盒子 好去借的 这却是荒唐了 如人道 正是这话 人家料没有的 就有 我们从那里知道 好与他借 只是那姥姥说话 句句不忘 且看应验将来 夫妻正在疑惑间 刘官人接的 府间文书 为他扎盘 除舟公库 刘官人不敢迟慢 吩咐库吏 取齐了部件 凡公库所有 进阶捡出被查 除舟荒僻 库藏销索 别不见甚好物 独内中存有 大银和二具 刘官人触着心里 又一道 何故有此物事 试问库吏 库吏道 近日有个钦差 内乡弹职 到这西工干 所过州县 必要献上土仪 那成土仪的 据要用银做盒子 连盒子多收去 所以周中备得有此 后来内相不打 从除舟过 却在别路去了 银盒子得以不用 留在库中收住 作为公物 刘官人记在心里 回语如人说其缘故 共相诧异 过了几月 生了一子 随到库中借此银盒 赵依妇人所言 用卫十二家 就衣衬在底下 把所生儿子 黏在盒子中间 将有一个时辰 才抱他出来 取小明做盟柱 看那盒子底下 捐得有字 乃是宣和庚子年制 想起妇人在 虽扬说话的时节 那盒子还未曾造起 不知为何他先知道了 这儿子厚名校伟 自政府 官到兵部侍郎 果然大贵 高纪妇人之言 无疑不厌 真是数以前定 并那件物事 世间还不曾有 那贵人已该在这里 头眠一会 掩样地长成 说过在那里了 可不齐吗 而今说 一个人在万里之外 两不相知 这边欲取下的名字 与那边缘取下的 镜子相同 这个定数 还更齐理 要枝端的 先听小字四句口号 有母将除衡浅离 谁知万里欲海使 试看两地名相合 使信当年天刺 这回书也是说 宋朝苏州一个官人 姓朱自景仙 单会一个全字 春夕秉申年间 主管四川茶马史 有个公子明逊 年已二十岁 聘下七世范氏 是苏州大家 未曾取得过门 随父往任 那公子青春正当强盛 衙门独处无聊 欲念如火 暗纳不下 央人对父亲朱景仙说 要先取一切 以示珍惜 景仙道 男子未娶妻 先娶妻 由此离否 公子道 故无此礼 而今客居数千礼之外 只得反经行权 目下图个半计辽之计 他日娶了正妻 遣还了他 一无不可 景仙道 这个也使得 只恐他日溺于情爱 要浅就反难了 公子道 说过了话 男子汉做事 一道两断 有何反难 景仙徐云 公子遂托衙门中一个剑谱 一壶一红出外访寻 一壶一红访得成都张姓家里 有一女子名曰福娘 自容美丽 性格一文一柔 来与公子说了 将这彩礼银五十两 娶将过来为妾 福娘与公子年纪相仿 正是少女少郎 其乐难当 两情欢爱 如交似惜 过了一年 不想苏州范家见 女儿长成 女婿远方随任 未有孩妻 恐怕耽搁了两下青春 一面整半装帘 父亲范翁 亲自伴送到任赏成亲 将入四川境中 先招人传信到朱家衙内 已知朱公子一年之前 娶得有妾便留住行礼不行 写书去与庆家道 先妻后妾 是所横有 妻未成婚 妾已入室 妻已何在 今小女余归戒徒 及礼将成 必去贫之 使邪连礼 此白 看官听说 这个先妾后妻 果不是正理 然男子有妾 亦是常事 今日既已取在事重了 只和蒋明了嫡数之分 不得已先后 置有僭越 便可相安 才是处分的妥的 争奈人家女子 无有不度 只一句有妾 即已不相应了 必是逐得去 方拔了眼中之钉 与她商量 岂能相容 做父亲的有大见识 当已正言劝勉 说应且虽见 也是良家儿女 既已已身是夫 便已是终身是体 如何可轻说 一个娶她 是她别嫁 亦非正道 到此地位 只该大度寒荣 何其相语 等人送一个贤惠 她自然做小福低 有何不可 若父亲肯如此说 那未婚女子 虽怎生嫉妒 也不好 甚甚赖赖 就放出手段 要长要短的 当的人家父亲 护着女儿 不晓得调停为上 正要帮她 立出界墙来 那管这一家 增了好些难处的事 指这一封书去 有份一交一 紧握爱妾 一朝见夕严金 远到孤儿 万里诸环和谱 正是 世间毫无不兼劳 采云一散流离碎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有缘千里能相会 朱景仙接了范家之书 对公子说道 我前日曾说过的 今日你岳父以书向泽 原说他不过 他说 必先遣妾 然后成婚 你妻已送在镜上 讨了回话 然后前进 这也不得不从他了 公子心里尾事 不舍得张夫娘 燃前日娶妾时 原说过了娶妻浅还的话 今日父亲又如此说 丈人又利等回头 若不浅妾 便成亲不得 真也是左男右男 眼泪从肚子里落下来 只得把这些话 与张夫娘说了 张夫娘道 当初不要我时 平得你嫁 金济取了进门 我没有得罪 须赶我去不得 便坐讨大娘来时 我只是尽力奉使她罢了 何必要得我去 公子道 我怎么舍得你 只是当初娶你时节 原对爹爹说过 戴成正婚之日 先行送还 金爹爹把千言责我 范家丈人又带了女儿 住在镜上 要等了你去 然后把女儿过门 我也处在两男之地 没奈何了 张夫娘道 妾乃是贱备 为君家张主 君家既要遣去 岂可强助一祖大娘之来 但妾身有件不得已是 要去也去不得了 公子道 有甚不得已是 张夫娘道 妾身上已怀的有孕 此须是君家骨械 妾若回去了 她日生出儿女来 到底是朱家之人 难道又好那里去得不成 把似她日在家守着 和如今日不去的事 公子道 你若不去 范家不肯成婚 可不耽搁了一生婚姻正事 就强得她肯了 进门以后 必是没有好气 相待的你刻薄起来 反为不美 不知全毕了出去 等我成亲过了 慢慢看个机会 劝赚了她 接你来同处 方得无碍 张夫娘没奈何 正事 人生莫作妇人身 百年苦乐由他人 夫娘逐一不要回去 却是堂上主张发钱 公子一心要遵依丈人说话 等待成亲 夫娘四不六六 徒增些哭哭啼啼 怎生撇墙的过 只得且自回家去守着 这朱家急把此情报 与范家 范翁芳才同女儿进发 昼夜兼成 行到崖中 择疾成亲 朱公子男人心性 疑似荷叶上露水珠 这边缺了 那边又圆 且全了范氏 抗力之欢 管不得张夫娘 匹离之苦 夫妻两下 且自过的恩爱 此时便没有这妾也罢了 明年 朱景仙插马插满 朝廷差少卿往我交代 召取景仙还朝 景仙简定八月离任 此时福娘已将分灭 央人来说 要随了同归苏州 景仙道 论来有了任运 原该带了童去为世 但途中生产 好生不变 且看他造化 若得牧下几产 便好带去了 福娘再三来说 以嫁从夫 当时只为婢娶大娘 赞回母家 缘无绝理 旷腹中之子 是那个的骨穴 可以弃了境去吗 不论几产与不产 嫁鸡逐鸡飞 自然要一同去的 朱景仙是世幻中人 背着女子把正理来讲 也有些说她不过 说与夫人劝话 范氏媳妇 要她接了福娘来衙中 一同东归 范氏已先见公子 说过两番 金翁姑来说 不好为命 她是失礼之家出身的 小得大体 一面打点 接去挨娘了 怎当得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淡 善息祸福 朱公子是色上要紧的人 看她未成婚时 便如此忍耐不得 急于娶妾 以致害得个 张福娘上不得 下不得 岂不是个猴急的 金语范氏夫妻 你贪我爱 又遣了张福娘 心患了一番境界 把从前毒火 多住在一处 朝夜探讨 早已染了 劳妾之症 吐血丝 发夜热 一家纸戒 少尽女色 景仙与夫人商量道 儿子已得了病 一个媳妇 还要劝她 分闯而诉 若张氏女子 再娶将来 分明是油锅内 添上一把柴了 还只是利益回了她 不带去罢 只可惜 她已将分娩 是男是女 这离我诸家之后 舍不得撇她 景仙道 儿子媳妇 多是青年 只要儿子调理的身体好了 那怕少了孙子 趁着张家女子尚未分娩 黑白未分 还好辞得她 若不日之间产下一子 倒不好撇她了 而今只把图间不便生产去说 十分说不到时 劝约她日后相接便是 记忆已定 当下历辞了张福娘 离了成都 归还苏州去了 张福娘因朱家不肯带去 在家中哭了几场 她心里一意守着腹中消息 朱家去的四十日后 生下一子 因到少不得要归朱家 只当权记在四川 小明换作件 福娘寄生的有儿子 就甘贫首节是不嫁人 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欲 井不改心 只记仿补任 自给度日 守纳继而长成 继而生的眉目书绣 不同凡 与李相同伴一般的孩童戏耍 她每每做了众童的头 自称是官人 把众童呼来喝去 俨然让她居尊的模样 到了七八岁 张福娘送她上学从师 所一席一诸书 一览成颂 福娘一发把 做了大指望 坚心手去 也不管朱家日后来任不认的事了 且不说福娘苦手教子 那朱家自回苏州 与川中相隔万里 彼此咬不闻之 过了两年是庚子岁 公子朱迅并不得全 呜呼哀哉 范氏虽做了四年夫妻 倒有两年不同房 寸男齿女皆无 朱景仙又只生得这个公子 井无以下小男小女 一死只当绝代了 有失为证 不孝有三无厚大 谁料亡静绝孙 早知今日七两井 何故当时忽怯任 朱景仙虽然示唤荣贵 却是上奉老母 下服寡旗 膝下井无儿孙 光景孤单 悲苦无聊 再无开眉欢笑之 直到已已年 景仙母太夫人又丧 景仙心事 一发只有痛伤 此时连前日儿子 待任还妾之事 锦多如隔了一世的 那里还记得影响起来 又倒是无巧不成话 四川后任 茶马王沃少卿 文之朱景仙盯了母忧 因是他一交一首的前任官 多有首尾的 特差人贵了富一殿博 前来制调 你倒来的是什么人 正是那年 朱公子托他讨张夫娘的旧义 剑补一壶一红 他随着本处一个巡俭邹规 到苏州公干的便传 来指朱家 送礼已毙 朱景仙问他川中旧事 是剑被尘 朱景仙是个无情无序之人 见了手下就使忆的 偏喜是长事短的婆弃 消遣闷怀 那一壶一红 住在朱家的几时 讲了好些闲说话 也看见朱景仙家里 尸体光景在心 便问家人道 可惜大爷青年短寿 今不曾生得有公子 还与他立个祭祀吗 家人道 历史少不得立 他一个总是别人家的肉 那里威得热 所以老爷还不曾提起 一壶一红道 假如大爷留得一股 真骨血在世上 老爷喜欢吗 家人道 可知道喜欢 却那里讨得出 一壶一红道 有事有些缘故在那里 只不知老爷意思怎么样 家人见说的蹊跷 便问道 你说的话哪里起 一壶一红道 你没起忘记了 大爷在成都曾娶过妾吗 家人道 娶是娶过 后来因娶大娘子 还了他娘家了 一壶一红道 而今他生的有儿子 家人道 他别嫁了丈夫 就生的有儿子 与家有甚相担 一壶一红道 冤屈 冤屈 他那曾嫁人 还是你家带去的种礼 家人道 我每不敢信你这话 对老爷说了 你自说去 家人把一壶一红之言 一一来禀朱景仙 朱景仙却记起 那年离任之日 张家女子将次分娩 再三要同到苏州之事 明知有一父在彼地 见说是生了儿子 且经且喜 急换一壶一红来问他的信 一壶一红道 小人不知老爷主意怎么样 小人不敢乱讲出来 朱景仙道 你只说前日与大爷 作妾的那个女子 而今怎么样了就是 一壶一红道 不敢瞒老爷说 当日大爷娶那女子 即是小人在里头做事的 所以被枝端的 大爷遣他出去之时 原是有甚 后来老爷离任得四十多日 即产下一个公子了 景仙道 而今见在那里 一壶一红道 这个公子 生得好不清秀俗利 即会读书 而今在娘身边 母子相守 在那里过日 景仙道 难道这女子还不嫁人 一壶一红道 说这女子也可怜 她逢一补偿 趁前度日 养那儿子 供给读书 不肯嫁人 父母多曾劝她 乡里也有想她的 连小人也巴不得她有这日 在里头再赚两束银子 怎当得她心肩如铁 再说不入 后来看见儿子会读了书 一发把这条门路绝了 景仙道 若果然如此 我诸是一脉 可以不觉 莫大之喜了 只是你的说话可信吗 一壶一红道 小人是老爷就义 从来老实 不会说谎 况此女是小人的首尾 小人怎的有差 景仙道 虽然如此 我思绪大事 非同小可 金鹿隔万里 为之虚实 你一介小人 岂可因你一言 造次举动的 一壶一红道 老爷信不得 小人一个的言语 小人复舟来的是 寻简邹归 他也是老爷的旧礼 老爷问他 他背之端的 朱景仙见说话有来因 巴不得得知一个详细 即差家人请拿邹寻简来 邹寻简见事 就是本官相照 不敢迟慢 忙写了禀帖 来见朱景仙 朱景仙问他属中之事 他把张福娘守真教子 与那儿子聪明俊秀 不比寻常的话 说了一遍 与一壶一红所说 分毫不差 景仙喜得打跌 近去与夫人及媳妇 范氏被言其故 何家惊喜道 若得如此 绝处逢生 祖宗之大庆也 景仙吩咐备备制酒饭 管带邹寻简 与邹寻简商量 川中接他母子来苏州说话 邹寻简道 此路调窑 旷一个女子 一个孩子 跋涉艰难 费有大力 不能周全德 直到这里 小屁如今功等已完 早晚回属 恩主除非成此 便智书那边当道 支持一路周车之费 小屁自当孝全马之力 着落他母子起身 移境到府上 放可无物 景仙道 族下所言 实是老成之鉴 下官如今写两封书 一封写与智智史刘尚书 一封集写与查马王少卿 托他周至一英路上尸体 保全途中母子无余 至于两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 权杖足下与一壶一红照管停荡 下官感激不尽 当有后报 邹寻简道 此证小屁与一壶一红报答恩主之日 敢不随便尽心 取乎小豹子道府 恩主作速写起书来 小屁早晚急行也 朱景仙遂一面写起书来 书云 权不露母王子妖目前无孙 前发属时 有成都女子张世伟儿妾 怀身留笔 今剧就须寻简奏归及 旧亦一壶一红 巨颜夜以霍雄 今即八灵矣 一念万里 十系寒踪如县 欲至其还无 而伶仃母子 跋涉非翼 赶其鼎立复辟 使舟车无余 非但骨肉得以会合 实令祖宗借以绵延 感激非可名誉也 全白 一样发疏二风 赋予邹寻简将去 就便赏了一壶一红 致谢王绍卿 香调之礼 各后赠盘费 千丁万主 两人受托而去 朱景仙道 是既有上司主张 又有旧义帮衬 必是亭当得来的 何家日夜 指望好音不提 且说邹寻简 与一壶一红回去 到了川中 邹寻简将留上书的书 去智府中递过 一壶一红 也回复了王绍卿的差事 就递了就查码 朱景仙谢帖 并输一封 王绍卿随问 一壶一红 这书内的详细 一壶一红 一一说了 王绍卿留在心上 就吩咐一壶一红道 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 教母子收拾打碟 停荡了 来秉着我 我早晚乘遍周治 他起身就路便是 一壶一红领旨 竟到张家见了扶娘 被树身被拆遣 直到苏州 朱家做吊打夫人的事 扶娘盲问 朱公子即何家安否 一壶一红道 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 张扶娘大哭一场 又问公子身后尸体 一壶一红道 公子无似 朱爷终日烦恼 偶然说起 娘子这边有了儿子 娘子教他读书 苦手不嫁 朱爷不信 遂问的邹寻简之言相同 十分欢喜 有两封书 托这边刘志时与王少卿 要他每设法护送着娘子与小僻人到苏州 我方才见过少卿了 少卿叫我先来通知你母子 早晚有便 就要请你们动身也 张扶娘前番要跟回苏州 是他本心 因不得自已有 只得强留在比 又不肯嫁人 如此苦手 今见朱家要来接他 正是夜落归根事物 心下岂不自喜 一面泄了一壶一红报信 一面对儿子说了 打点东归 只看王少卿发富 王少卿因会着刘志时 同提起朱景先托致遗孙之事 一祈祷 这里完全人家骨肉的美事 我被当立任制 是由蜀中进士逢振武 要到临安 有周东下 其路必经苏州 且周中宽敞 尽可富人 王少卿知的 鲍与刘志时 葛发简与冯进士说了 如此两位大头脑去说 那些小熬粥之事 你倒敢不依从吗 冯进士吩咐了船户 将好仓口 分别得内外的 收拾捷径 专等朱家家小下船 刘志时与王少卿 葛赠路费 茶果银两 急着邹寻捡 一壶一红两人 激发张夫娘母子动身 附着一壶一红房 送到苏州 张夫娘随别了自家家里 同了八岁儿子见 上在冯进士船上 冯进士晓得是近身家属 又是致使 茶麻石所托 嘉义赵管 自不必说 一路进发 尚未得到 这边朱景仙家里 日日盼望消息 真同大汉旺语 一日 遇着朝廷南郊里程 大跪恩典 侍从官员当阴义子 无子其孙 朱景仙代报 在子孙来 目前时事没有 待说没有来 以着人四川够当去了 虽是味道 不是无指望的 难道虚了恩典不成 心里计较道 宁可先报了名字去 他日科把人来补音 主意已定 只要取下一个名字 就好甜了 想一想到 还是取一个什么名字好 有恩虚平子何尊 争奈亭前未有人 万里以营仪赴孽 先将名汇报金门 朱景仙辗转了一夜 未得家名 赐早心下猛然道 蜀中张氏之子 果收拾回来 此乃数年绝望之后 从天降下来的 岂非天息 诗云 天息宫纯谷 取名天息 既含蓄天性 得来的意思 又觉自意古雅 甚妙 甚妙 岁把有孙朱 天息填在册子上 报道一步去了 准了恩印 只等蜀中人来顶补 不多几时 忽然一壶一红 赴来叫剑 将了刘尚书 王少卿两封回书来禀道 事已停荡 两位也给发盘缠 张小娘子与公子 多在冯进士船上赴来 已到河下了 朱景仙大喜 正要这人出营 只见冯进士 先将贴来敬拜 景仙接见冯进士 速出流 王二大人相托 顺带令孙母子 在船上来 幸得安稳 已到府前说话 朱景仙称谢不尽 打败了冯进士 就接取张福娘母子上来 张福娘领了儿子劲 见了温姑与范氏大娘 赶起了旧事 全家哭作了一一团一 又焦吉尔逐位拜见过 又何家欢喜 朱景仙问张福娘道 孙儿可叫的什么名字 福娘道 汝名叫的吉尔 两年之前送入学堂从师 那先生取名天兮 朱景仙大惊道 我因一部索取恩印之名 你每位来到 享了一夜 采取这两个字 欲先填在册子上送去 岂知你每万里之外 两年之前 已取下这两个字 做名了 可见天术有定若此 真为奇怪之事 何家叹议 那朱景仙忽然得孙 直在四川去任将来 以此是新闻了 又两处取名 释然相同 走进门来 只消补音 更为可害 船将开去 遂为奇谈 后来朱天熙袭了恩印 官位大显 张福娘一手封章 这是她守真教子之报 有诗为证 娶妾先妻有然 岂知妻妾更心坚 便来万里游前定 善念因中必保全 第32章 杨抽马甘请丈夫家 朗朗受惊 赤史难来坐画船 袈裟由戴玉如燕 无端撞着曹公相 二世疲变了夙缘 这四句诗 乃是国朝永乐年间 少师姚广孝所作 这个少师乃是僧家出身 法名道演 本贯苏州人士 他虽是个出家人 广有法术 兼艺习义兵机 乃元朝流丙中之流 大祖分封诸王 各选一高僧伴送之国 道演私下对燕王说道 殿下讨得臣去作伴 臣当送一顶白帽子 与大王戴 白字夹在王字上 乃是个皇字 他藏着雅弥 说道辅佐他做皇帝的意思 燕王也有些晓得他不凡 果然面奏太祖 讨了他去 后来赞成靖南之功 出师胜败 无不未卜先知 燕兵出起时 燕王问他 力顿如何 他说 是毕竟成 不过费得两日功夫 后来败于东昌 方晓得 两日是个昌字 他说道 此后再无阻了 果然屡战屡胜 燕王执政大位 改缘永乐 导演自明广孝 风至少师之指 虽然受了职贤 却不轻留发还俗 仍旧光着个头 穿看莽龙玉带 长安中出入 文武班中 晓得是他左命功臣 谁不亲近 一日 成祖皇帝 玉比钦差 他到南海 普陀洛家山进乡 少师随坐了几号 大洋官船 从长一江 一中起行 不择数日 来到苏州码头上 湾船在 孤苏馆一河下 苏州是他父母一支帮 他有心要上岸 观看风俗 比就同意如何 凭去从人 不要跟随 独自一个 穿着直舵在身 只坐野僧打扮 从须门 走进街市上来行走 正在看完之际 忽见贺道之一声 远远而来 世上人虽不见 十分惊慌 却也各自走开 在两边了让他 有的说是 管梁曹官人来了 少师虽则不行 自然不放他在眼里的 只在街上摇摆不闭 虚余之间 那个官人看看台阶 叫钱造快人等高声喝骂道 突吕怎不回避 少师只是微微冷笑 就有两个应捕 把他推来抢去 少师口里只说的一句道 不得无礼 我怎么该避你们的 应捕见他不肯走开 倒是冲了劫 一把拿住 只等叫到面前 应不口禀道 一个野僧冲道 拿了听喉发落 叫上那个官人问道 你是那里野和尚 这等倔强 少师只不作声 那个官人一大怒 喝酒拿下打着 众人诺了一声 如鹰拿咽雀 把少师暗倒在地 打了二十板 少师再不分辨 镜子忍受了 才打得完 只见府里一个 成岔同一个船上人 飞也似跑来道 那里不寻的 少师爷道 却在这里 众人惊道 谁是少师爷 成岔道 是才四道府县 各爷多道 钦差少师 姚老爷船上迎接 说着了 小福从须门进来了 故此同他 船上水手 急急起来 各位爷多在后面来了 你们合得在此无礼 众人见说 大惊失色 一哄而散 连台那官人的教夫 把个官来 撇在地上了 丢下轿子 恨不爷娘 多生两脚 尽数跑了 刚刚剩下的 一个官人在那里 原来这官人姓曹 是吴县县城 当下城叉将出绳来 把县城拴下 听侯少师发落 须语 守寻两道府县 各官多来迎接 把少师簇拥到茶院衙门里坐了 各官挨此参见以弊 成岔早已各官面前 秉过少师被辱之事 各官多跪下戴罪 就请当面致曹县城之罪 少师笑道 全且继辅狱中 明日澡堂发落 当下把县城带出 建在府里 各官别了出来 少师是晚急速于茶院之中 次早开门 各官又觐见 少师开口问道 昨日那位梦浪的官人在那里 各官秉道 剑尖抚育 未得君旨 不敢造次 少师道 带他进来 各官道是此番 曹县城必不得活了 曹县城也道 性命只在煞时 战战兢兢 随着解人 西行道停下 叩头请死 少师笑对个官道 少年官人不小事 即如一个野僧 在街上行走 与你合设 定要打他 各官多道 这是有眼不识泰山 罪应万死 只求老人人自行诸禄 赐免奏文 以宽谋等 适于检查之罪 便是大恩了 少师笑嘻嘻的秀中 取出一个简帖 来与个官看 即是前诗四句 各官看罢 少师哈哈大笑道 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 昨日微服贤部 正要玩这宿战 今事已毙 这官人原没什么罪过 各请安心做官罢了 学生也再不提起了 众官进探 少师有此等度量 却是少师是晓得过去未来的事 这句话必非混账之语 看官若不信 小子再说宋是一个奇人 也要求人仗则了浅欠的 已有个榜样过了 这人却有好些奇处 听小子慢慢说来 做回正话 从来有奇人 其数堪完事 一切真实像 锦足宫游戏 话说宋朝蜀州一江议员 有一个奇人 姓杨明望财 自西吕 自小时节 不知在那里遇了一人 得了一书 传了一书 七八岁时 在学堂中辫子 敲漆作怪 专一聚集一般学生 要他五仙童 跳神鬼 或半个刘关章三战吕布 或半个玉翅公 单边夺朔 口里不知念些甚么 任凭随心扳眼 那些村童 无不一一按节跳舞 就像教师教成了一般的 旁观着实好看 极致舞弊 问那些童子 毫里不知 一日 同学的有钱数百文 在书筒中 仅没人知道 杨生呼得向他借起钱来 同学的推说没有 杨生便把手指掐道 你的钱有几百几十几文件在桶中 如何赖到没有 众学生不信 群然起那同学的书筒看 果然一文不差 于是船将开去 进到杨家学生 有稀奇数数 年纪健大 长成的荣状丑怪 双目如鬼 出口灵验 远近之人 多来请问 吉凶修旧 百发百中 因为能与人抽捡路马 穿中其他一个 混名叫做杨抽马 但是经过抽马说的 尽则尽应 远则远应 正则正应 齐则齐应 且略数他几桩怪一群 杨家居住南边 有大木一株 印笔树杖 呼一日写个帖子出去 贴在门首道 明日午末间 行人不可过此 恐有奇获 有人看见 传说将去到 抽马门首有此帖子 多来争者 看见了的 晓得抽马有些古怪 不敢不信 相见明日午末时候 切勿从他门首来走 果然到了齐期 那株大树忽然催谱下来 迎塞皆是 两旁房屋略不少损 这多是杨抽马 掩阳过了 所以如此 又恐怕人不知道 失误商贩 故此又先通事 得免于货 若是当时不知 在街上摇摆时节 不好似受了 孙行者金箍棒以压 一起做了肉饼了 又长持肩膊 入室货卖 那买的接过手量着 定是三丈四丈长的 价钱且是相应 买的还要讨他便宜 短少些价值 他也紧不争论 极致买成 叫他再量量看 出得多少价钱 原值涨得多少 随你是量过几丈的 价钱只有尺数 那件也就只有几尺长了 出去拜客 跨着一匹骡子 且是雄剑 到了这家门内 将罗系在停住之下 兵主相见茶壁 推说别顾赞出 不签罗去 罗出时叫跳不住 去酒不来 罗一不作声 看看缩小 主人怪异 仔细一看 乃是只简成的 四川智智司 有三十年前一宗暗读 急要对勘 年身沉积 不知下落 司中立须彷徨中日 静无寻处 有人教他请问杨抽马 必直端的 立须来问 抽马应声达到 在某屋某柜地脊踏下 一言去寻 果然急在那里出来 一日 眉山称禅师造门 是有香客在座 那香客新的一马 黑身白鼻 壮坡俊逸 杨抽马见了道 君此马不中其 只该送于我罢了 君若其他 必有不利之处 香客怒道 先生造此等言语 一语下片无马 无用钱一百好意 替你劫此大恶 你不信我 也是你的命了 今有禅师在此为证 你明年五月二十日 苏渊当有报应 窃宜记取 勿可到马房 看他除墨 又须善护左肋 直带过了此日 还渴望再与你相见而 香客见他说得荒唐 又且厉害 越加愤怒 不听而去 到了明年此日 香客那里 还把他言语放在心上 果然亲去喂马 那匹马忽然跳跃起来 将双蹄乱踢 香客倒地 那马见他在地上了 急向左肋 用力一踹 肋骨齐断 香客叫得一声 阿耶 连吼是吼 早已后气不接 呜呼哀哉 陈禅师问之其事 大家惊议 每向人说 杨抽马灵艳 这是他亲经目见的说话 于成巷子 荆香召唤 子宫量遣书来教所向 抽马达书道 得苏不得苏 半月去非同签书 其实签书未有带同字的 于公不屑 以后守苏台 道观十五日 果然照为同签书 书密院士 师前处和先为签书 故加同字 其前职不差如此 果周教授 官寿卿 明孙 有同辽文之杨抽马之术 让他潜一仆 智书问修旧 官仆未知 抽马先知 已在家吩咐其妻道 快些遭犯 有意关性的家仆来了 需要带他 其妻言遭犯 犯已熟了 官仆方来 未及进门 抽马迎着孝道 足下不问子家事 却为别人来奔波吗 官仆经拜道 先生真神仙也 其妻将所造之范 款待此仆 臭马达书 备言 祸福而去 原来他这妻子姓苏 也不是平常的人 原是一个昌家女子 模样也指中中 却是拿班做事 不肯轻易见客 极致见过的客 他就评论到某人是好 某人是歹 某人该姓头 某人该落脖 某人有结果 某人没散场 恰像请了一个设障的相事一般 看了气色 是间断僵出来 却面前不识分明说 背后说一两句 无不应验的 因此也明众一时 来求见的颇多 王孙公子 车马迎门 忠义的晚上也留几个 极致有的往来熟了 欲要娶他 只说道 目前之人 皆非无夫也 后来一见杨抽马 这样丑头怪脸 偏生喜欢道 无夫在此了 抽马一见苏氏 便像一向认得的一般道 原来无期 混迹于此 两下说的投机 就把苏氏 娶了过来 好一次 桃花女嫁了周公 家里一发的阴阳有准 祸福无差 杨抽马之名 岳家注文 就是身不在家 只削到他门里问着 也是不差的 所以门前热闹 家里轩田 王侯贵客 无一日没有在座上的 忽得一日 抽马在郡中 郡中走出两个造力来 少不得是叫做张谦 李万 多是认得抽马的 起来声诺 抽马一把 拉了他两人出郡门来 道 请两位到寒舍 有句要谨话 襄阳则各 那两个宫门中人 见说请他到家 料不是白插屎 自然愿随边凳 跟着就行 抽马道 两位平日所用观账 忘起就便带了去 张谦 李万道 到宅上去 要观账子何用 难道要我们去打 那个不成 抽马道 有用得着处 道比字之端的 张谦 李万晓的抽马 是个古怪的人 莫不真有什么事的做 依着言语 割据了一条账子 随到家来 抽马将出三万钱来 送予他两个 张谦 李万道 不知先生要小人 人大乡使欢 未曾效劳 怎敢受刺 抽马道 两位受了薄义 然后敢相反 张谦 李万道 先生且说 将来可以笑得全马的 自然奉命 抽马走进去 换妻苏氏出来 与两位工人相见 张谦 李万不小奇异 为何出妻见子 各怀着疑心 不好作声 只见抽马与妻 每人取了一条官杖 奉与张谦 李万道 在下别无相反 只求两位排头 将此账子 则我夫妻二人 每人二十账 便是诚情不浅 张谦 李万大惊道 那有此话 抽马道 两位不要管 但依我行事 足见相爱 张谦 李万道 且说明是什么缘故 抽马道 吴夫妇目下 当受此账 不如私下请 排头来玩了这业债 省得当场出丑 两位是必见 许泽各 张谦 李万道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小人至死 也不敢一壶一坐 抽马与妻叹息道 两位毕竟不肯 便是属以坐定 截壤不去了 有劳两位到此 虽然不肯行账 请收了钱去 张谦 李万道 遵赐一发 处于无名 抽马道 但请两位收去 他日略略用些盛情旧事 张谦 李万虽然推脱 工人见钱 犹如苍蝇见血 一边揭在手里了 道 既蒙厚赏 又道是长者赐少者 不敢辞 他日有用着 两小人处 水火不必变了 两人真是无功受赏 头轻较重 欢喜不胜而去 且说羊抽马平日辞神 必设六位 东边二位空着虚坐 道是神位 西边二位 却是他夫妻二人 坐着坐主 底下二位 没请一僧一道同坐 又不知奉的是什么神 又不从僧 又不从道 人不能测 地方人见他行事古怪 就把他词神诡异 说是左道祸重 论法当死 守在郡中 郡中准词 差人补他道官 未及训问 且送在监里 玉立一向晓得 他是有手段的蹊跷作怪人 惧怕他的术法利害 不敢令上谢家 去以奉承他 却又怕他用树逃去 没寻他处 心中甚是幽黄 抽马晓得玉立的意思了 对付力道 但请足下宽心 不必虑我 我当于七个受刑则 奇术已定 万不可逃 自当含笑受之 玉立道 先生有神术 总使术该受刑 岂不能驱逼 为何自来救他 抽马道 此磨叶使然 避不过他 渡过了恶 时可成道尔 玉立方才放下了心 果然杨抽马从容在间 井不作怪 郡忠把他送在 司里养诊处异罪 司里晓得 他是法术人 有心护辟他 免不得外观体面 当堂拘训一番 杨抽马不便自己身上是 杨面对司里道 令书某人 这几时有信道佛 可惜 可惜 司里不知他所说之意 漠然不答 只见外边一人走将近来 倒是成都来的人 正报奇书复印 司里大惊退堂 心服抽马之灵 其实 司里有一女酒病 用医医者沉生之药 屡服无效 司里斯照抽马道牙 抑郁问他 抽马不等开口便道 宫女酒病 陈医所用某药 亦毫无益的 不必服他 此乃后一庭 朴树中小蛇为虫 我如今不好智德 阴身在牢狱 不能一食鬼神 待我受账后 以服制之 可及平安 不必忧虑 司里把所言 对夫人说 夫人道 说来有因 小姐未病之前 曾在后园 建一条小蛇园 在朴树上 从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 她既知其根由 又说能治 必有手段 快些周全她出狱 要她救治则个 司里有心出托她 把罪名改清 说 原非左道 获重死罪 不过庶人妄言获福 只问的可不应绝账 身上俊堂去 俊守一律刻断 将抽马与七苏氏 葛绝屯账二十 原来那行账的造力 正是前日送钱 与她的张迁 李万两人 葛怀旧恩 又欣服她前肢 嘉义用情 手腕偷利 普遍侍辱而已 抽马与苏氏 尽到夜暑该当 又且轻账 恬然不以为意 寿账归来 立书一符 又写几字 做一封送去 司里衙中 全当筹写周全之意 司里拆开 见识一符 乃教她挂在树上的 又一红纸有六字 写道 明年君家有喜 司里先把福来氏挂 果然女病洒然 留下六字 看明年何喜 果然司里兄弟四人 明年俱得重选 抽马其数如此勒者 不易而足 独有寿账已结 说是度饿 且预先要求造立行账 则结壤 即后造立不敢依从 毕竟寿账之时 用行的仍是这两人 真堪其绝 有失为证 或许从来有宿根 要知寿账已前因 请君士看阳抽马 有数何能强必人 阳抽马数数高齐 语言如想 无不畏服 独有一个富家子 与抽马向一交一醉酒 急称厚善 却带一位霞丸 不肯十分敬兴 抽马一日偶有些事干 要钱使用 需得二万 囊中偶乏 心里想到 我且耗恼一个人者 来向富家借货一用 富家子听言 便有些不然之色 看官听说 大凡富家人 没有一个不签令的 围棋看得 钱财如同性命一般 宝息备斥 所以钱神有灵 甘心跟着他走 若是把来不看在心上 东手接来西手去的 处了财神称怒 岂肯到他手里来 故此 非怪不成富家 才是富家一定签了 真个说了钱便无缘 这富家子 虽与杨抽马相好 只是见他心头有数 门面搓红而已 忽然要与他借贷起来 他就心中起了好些歹度长 一则说是江湖行术之家 贪塌家事启发他的 借了出门 只当舍去了 一则说是朋友面上 就还得本钱 不好算力 一则说是借惯了手脚 常要心动 是开步的例子的 只回到是家间正在缺乏 不得奉命 抽马见他推辞 哈哈大笑道 好替你借 你却不肯 我只教你吃些惊恐 看你借我不迭 那时才见手段理 自此见富家子 再不提起借钱之事 富家子自导回绝了他 甚是得意 偶然那一日 独自在书房中歇宿 是以黄昏人定 忽闻的叩门之一声 起来开看 只见一个女子 闪将入来 寒贫万福道 且东家之女也 丈夫酒醉成兄 横香逼十足 事不可当 今夜已深 不可远去 性相临近 愿借此一宿 天未明 即当钱回家里 以待丈夫酒醒 富家子看其模样 锦子飘逸有志 私自想到 木叶无知 落得留他半寝 他说 天未明就去 岂非神鬼不绝的 岁欣然应允道 既蒙娘子不弃 此时没人知觉 安心共寝一宵 明早即还尊府辩了 那妇人并无推拒 含笑解衣 共枕同亲 盲行云语 一个孤管寄疗 不到家人促至 一个夜行七处 谁知书舍同欢 两处无心 略觉情形扭泥 各因乍汇 翻经意态心起 未知你若我强 从容是看 且自抽离天坎 热闹为先 行事已毙 聚个困倦 睡到五更 富家子恐天色诈鸣 有人知道 忙呼那富人起来 叫了两声 推了两番 既不见声响答应 又不见身子斩动 心中正义 鼻子中指纹的一阵阵血腥之气 甚是来得很 富家子一怪 只得起来 投鸣灯盏 将到床前一看 叫声 噩也 正是分开八片顶阳谷 浇下一桶血水来 你倒却是怎么 原来昨夜那富人伸手 已着作三段 鲜血横流 热心扑鼻 恰像是才被人杀了的 富家子慌得只是打仗 心里道 敢是丈夫知道 敢来杀了他 却怎不伤着我 我虽是弄了两番 有些疲倦 可也推睡得死 同睡的人被杀了 怎一些也不知道 而今事已如此 这一世一手在床 血痕狼藉 修护天明 她丈夫定然来这里讨人 岂不绝撒 若要病叠过 一时怎能干净的 这或是非同小可 除非杨抽马 她广有法术 或者可以用什么障眼法 遮掩得过 须是连夜去寻她 也不管是四更五更 日里夜里 正是荒不择路 急走出门 望着杨抽马家 用乱乱窜窜跑将来 肋骨也似敲门 险些把一双拳头敲中了 杨抽马方才在里面答应 出来道 是谁 傅家子忙道 是我 是我 快开了门有话讲 此时 傅家子正是急经风 撞着了曼郎中 抽马听的是她声音 且不开门 一路数落她道 所贵朋友一交以后 缓急须当相继 前日借贷些少 上次不肯 今如此黑夜 来叫我什么干 傅家子道 又不是触解慢讲 快与我开开门战 抽马 匆匆融融把门开了 傅家子一见抽马 且哭且败道 先生救我 骑货则各 抽马道 何事嫩等慌张 傅家子道 不瞒先生说 昨夜黄昏时分 有个灵妇投我 不和留他过夜 夜里不知何人所杀 金横一师一在家 乃非来大祸 望起先生妙法就解 抽马道 尸体特异 只是你不肯顾我缓急 我顾你缓急则慎 傅家子道 好朋友 念我和你往来多时 前日偶因缺乏 多有得罪 金若就得我命 此后再不敢 吝惜在先生面上了 抽马笑道 羞得惊慌 我写一幅与你拿去 贴在所卧室中 急急关了房门 切勿与人知道 天明开看 贬之端的 傅家子道 先生误耍我 倘若天明开看 仍富如旧 可不误了大事 抽马道 岂有势理 若是如此 是我福不灵 后来如何行术 况我与你 像一交易有日 怎悟得你 只依我行去 包你一些没事便了 傅家子道 若果蒙先生审法就得 当奉钱百万相报 抽马笑道 何用许多 但只愿借我二万足矣 傅家子道 这个感不相放 抽马虽提笔 画一幅与他 傅家子秀了极去 幸得天上未明 慌慌忙忙 一眼贴在房中 自身走了出来 仅把房门闭了 站在外边 牙齿还是捉段撕打的 气也不敢多喘 守至天大明了 才敢走至房前 未及开门 先向门缝窥看 以此不见 甚么狼藉意思 积极开进看时 但见干干净净 一床被握 不曾有一点自污 那里还见 甚么一师一手 傅家子方才心安意定 喜欢不胜 随即备欠二万 并吩咐仆人 写酒持摇 特造抽马加来叫谢 抽马道 本意只求获二万钱 得赐一勾 何必又费 酒窑之会 傅家子道 多敢先生神通广大 救我难解之祸 愈加厚仇 先生又吩咐 只需二万 自念莫大之恩 无可报谢 辽奉厚酒 图与先生浅性笑谈而已 抽马道 这等 虚族下痛饮一回 但是家间窄碍无趣 又且不时有人来寻 搅扰杂踏 不得快唱 明日写此酒窑 一往郊外尽兴何如 傅家子道 这个绝妙 先生且留此酒窑自用 明日在携帐头来 邀先生郊外一乐可也 抽马道 多谢 多谢 遂把二万钱与酒窑 多收了进去 傅家子别了回家 到了明日 果来邀请出游 抽马随了他到郊外来 刑部术里 只见一个僻静优雅去处 一条酒帘子 飘飘洋洋在这里 抽马道 此处店家洁净 五美在此小隐则各 傅家子急命仆人 将和像店中 座头上安放已定 香拉抽马进店 相对坐下 换店家取上等好酒来 只见里面一个当炉的妇人 应将出来 手拿一壶酒走到面前 傅家子抬头看使 赤了一惊 原来正是前夜投诉被杀的妇人 面貌一些不差 但只是像个出病起来的模样 那妇人见了傅家子 也祝母相识 暗暗痴响 像个心里有什么疑惑的一般 傅家子有些捐突 问道 我们与你素不相识 你见了我们 只管看了又看 是甚么缘故 那妇人道 好教官人得知 前夜梦见有人妖道个所在 乃是一所一经一致书房 那中有少年留住 那个少年模样 颇与官人有些思想 故此疑心 傅家子道 既然留住 后来却怎么散场了 傅人道 后来直到半夜方才醒来 只觉身子异常不快 陡然下了几斗鲜血 至今还是有气无力的 平生从来无此病 不知是怎么样起的 杨抽马在旁之不开口 暗地微笑 傅家子晓得是她的作怪 不敢名言 思念着一想欢情 重赏了店家妇人 叫她服药条理 杨抽马也笑嘻嘻地袖中 取出一张符来赋与妇人 道你只将此符贴在睡的床上 那怪梦也不做 身体也自平复了 妇人喜欢称谢 两人出了店门 傅家子埋怨杨抽马道 前日之事 正不知祸从何起 原来是先生作戏 既累了我受惊 又害了此父受病 先生这样耍法 不是好事 抽马道 我只照他魂来诱你 你若逐一老成 那有惊恐 谁教你一见 就动心盈勾他 不经你惊谁 傅家子笑道 深夜美人来至 折磨是柳下会 鲁男子也忍耐不住 怎教我不动心 虽然后来吃惊 那半夜也是我受用过了 而今再求先生 致他来与我续一续就 更敢高情 再可愁谢 抽马道 此父与你缘有些小前缘 故此致他魂来 不是轻易可以弄术的 岂不怕鬼神贵乏吗 你宿债原少我二万钱 只为前日若不如此 你不肯借 偶尔做此玩耍勾当 我原说二万之外 要也无用 我也不要再谢 你也不得再妄想了 傅家子方才死心 塌地竞赴抽马神术 抽马后 在成都卖补 不知所终 要知虽是崛奇术法 也脱不得天术的 艺术在身 可以惊世 若非溯源 不堪轻世 仗迹难逃 前起忘记 不过前之 游戏三昧 第三十三章 人君用自乐 深归阳大尾系公馆 誓约 黄金用尽交歌舞 留与他人乐少年 词语指伤身后事 岂知献报在生前 且说世间富贵人家 没一个不广须基切 自道是左拥燕姬 右拥赵女 娇艳迎前 歌舞成对 乃人生得意之事 岂知男女大玉 彼此一般 一人一经一例 要周旋几个女子 便已不得相当 况富贵之人 必是中年上下 取得饥望 必是花枝也四亿般的后生 珍惜之事 三分四路 怎能勾满得他们的意 尽得他们的心 所以满归中不是怨气 便是丑生 总有家法极严的 铁壁铜墙 提灵呵好 防得一个水泄不通 也只尽得他们的身 尽不得他们的心 略有空隙 就思量弄一场把戏 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 只把做一个厌恶 看成而已 似此有何好处 费了钱财 用了心机 单买的这些人的增险 试看红福离了月宫之宅 红霄逃了薰臣之家 此等之事不易而足 可见生前几如此了 何况一朝身死 树倒狐孙散 残花嫩蕊 仅多凌落于他人之手 要那做得官盼盼的 千中没有一人 这又是身后之事 管中得许多不足楷探了 正乃富贵之人 只顾眼前 以为极乐 小子在旁看的 正替你担着仇不代理 宋朝有个京师世人 出游归来 天色将晚 经过一个人家后院 墙缺处 苦不甚高 看来像个跳得近的 此时世人带着九姓 一跃而过 只见里面是一所大花园子 毫不空阔 四周一望 花树丛茂 路径一娇一杂 想来杀有好看 一一团一高兴 随着石器揭露 转弯抹角 渐走渐深 敲不见一个人 只管夺得进去 看之不足 天色有些黑下来了 四辆走回 一时忘了来路 正在追忆寻锁 呼得望见红沙灯笼 远远而来 想到 必有贵家人道 心下慌忙 一发寻不出原路来了 恐怕撞见不变 四辆躲过 看见到左有一小亭 亭前大呼石畔 有叠成的一个石洞 洞口有一片小瞻遮着 想到 躲在这里头去 外面人不见 全可遮掩过了 岂不甚妙 芒江这片小瞻 接江开来 正要藏身进去 猛壳里一个人在洞里 钻江出来 那已经可也不小 世人看那人时 是一个美貌少年 不知为何 先浮在这里头 忽见世人揭开来 直到抄他跟脚的 也自老大吃惊 急忙奔窜 不知去向了 世人道 惭愧 且让我躲一躲着 于是吞声忍气 敦服在内 直到必无人见 岂知事不可料 冤家路窄 那一盏红纱灯笼 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来 世人洞中是暗处 去出去 看那灯亮处叫明 乃是十来个少年妇人 静装立服 一个个妖爷举止 风骚动人 世人正看的洞火 不况那一伙人 一窝蜂地 多抢到十洞口 众手齐来接瞻 看见世人面貌生疏 拒个诗经道 怎地不是那一个了 面面思去 没做理会 一个年纪略老成些的妇人 夺将沙灯在手 提过来把世人仔细一照 道 就这个也好 随将先手拽着世人的手 一把碗将出来 世人不敢声问 料到没什么逮出 软软随他捅走 引到洞房趋势 只见九窑并列 众美争仙 六伯争雄 一胶一杯幻盏 以至搂肩 一胶一井 雾脸皆纯 无所不至 几杯酒下肚 一个个多杏热如火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把推识人在床上了 其攒入帐中 脱裤的脱裤 抱腰的抱腰 不知怎地一个轮法 抬头弄僵过来 世人一惊一泄 就有替他品扎的 摸弄的 不由他不再举 幸喜的世人是后生 还放得两只连珠剑 却也无休无歇 随你铁柱的 也怎有那样本事 思潮得不耐烦 直到五谷 方才一个个逐渐散去 世人早已弄得骨软筋马 肢体无力 行走不动了 那一个老成仙的妇人 将一个大弹箱 放世人在内 叫了两三个丫鬟 杠台了 到了墙外 把弹箱清了世人出来 挤把门闭上了 自进去了 此时天色江明 世人恐怕有人看见 惹出是非来 没奈何强打精神 一步一步挨了回来 不敢与人说之 过了几日 身体健忘 才到旧所旁边打听 缺墙内是何处 听的人说是 茶太师家的花园 世人伸了舌头出来 一时缩不进去 担了一把汗 再不敢打从那里 走过了 看官 你想当时这茶经太师 何等威势 何等法令 由此一般机望 不知老头子在那里昏昧中 眼睛背后 任凭他们这等一壶一弄 约下了一个经去了 又换了一个 自行一饮一乐 如同无人 太师那里居管得来 也只为多续积期 所以有知等丑事 同事称高 同、杨、茶四大奸臣 与茶大师差不多全市的杨俭大卫 也有这样一件事 后来败露 装出许多孝瑞来 看官不厌 听小子世道奇想 满前交立自一银一荒 雨露谁层的宝尝 自有杨河成乐地 行云和必定相亡 话说宋时杨俭大卫 是权户亦宠一 你所不为 声色之凤 机枉之多 一时自查大师而下 含有其比 一日 大卫要到郑州上家 携带了家小同行 是上前的几位夫人 与各房随时的养娘势必 多根的西去 于外有年纪过时了些的 与年幼未安成凤的 又身子娇窃怕力风霜的 月信方形叫马不变的 剩下不去 合着养娘式闭门 也还共有五六十人 留在宅中 太尉心性猜忌 防险谨言 中门以外 直至大门 进阶锁闭 天上朱笔封条 不通出入 唯有中门内 前廊闭间挖一孔 装上转轮盘 在外边 传将食物进去 一个年老院 一奴一姓李的 在外坚守 晚间都人寻耕 名罗敲邦 通膝不歇 外边人不敢正眼去试她 内宅中留不下去的 有几位柱蛇出色 乃大魏一宠 一姓有名的姬妻 一个叫的姚岳夫人 一个叫的柱玉夫人 一个叫德宜孝姐 一个叫的参花仪仪 同这一帮侍女 关在里面 日常夜勇 无事得做 无非是蘑菇牌 豆白草 细鞦韆 醋气球 消遣过日 然意味有限 那里当的什么兴趣 旷日间将就扯拽过了 晚间寂寞 何以知无 这个祝玉夫人 原是长安御公之妻 资性聪明 一刻美艳 私下也通歇门路 京师传有圣名 杨大魏偶得偏见 用事夺来 十分一宠一爱 立为第七位夫人 忽明驻狱 静装标志 如玉卓成一般的人 也就暗带着本来之意 他在女伴中 灵力异常 妖一银亦无赛 太魏在家之时 尚无自思量 被地里溜江戈 把少年进来取乐 金剑大魏不在 朕日空闲 轻轻锁闭着 怎叫他不忘想起来 太魏有一个管客 姓人 婊子军用 原是个读书不救的少年子弟 写的一笔号字 也带坐的些书旗 简扎之类 母样俊秀 年纪未赏三十岁 总角之时 多曾与太魏后 一庭取乐过来 极善挥鞋帮衬 又加心性欲贴 所以太魏喜欢他 留在馆中做陪客 太魏正周去 因是途中 机械过多 叫马上下之处 恐有不便 故留在家间 外舍不去 人生有个相好朋友 叫做方物德 是从幼同窗 平时但是府中德侠 便去找他闲话饮酒 此时太魏不在家 人生一发身盼无事 日理只去拉他各处行走 晚间或同宿昌家 或独归书馆 不在话下 且说祝玉夫人晚间记守不过 有个最知心的士币 叫做如侠 换来床上坐一头睡着 与他说些一银一玉之事 消遣闷怀 说得高兴 取出行一银一的假句 叫他附在腰间权 当男子行事 如侠一言而作 夫人也自哼哼轻轻 将腰往上乱耸乱颠 如侠弄到兴头上 问夫人道 可比得男子滋味吗 夫人道 只好略取解馋 成的什么正经 若是真男子滋味 岂止如此 如侠道 真男子如此值钱 可惜府中倒闲着一个在外设 夫人道 不是任君用吗 如侠道 正是 夫人道 这是太为相公最亲爱的客人 且是好个人物 我们在里头窥见他长次活动的 如侠道 这个人若设法得他进来 岂不妙再 夫人道 果然此人闲着 只是强缘高峻 岂能非人 如侠道 只好说耍 自然进来不得 夫人道 待我心生一计 定要娶他进来 如侠道 后花园墙下便是外设书房 我们明日早起 到后花园巷巷地头 夫人怎生 设下好计弄进来 大家受用一番 夫人笑道 我未曾到手 你便思想分用了 如侠道 夫人不要独吃自磕 我们也大家有心 好做帮手 夫人笑道 是是 一夜无话 道得天明 书席已毙 夫人与如侠 开了后花园门去摘花袋 就便去向地头 行至秋间驾鞭 只见荣所高悬 夫人看了 笑一笑道 此剑便有用他处了 又见修术梯子 已在太湖石畔 夫人叫如侠道 你看你看 有此二物 岂怕内外隔墙 如侠道 即将安出 夫人道 且到那堆外乡的墙边 再看个明白 方有道理 如侠领着夫人 到两株梧桐树边 指着道 此处正是外书舍书房 任君用剑金独居在内了 夫人仔细向了一向 又想了一想 道 今晚端帝只在此处 娶她进来 一会 不为难也 如侠道 却怎么 夫人道 我与你敲的 把梯子拿将来 已在梧桐树旁 你走上梯子 再在枝干上 踏上去两层 即刻以招呼的外乡听见了 如侠道 这边上去不难 要外乡听见也不打紧 如何的踏上来 夫人道 我将几片木板 用鞦签锁附住两头 隔一尺多付一片板 收将起来只是一捆 撒将直来 便似梯子一般 如与外边约的停荡了 便从梯子走到梧桐之上去 把锁头扎紧在压岔老干 剩了根 然后将板锁多抛向墙外挂下去 分明是张软梯 随你再多几个也次第上的来 何况一人呼 如侠道 妙哉 妙哉 事不宜迟 且如法坐起来试试看 笑嘻嘻 且向房中取出十来块小木板 递与夫人 夫人叫姐将秋千锁来 亲自扎父的监牢了 对如侠道 你且将踢儿已好 走上踢去望外边一望 看可通的个消息出去 唐玉不见人 就把这法先坠你下去 约他一约也好 如侠一言 将踢儿靠稳 身子小巧立变 一股路溜上之头 往外边输舍一看 也是何当有事 恰恰任君用同方悟德外边 有耍过了夜 方才转来 正要进房 墙里如侠笑指道 悟的不是任先生 任君用听的墙头上笑声 抬头一看 却见是个双环女子指着她说话 认得是宅中如侠 她本是少年的人 如何禁价的定 便问道 姐姐说 小生肾吗 如侠是有心招风拦火的 答道 先生这早在外边回来 莫非昨晚在那处行走吗 任君用道 小生独处难挨 怪不得要在外边走走 如侠道 你看我墙内 那个不是独处的 你合不到里面走走 便打架不独了 任君用道 我不生的双翅 飞不进来 如侠道 你果要进来 我有法 不消飞得 任君用向墙上 唱一个肥惹道 多谢姐姐 诉叫妙方 如侠道 带禀过了夫人 晚上伺候消息 说罢了 留下树来 任君用听的明白 不胜悉性的 不知是那一位夫人 小生有此缘分 却如何能进得去 且到晚上看消息则各 一面指望着日头下去 正是 吴端三族屋 一团一员光脚拙 安德后一宫 设此一沦落 不说任君用八天晚 且说祝育夫人在下边看见如侠和墙外讲话 一句句多听得的 不待如侠回复 各自心照 笑嘻嘻地且回房中 如侠道 今晚管不寂寞了 夫人道 万一后生家胆怯 不敢进来 这样是也是有的 如侠道 她方才恨不得力地飞了进来 听得说有个妙法 她肥诺就唱不迭 岂有胆怯之力 只准备今宵取乐遍了 朱玉夫人暗暗欢喜 床上天铺一锦 炉中满热茗香 傍松抽过朱教肠 美酒加明顿放 久坐井中远马 金丝野外渊渊 安排方儿钓坛狼 百计涂他欢唱 此季 西已将一月 是日将晚 夫人焕如侠童到园中 走到梯边 如侠仍前从梯子溜在梧桐之去 对着墙外大声咳嗽 外面任君用 看见天黑下来 正在那里探头探脑 伺候声响 胡闻有人咳嗽 仰面瞧处 正是如侠在树枝高头站着 忙道 好姐姐望穿我眼眼 快用妙法 等我进来 如侠道 你在此等着 就来接你 急下踢来对夫人道 那人等酒里 夫人道 快放他进来 如侠汲取早间扎腹停荡的锁子 隔在叶下 往梯上便走 到树枝上牢记两头 如侠口中叫声道 这 把木板绳锁向墙外一洒 那锁子早已挂了下去 人君用外边凝望处 见一见物事抛将出来 却是一条软梯锁子 洗得打跌 将脚是端 且是结得老实 撂到可登 端着木板 双手吊锁 一步一步 吊上墙来 如侠看见 急跑下来道 来了 来了 夫人觉得有些害羞 走退一段路 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 任君用跳过了墙 急从梯子跳下 一见如侠 向前双手抱住道 姐姐恩人 快活杀小生也 如侠催一声道 好不实修的 不要缠脸 且去前面见夫人 任君用道 是那一位夫人 如侠道 是第七位 助育夫人 任君用道 可正是京师 极有名标志的吗 如侠道 不是他还有那个 任君用道 小生 怎敢就去见他 如侠道 是他想着你 用见识 教你进来的 你怕怎的 任君用道 果然如此 小生何以客当 如侠道 不要须谦逊 造化着你罢了 切莫忘了 我引见的 任君用道 小生以身向谢 不敢有望 一头说话 已走到夫人面前 如侠抛声道 任先生已请道了 任君用满脸 堆下笑来 深深拜一道 小生下界凡夫 敢望与仙子相见 金蒙夫人垂盼 不知是那势里 积下的福 夫人道 妾处身归 常因太尉宴会 窥见先生风采 可慕已久 金太尉不在 归中空闲 特邀先生一叙 躺不弃闲 妾之姓也 任君用道 夫人抬举 敢不直边坠凳 只是他日太尉直道 罪犯非同小可 夫人道 太尉昏昏的 那里有许多背后眼 况如此近来 无人知觉 先生不必一律 且到房中去来 夫人较如侠在前引路 一只手挽着任君用同行 任君用到此 魂灵已飞在天外 那里还顾什么厉害 随着夫人轻手轻脚 进到房中 此时天已昏黑 各房寂静 如侠悄悄摆出酒窑 两人对着 四目相视 田羽一闻一存 三杯酒下肚 欲心如火 微微抱抱 共辱冤为 两人之乐 不可名状 本为旅馆姑七客 今向蓬莱顶上游 偏是乍逢滋味别 分明之女会千牛 两人云雨静欢 任君用道 久闻夫人美名 今日得同枕席 天高地厚之恩 无事可报 夫人道 窃身泼目风情 奈为太尉拘 明虽召欢慕乐 何曾有半点情趣 今日若非设罚的先生进来 岂不辜负了好天良夜 自此当永途偷惧 虽极乐而死 惬意甘心意 任君用道 夫人御制兵机 但得挨皮靠肉 福分难消 何况清城雨露之恩 十岁于非之远 总然是败 值得一死了 两人笑谈欢血 不觉东方发白 儒霞走到床前来 催起身道 快活了一夜 也够了 趁天色 未明不出去了 更待何时 任君用慌忙 劈而起 夫人不仁舍去 指手流连 叮咛夜会而别 吩咐儒霞送出后花园中 原从来时 方法在锁上挂江下去 到晚夕仍旧进来 真个是 朝隐而出 目隐而入 果然行不由境 早已非公之事 如此往来数晚 连如霞也弄上了手 滚得热作 一一团一 朱玉夫人心欢喜 未免与同伴中 笑语之间 有些精神谎 说话没头没脑的 露出些马脚来 同伴里面出事不绝 后来看出一态 颇生疑心 到晚上有有心的 多方茶厅 已见了些声响 大家 多是吃得呸的 巴不得寻这些破绽 同在浑水里 嚼嚼 只是没有找着 来宗去计 一日 众人偶然高兴 说起打鞦韆 一哄地走到架边 不见了锁子 大家寻僵起来 朱玉夫人与儒霞 两个多坐步的声 原来先前两番 任君用出去了 便把锁子解下藏过 以防别人看见 以后多次 便有些拖大了 晓得夜来要用 不耐烦去解他 任君用虽然出去了 锁子还吊在树枝上 挂向外边 未及收拾 却被众人寻见了 道 悟的不是秋千锁 何复在这里树上 抛向外边去了 仪孝姐年纪最小 身子轻便 见有梯在那里 便溜在树枝上去 掉了锁头 收将进来 众人看见一节一节 附着木板 共惊道 奇怪 奇怪 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吗 朱玉夫人通红了脸 半想不敢开言 姚岳夫人道 眼见的是什么人在此通内了 我们该传与李愿公查出 等候太尉来嫁 秉之为事 口里一头说 一头把眼来瞅着朱玉夫人 朱玉夫人只低了头 参花一一十分巧刻了 笑道 朱玉夫人为何不说一句 莫不心下有事 不如是对姐妹们说了 通通做个商量 倒是美事 如侠料是瞒不过了 对朱玉夫人道 此事若不通众 终须大家吵坏 便要独坐也做不成了 大家和同些说 明白了吧 众人拍手 如侠姐说的有天用 不要瞒着我们了 朱玉夫人 才把人生在此墙外做书房 用记取她进来的事 说了一遍 姚岳夫人道 好姐姐 瞒了我们做这样好事 一笑姐道 而今不必说了 既是通通知道 我每合半 取些快乐罢了 姚岳夫人故意道 做的自做 不做的自不做 怎如此说 参花仪仪道 就是不做 姐妹情分 只是帮衬些为妙 一笑姐道 仪仪说的是 大家哄笑而散 原来姚岳夫人内中 与祝玉夫人两下最说的来 晓得祝玉有此私事 已自上心要分她的去了 爱着众人在面前 只得说假撇清的话 笔记众人散了 独自走到助育房中 问道 姐姐 今夜来否 注意到 不瞒姐姐说 连日惯了的 为什么不来 姚岳笑道 来时仍是姐姐独乐吗 注意到 姐姐才说 不做的字不做 姚岳道 采访是大概说话 我便也要学做做的 注意到 姐姐国有此意 小魅力当奉让 今夜换她进来 送到姐姐房中变了 姚岳道 我与她又不私熟 羞答答的 怎好就叫她到我房中 我只在姐姐处 做个帮护便使得 注意笑道 这件事用不着人帮 姚岳道 没奈何 我初次害羞 只好顶着姐姐的 明长异常滋味 不要说破是我 等熟翻了再出 注意到 这等 姐姐虚拳躲躲过 待她到我床上 脱衣之后 吹熄了灯 掉了包就是 姚岳道 好姐姐彼此帮尘些个 注意到 这个自然 两个商量已定 到的晚来 仍叫如侠到后花园 把索尔收江出去 叫了任君用进来 注意夫人打发她先睡好了 将灯吹灭 暗中拽出姚岳夫人来 推她到床上去 姚岳夫人先前两个说话时 以字春心荡漾 事才闪在灯后 偷去任君用进来 暗处看明处较轻 见任君用俊俏风 一流态度 这时动了眼离火 趁着助育夫人来拽她 心里巴不得就到手 况且黑暗之中不消顾忌 也没什么羞耻 一股路钻进床去 床上任君用指导式助育夫人 轻车熟路 也不等开口 翻过身就弄起来 姚岳夫人欲心以赤 猛力承受 弄到尖身之处 任君用觉得肌肤凑理 与那做作态度 是有些异样 又且不见则生 未免有些疑惑 滴滴叫道 亲亲的夫人 为什么今夜不开了口 姚岳夫人不好答应 任君用岳家盘问 姚岳转闭口息 生气也不敢出 急得任君用脸角奇怪 按住身子不动 朱玉在床檐边站着 听这一会 听见这些光景 不觉失效 清清接掌 将任君用狠打一下刀 天杀的便宜你了 只管续刀甚吗 今夜换了个 剩我十倍的姚岳夫人 你还不知理 任君用才晓得 果然不是 原道 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 见脸 小声不曾叩见 折感放肆了 姚岳夫人方出声道 闻周周甚么 晓得便罢 任君用听了 娇声细语 不由不幸动 越加鼓善起来 姚岳夫人乐极道 好知心姐姐 肯让我这一会 快活死也 因一经一早泄 四肢泄散 朱玉夫人听得当 不住行发 也脱下衣服 跳上床来 任君用 且起奇枪未到 姚岳以自封 一流性果 连忙帮衬 放下身来 推她到 朱玉夫人那边去 任君用 换了队主 令父一娇 一封起来 正是 以翠微红情醉起 乌山暗暗雨云迷 风一流疑似偷香蝶 才过东来又向西 不说三人一床高兴 且说一笑解 参花一一日里 见说其事 明知夜间人君用 必然进内 要去约姚岳夫人 捅守着她 大家取乐 且自个去吃了夜饭 然后走到姚岳夫人房中 早已不见夫人 心下一猜 急到住与夫人处探厅 房外遇见儒霞 问道 姚岳夫人在你处否 儒霞笑道 老早在我这里 今在我夫人床上睡里 两人道 同睡了 那人来时却有些不便 由那媳妇陈氏 在向前走动 一来碍眼 二来也带些羞残 要一往都踏在里头 况且马是中年了 那两个姦夫 见了少爱女子 分外动火 巴不得到一道手 三人和半百计来哄诱她 陈氏只是不从 婆婆马是 怪她不肯学样 修她道 看你毒造了 真结牌坊不成 先是毒骂 见家痛打 查凤明假意旁边相劝 便就捏捏搓搓撩拨她 陈氏一头受打 一头口里乱骂凤明道 由婆婆自打 不干你这业贼事 不要你来劝得 婆婆道 不知好歹的贱货 必要打你肯顺随了才重 陈氏道 拼得打死 绝难从命 查凤明趁势抱住道 乖乖 偏要你从命 不舍得打你 马是也来相帮 扯枯尽腿 强咬尖掩 怎当的陈氏乱颠乱滚 两个人用力 只好捉得他身子住 那里有闲控凑得着 道行一银一 原来世间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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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说 原是说不通的 落得马是废坏了些气力 恨毒不过 狠打了一场财霸 陈氏兽这番作茧 气氛不过 跑回到自己家里 哭诉父亲陈东阳 那陈东阳是个市井小人 不小道理的 不指望帮助女儿 反说道 不该逆着婆婆 凡事随顺些 自不讨打 陈氏晓得分离不清地 走了转来 一心只要自尽 家里还有一个太婆 年纪八十五了 最是疼她的 陈氏对太婆道 媳妇做不得这样狗智的事 寻一条死路罢 不得服侍你老人家了 却是我绝不空死 我绝来要两个童去 太婆道 我晓得你是个手智的女子 不肯跟她们胡作 却是人生难得 快不要起这样念头 陈氏主义已定 恐怕太婆老人家婆气 又或者来防险着她 家义道 既是太婆劝我 我只得且忍着过去 事业在房境 自一死 死的两日 马氏晚间取汤操聘 正要上床 与查凤鸣快活 忽然一阵冷风过处 见陈氏 拖出舌头齿鱼 当面走来 叫声 不好了 媳妇来了 默然倒地 叫唤不行 查凤鸣看见 吓得魂不附体 连夜逃走 鹰山地方 私要躲过 不想心慌不择路 走脱了力 次日发寒发热 口发沾雨 不上几日也死了 眼见得必是陈氏活拿了去 此时是六月天气 起初陈氏死时 婆婆恨她 不曾收敛 今见显报如此 邻里宣传 争到周家来看 那陈氏亭一世 一再低延草屋中 烈日炎征 面色如生 毫不变动 说起她死得可怜 无不垂涕 又见恶孤肩夫拒死 又无不拍手称快 有许多好事如生 未闻的维闻 作传的作传 备了生理 多来祭奠 成名上司 替她立起祠堂 后来查院子风 奏之朝廷 见经表为裂父 果应着马氏 独造牌坊之臣 这个意思 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 莲花出水 不染泥淤 君之一死 唾骂再过 胡广又有 成天府井陵县一个人家 有姑嫂两人 姑为嫁出 嫂也为城房 尚多是女子 共居一个小楼上 楼后有别家房屋一锁 被火焚过 余下一块老大空地 祭酒为人堆聚奉会之场 因此楼墙后窗 直见街道 二女闲控 就到窗边 看街上行人往来光景 有林家一个学生 朝夕在这街上经过 茂甚韶秀 二女年居二八 情欲已动 见了多次 未免妄想起来 便两相思语道 这个标志小屁 不知是那一家的 若得与她同宿一晚 死也甘心 正说话间 恰好有个卖堂的小丝 换做色 敲着罗在那里后头走来 姑嫂两人 多是与她卖堂私熟的 楼窗内把守一招 色就逃着弹走 转向前门来 叫道 姑娘们买堂 姑嫂多走下楼来 与她买了些堂 便对她道 我问你一句说话 方才在你前头走的小屁 是那一家的 四儿道 可是纳生得起整的吗 二女道 正是 四儿道 这个是前朝凤家鸽子 二女道 为何日日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 四儿道 她到学堂中去读书 姑娘问她怎的 二女笑道 不怎的 我们看见问问着 四儿年纪虽小 倒是点头会议的人 晓得二女有些心动 便道 姑娘喜欢这鸽子 我替你们传情 叫她来耍耍和儒 二女有些羞缩 多红了脸 半想方才道 你怎么叫的她来 四儿道 这鸽子在书房中 我时常淘蛋去卖糖 极是熟的 她心性好不风月 说了两位姑娘好情 她巴不得在里头的 只是门前不好来的 却怎么处 二女笑道 指她肯来 我自有处 四儿道 包管我去约得来 二女就在汉金里 解下一串钱来 地语四儿道 与你买果子吃 凡你去约她一约 只叫她在后边 粪场上 走到楼窗下来 我们在楼上窗里 抛下一个布兜 兜她上来就是 四儿道 这等 我去说与她知道了 讨了回音来付 两位姑娘 三个多是孩子家 不知什么厉害 欢欢喜喜 各自散去 四儿走到书房 来寻钱小屁 撞着她不在书房 不曾说的 走来回覆 把罗敲的响 二女急出来问 四儿便说 未得见她的话 二女苦恙她再去一番 千万等个回信 四儿去了一合 又走来道 偏生今日 她不在书房中 带走到她家里 去与她说 二女又千叮万嘱道 不可忘了 四次来去了两番 对门有个老儿姓程 年纪七十来岁 终日坐在门前 一只凳上 朦胧着双眼 看人往来 见那卖堂的四儿 在对门这家 去了又来 贫敲堂锣 那里头两个女子 但是敲锣 就走出来 与她一交一头接耳 想到 若只是买堂 一次变了 为何这等腾禅 里头必有缘故 跟着四儿到辟静处 便一把扯猪问道 对门这两个女儿 托你做些什么私事 你识对我说了 我与你果吃 四儿道 不做什么事 成老儿道 你不说 我只不放你 四儿道 老人家修缠我 我自要去寻前家小伴 成老儿道 想是他两个 与那小僻友情 故此叫你去吗 四儿被缠不过 只得把事情说了 成老儿带着笑说道 这等 今夜若来就成事了 四儿道 却不怎跌 成老儿笑嘻嘻地 扯着四儿道 好对你说 做成了我爸 四儿拍手大笑道 他女儿家 喜欢他小僻 要你老人家做甚吗 成老儿道 我老则老 兴趣还高 我黑夜里 坐在布兜内上去了 不怕他们 推了我出来 那是林老入花丛 我之愿也 四儿道 这是我哄他两个了 我做不得这事 成老儿道 你若依着我 我明白与你件衣服穿 若不依我 我却对他家家主说了 还要拿你 这小猴子去摆布里 四儿有些着忙了 道 老爹爹果有此意 只要重赏我 我便假说是钱小僻 送了你上楼吧 成老儿便伸手腰间 钱袋内 磨出一块银子来 约有一钱五六分钟 地语四儿道 你且先拿了这些虚去 明日再与你衣服 四儿千欢万喜 果然不到钱家去 竟知一个黄走来 回复二女道 说与钱小僻了 等天黑就来 二女喜之不胜 停荡了不疲等他 一一团一春星 谁知成老儿老不识死 想要捡柳 四儿走来 回了他话 他就呆呆等着日晚 家里人叫他进去吃晚饭 他会说 我今夜有夜宵主人 不来吃了 磕磕撞撞 撞到粪场边来 走至楼窗下面 咳嗽一声 是以天黑不变色了 两女厅的人声 向窗外一看 但见黑绵绵一个人影 料到时那话来了 即把布莱美人 捏紧了一头 放将中断下去 成老儿见不下来了 即都在屁石骨上坐好 楼上见不中以虫 知识有人扯将其去 那成老儿老年的人 身体干枯 苦不慎重 二女趁着性高 同力一扯 扯到窗边 正要伸手扶他 楼中火光照出窗外 却是一个白头老人 吃了一惊 手臂索软 不扯不老 一个失手 成老儿早已头青脚重 跌下去了 二女慌忙把布收尽 颤堵堵地关了楼窗 一场扫兴 不在话下 次日成老儿家 见家主夜晚不回 又不知在那已家宿了 分头去亲眷家问 没个踪迹 忽见粪场墙边 一个人死在那里 认着衣服 正是成翁 抱至家里 儿子没来看看 不知其由 直到是老人家脚 挫子跌死了的 一起哭着 抬回去 一面开丧入检 家里嚷坐一堆 那卖堂的色 还不晓得缘故 指望讨夜来信息 袭击衣服 忙忙走来 听见里面声轩 进去看看 只见成老儿直挺挺地 躺在板上 心里明知是 昨夜做出来的 不胜伤感 点头叹息 成家人看见了道 昨夜晚上请吃晚饭时 正见主翁童这个小丝 在那里轻浓些肾们 想是牵他到那出去 今日却死在墙边 那乡又不是揭露 死得敲击 这小丝必定知情 众人齐来一把拿住 道 你不时说 活活打死你才助 四儿慌了 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说了 道 我只晓得这些缘故 以后去到那里 怎么死了 我实不知 成家儿子听了这话道 虽是我家老子 老没志气 牵头是你 这条性命 断送在你身上 干羞不得 就把四儿附住 送到官司告礼 四儿道官 把首尾一时一五说了 事情干连着二女 免不得出排行艇 二女健说 晓得要出丑了 双双一死楼上 只为一时没正经 不曾做的一点事 葬送了三条性命 这个意思 可不是死得没用的了 二眉鼠目 眷眷恋恋童 老翁凤孽 彼此胸中 小子而今说 一个一死的 只因一调 倒调出许多妙事来 正是 施马未为祸 其间自有缘 不因据错任 怎得两一团一缘 话说吴松地方 有一个小僻人 姓孙 也是儒家子弟 年方十六 滋容甚美 格林三四家 有一寡一父姓芳 嫁于贾家 先年祈福亡故 只生的一个女儿 名患润娘 也是十六岁 貌美出群 只因家无男子 只是娘女两个过活 雇的一个图小丝使唤 无人少力 免不得出头露面 林舍家各个看见的 人人称现 孙小辟自是读书之人 又年纪相当 时时壮着 两下眉来眼去 各自有心 只是方妈妈做人刁钻 心性凶暴 不是好惹的人 拘管女儿甚是严谨 日理只在面前 未晚就收拾女儿 到房里去了 虽是贾润娘 有这个孙郎 在肚里 只好空自咽拓 孙小辟 恰像经部一般 不时往来他门手 只弄得个眼熟 再无便出下手 幸喜得方妈妈 见了孙小辟 心里也自爱他一分的 时常留他吃茶 与他闲话 算作通家子弟 还得频来走走 周空与润娘说的具把话 润娘恐怕娘疑心 也不敢十分兜懒 四次多时 孙小辟心痒难熬 没个计策 一日 贾润娘穿了淡红挂子 在窗前刺绣 孙小辟走来看见无人 便又把语言挑他 贾润娘提房娘瞧着 只不答应 孙小辟不离左右的 学了好两次 贾润娘只怕露出破绽 轻轻地道 青天白日 只管人面前来晃坐肾吗 孙小辟听得只得走了去 思量道 世间所言 甚为有意 教我青天白日不要来晃 敢是要我夜晚些来 或有个机会也不见得 等到傍晚 又重来贾家门守 呆呆立着 见贾家门已闭了 胡听得呀的一响 开疆出来 孙小辟未知是那个 且略把身子退后 望把门开出走出一个人来 隐隐看去 正是这淡红挂子的 孙小辟喜得了不得 连忙伟来 只见走入坑侧里去了 孙小辟也跳进去 拦腰抱住道 亲亲姐姐 我被你想杀了 你教我日里不要来 今已晚了 你怎声打发我 那个人催了一口道 小辱娘仔 你认作那个礼 原来不是贾润娘 是他母亲方妈妈 未晚了到坑侧上收拾麻子 因是女儿换下挂子在那里 她就穿了出来 孙小辟一心想着贾润娘 又件衣服是日里的打扮 娘女们身份必定有些思想 眼花缭乱认错了 只等听的声音 方知是插额 打个湿惊 不要命的一道烟跑了去 方妈妈吃了一场没意思 气得颤抖抖的 提了麻子回来 想着道 世才小胡孙的言语 甚有敲情 必是女儿与她坐下了 有什么约会 认错了我 故作此行径 不必说的 一份之气 走进房来对女儿道 孙家小胡孙在外头叫你 快出去 贾润娘不知一些青头 说道 什么孙家里家 却来叫我 方妈妈道 你这臭一银 衣食妇约她来的 还要假撇清 贾润娘叫起去来道 那里说起 我好单单坐在这里 却与谁有约来 把这等话赃无我 方妈妈道 方才我走出去 那小胡孙急急赶来 一口叫姐姐 不是认作了你这臭一银 衣食妇吗 做了这样龌龊人 不如死了吧 贾润娘没意得分剖 大哭道 可不是冤杀我 我那支她这些尸体来 方妈妈道 你浑身是口 也洗不清 平日不调的侯冠 没些尸体 她怎敢来动手动脚 方妈妈凭日本是难相处的人 就碎锅的一个不了不休 贾润娘玉带变来 往常心里本是有她的 虚心病 说不出强话 玉带不变来 其实不曾与她有勾当 伪是冤屈 思量一转 泪如泉涌 道 以此一番 逢范月言 她走来也无面目 这因缘料不能勾了 况我当不得者擦瓜 受不得这阿渣 不如死了 与她结个来圣缘吧 哭了半夜 趁着方妈妈吵骂姓兰 精神疲倦 昏昏熟睡 轻轻床上起来 将束腰的汉金悬梁高调 正是 未得也冤一跤一井 且坐羚羊挂脚 且说方妈妈一觉睡醒 天已大名 口里还牢牢叨叨叨说 昨夜的事 带着骂到只会引老公招汉子 这时候还不起来 挺着一尸一坐肾吗 一头碎锅 一头穿衣服 静悄悄不见有人声响 嚷道 索性不见则声 还嫌我做娘的夺嘴里 夹着气鼓 跳下床来 抬头一看 正见女儿挂着 好似打鞦韆的模样 叫声不好了 连忙解了下来 早已满口白沫 笔下无气了 方妈妈又惊又苦又懊悔 一面抱来放倒在床上 垂胸跌脚地哭起来 哭了一会 狠的一声道 这多是孙家那小鹿娘贼 害了她性命 更带干霸 必要寻她来抵偿 出这口气 又想到 若是小鹿娘贼得知了这个消息 必定躲过我 且趁着魏张阳时去 转得她来 留住了 当官告她 不怕她飞到天外去 盲叫突小思来 不与她说明 只交去请孙小屁来讲话 孙小屁正想着昨夜之事 好生没意思 文之方妈妈请她 一发心里嗦嗦嘎嘎起来 道 怎到反来请我 敢怕要发作我吗 却又是平日往来的 不好推思得 只得含着些羞残之色 随着突小思来道 见了方妈妈 方妈妈搓起笑容来道 小半夜来好莽撞 爸是认作我小女吗 孙小屁面孔通红 半想不敢答应 方妈妈道 吴家与你家 门当户对 你若喜欢着我女儿 只肖明对我说 一丝为定便可成事 何必做那鼠妾狗偷 没道理的勾当 孙小屁听了这一片好言 不知事迹 喜之不胜道 多猛妈妈后勤 待小子备些薄意 秧个眉人来说 方妈妈道 这个且从容 我记忆口许了你 你且进房来 与小女相会一相会 再去秧眉也未吃 孙小屁正向尼古安里 卖卵带 巴不得要的 欢天喜地 随了方妈妈进去 方妈妈到的房门边 推她一把道 在这里头 你自进去 孙小屁冒冒失失 踹脚进了房 方妈妈虽把房门拽上了 坑的一声下了锁 隔着板杖大声骂道 孙家小 胡孙听着 你害我女儿吊死了 金婷一师仪在床上 一娇一副 你看守着 我到关去 告你阴间致死 看你活得成活不成 孙小屁出师见关了门 只有些慌忙 道不知何意 急听的这些说话 方晓得是方妈妈 因女儿死了 转她来讨命 看那床上裹 有个死人躺着 老大惊慌 却是门一锁 要出去又无别路 在里头挨告道 妈妈 是我不是 且不要警官 放我出来再商量着 门外敲没人应 原来方妈妈 叫图小丝跟着 已去告诉了地方 到现间地壮去了 孙小屁自是小小年纪 不曾经过什么试题 见了这个光景 岂不慌怕 思量道 弄出这人命事来 非同小可 我这番定是死了 叹口气道 就死也罢 只是我虽成姐姐 顾盼好情 不曾沾得半分十位 金却为我而死 我免不得一死尝他 无端的两条性命 可不是前缘前世欠下的业债吗 看着贾润娘一时一孩 不觉伤心大哭道 我的姐姐 昨日还是活泼泼与我说话的 怎今日就是这样了 却害着我 正伤感间 一眼去那贾润娘时 双眼虽臂 一貌游生 鸟鸟腰枝 如不舞的迎风扬柳 挺挺体态 像不动的出水浮渠 婉然每一女独眠时 至少才狼童半素 孙小屁见贾润娘颜面如生 可怜可爱 将自己的脸 围着她脸上 又把口污作一番 将手去摸摸肌肤 身体还是和软的 不觉性动起来 心里想到 生前不曾沾着滋味 金旁无一人 落得任我所为 我且解她的衣服开来 虽是死的 也弄她一下 还此心愿 不枉把性命陪她 就揭开了外边 衫子与裙子 把裤子解了带钮 退缰下来 露出雪白 也似两腿 看那聘处 上子光洁无毛 真是 阴沟卧丹 火祭玉土 两腿中间 雾子气腾腾的 孙小屁按不住 欲心如火 疼得跳上身去 分开两股 将铁翼搬应的 玉蚁精 对着聘门 用些唾金润了 弄了进去 抽拽起来 嘴对着嘴 自已亲扎 只见贾润娘口鼻中 渐渐有些气息 喉中咯咯声响 原来起初放下时 被汗金勒住了气 意识不得回转 心头一温一合 原不曾死 方妈妈性子不好 一看见死了 就耐不得 只思报仇害人 一下子奔了出去 不曾仔细解救 今得孙小屁在身体上疼呢 气扁活动 口鼻之间 又接着真阳之气 奄奄地苏醒转来 孙小屁见有些奇异 反惊地不敢一呼一动 跳下山来 忙把贾润娘款款扶起 润娘的这一起 胸口弹落 呼得叫声 哎呀 早把双眼朦胧闪开 看见是孙小屁扶着她 便道 我莫不是梦里吗 孙小屁道 姐姐 你险些害杀我也 润娘道 我妈妈在那里了 你道得这用 孙小屁道 你家妈妈到你死了 哄我到此 反锁着门 当光告我去了 不想姐姐 却得重醒转来 而今妈妈未来 房门又锁得好好的 可不是天叫我两个成就好事了 润娘道 昨夜受妈妈吵锅不过 拼着性命 谁知今日重活 又得见哥哥在此 只当另是仪式人了 孙小屁抱住要云雨 润娘修祖道 妈妈昨日没些事体 尚且百般丑骂 若今日知道与哥哥有些慎闷 一发了不得 孙小屁道 这是你妈妈自家请我上门的 须怪不得别人 况且 姐姐你适才未醒之时 我已先做了点点事了 而今不必推掉的 润娘健说 自看身体上 才觉得群库聚开 阴中生处 已知着了他手 况且原是心爱的人 有何不情愿 只算人凭他武弄 孙小屁重整齐枪 两下一胶一站起来 一个朦胧出行 一个热闹众星 烈火干柴 正是棋逢对手 急风暴雨 还饶未管交资 不怕割园厅 洗得是房门禁闭 何须牵线盒 尿在那底面成交 两一浓时 好似可忠心得水 一番乐处 真为死去在还魂 两人无拘无管 尽情尽意乐了一番 润娘道 你到妈妈回家来 见了却怎么 孙小屁道 我两人已成了事 你妈妈来家 推也推我不出去 怕她怎么 谁叫她 锁着你我在这里的 两人情投意合 亲爱无尽 也知眶妈妈就来 谁知道了天晚 还不见回 润娘自在房里 取着火重 到厨房中做饭 与孙小屁吃 孙小屁也跟着香帮动手 已婉然似夫妻一般 这晚妈妈进不来家 两人索性放开度长 一床一卧 向微箱报睡了 自不见有这样凑去帮衬的事 那怕方妈妈住在外边 过了年回来 这相不提 且说方妈妈这日哄着 孙小屁所进在房了 一进道县前来教区 县官换尽审问 方妈妈口诉 因间致死人命事情 县官不信道 你们无中风俗不好 妇女凋破 必是你女儿病死了 想要徒赖邻里的 方妈妈说 女儿不从一死 肩夫献活在家 只求差人压小熬人到家 便可扭来 登堂纠问 如有虚狂 情愿受罪 县官见她说的的确 才叫个利点将纸笔择立此 准发该房出牌刑拘 方妈妈中是个女流 被衙门中刁难 要长要短的 炸得不耐烦 才与她差得个差人出来 差人又一时不肯起身 腾缠着要钱 羁绊住身子 转眼已是两三日 方得同了差人 来到自家门首 方妈妈心里道 不况一出门 耽搁了这些事 那小狐孙不要说急死 饿也该饿的伶仃了 先请公拆到堂屋里坐下 一面将了钥匙 去开一方门 只听得里边笑语声响 心下疑惑道 这小狐孙在里头 却和那个说话 瞒开进去 抬眼看时 只见两个人 并肩而坐 正在那里 知心知意地商量 方妈妈精地 把双眼一擦 看着女儿道 你几时又活了 孙小屁笑道 多成把一个死令爱 一交一我相伴 而今我设法 一个活令爱还了 这个人是我的了 方妈妈呆了半想 开口不得 思量没收场 只得熬取坐直 说道 谁叫你私下通奸 我已告在官了 孙小屁道 我不曾通奸 是你索我在房里的 当官我也不怕 方妈妈正有些没摆不处 心下惆怅 早忘了知分公差 外边公差美焦躁道 怎么进去不出来了 打发我们回复官人去 方妈妈指得走出来 把事情告诉公差道 起初小女时是一死了 故此告这状 不想小女仍负的活 而今怎生 去回得官人便好 公差便起脸来道 贬大的天 凭你多出多入的 人命重情 告了状 又说是不死 你家老子做官也说不通 谁教你告这样谎撞 方妈妈道 人命不识 奸情是真 我也不虚情 有凡替我带人到官 我自会说 就把孙小屁 一交一付与公差 孙小屁道 我需不是自家走来的 况且人又不曾死 不犯什么事 要我到官何干 公差道 这不是这样说 你牌上有名 有理没理 你自现官分辨 不干我们事 我们来一番 续于我们差事前去 孙小屁道 我身子被这里妈妈锁住 饿了几日 而金拼的剑官 那里有使用 但凭妈妈怎样罢了 当下方妈妈反输一帖 只得安排酒饭 款贷了公差 公差还要连润娘带去 方妈妈求免女儿出关 公差道 起初说是死的 也少不得要相宴一世一首 而今是个活的 怎好不见得官 贾润娘闻之 说道 果要出丑 我不如仍旧一死了吧 方妈妈没奈何 苦苦殃及公差 公差做好做欠了一番 又送了东西 公差方肯助手 只带了孙小辟 同原告方妈妈 道官回复 县官先叫方妈妈问道 你且说 女儿怎么样死的 方妈妈因是 女儿不曾死 头一句就不好答应 只得说 爷爷 女儿其实不曾死 县官道 不死 怎生就告人 阴间致死 方妈妈道 起初告状时节是死的 爷爷准得撞回去 不想又活了 县官道 有这样胡说 原说 吴夏妇人雕 多是一派虚情 人不曾死 就搞人命 好打 方妈妈道 人虽不死 奸情实是有的 小熬人献货 正身在此 县官就叫孙小屁上去问道 方氏告你奸情 是怎么说 孙小屁道 小人尾时不曾有奸 县官道 你方才是那里拿出来的 孙小屁道 在贾家房里 县官道 可知是刑监被祸了 孙小屁道 小人是方氏骗去 所在房里 非小人自去的 如何是小人刑监 县官又问方妈妈道 你如何骗他道家 方妈妈道 他与小熬人女儿有奸 小熬人知道了 骂了女儿一场 女儿当夜一死 所以小熬人哄他道家所住了 特来告状 极致小熬人到的家里 不想女儿已活 双双地住在房里了几日 这奸情一发不消说起了 孙小屁道 小人与贾家女儿邻居 自幼相识 原不曾有一些什么事 不知方氏与女儿有何话说 却置女儿上吊 倒是女儿死了 把小人哄到家里 一把锁锁住 小人并不知其由 极致小人慌了 看看女儿一尸一首时 女儿忽然睁开双目 依然活在床上 此时小人出来又出来不得 变作小人是柳夏慧 鲁男子时 也知所同这女儿住在里头了 不匡一住就是两三日 却来拿小人道官 这不是小人自家走进去 住在里头的 虚怪小人不得望爷爷想请 县官剑说了 孝将起来道 这说的是真话 只是女儿今虽不死 起初自义 必有隐情 孙小屁道 这是他娘女自有相争 小人却不知道 县官叫方氏起来问道 且说你女儿为何自义 方妈妈道 方才说过 是与孙某有奸了 县官道 怎见得他有奸 拿奸药霜 你曾拿得塌着吗 方妈妈道 他把小傲人认作女儿 赶来把言语调戏 所以疑心他有奸 县官笑道 疑心有奸 怎么算得奸 以前反未必有这事 是你遗错了 以后再活转来 同住这两日夜 这就不可知 却是你自所 他在房里成就他的 此莫非是他的姻缘了 况已死的活 事所含有 当是天意 我看这孩子 仪荣可观 说话伶俐 你把女儿嫁了他 这些多不笑饶舌了 方妈妈道 小傲人员 与他无仇 只为女儿死了 死两枚处处这口气 要摆布他 今女儿不死 小傲人 以自毁多告了这状了 只凭爷爷主张 县官大笑道 你若不出来告状 女儿与女婿 怎能勾先相会 这两三日 岁远比叛道 孙郎假女 貌若年荡 一见非好 任死不死 欲遗忘其钻学之身 反遂夫同情之乐 似有天意 非属人为 一笑绸缪 以消怨况 盼必 另立点读与方妈妈 孙小屁听了 聚个喜欢 两两败谢而出 孙小屁就去择日行礼 与贾润娘配为夫妇 这段姻缘 分明在这一调上成的 有诗为证 姻缘分定不虚忙 自有天公做主张 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的梅花扑鼻香 第三十五张王渔翁舍尽 崇三宝白水僧道武 资财自有分定 贪谋枉费惆怅处 假使取非其物 定为神鬼也语 话说宋时春夕年间 临安府市民沈一 以卖酒营盛 家居观巷口 开着一个大酒房 又见西湖上生意好 在前堂门外封楼 买了一所库房 开着一个大酒店 楼上临湖晚景 游客往来不绝 沈一日里在店里 监着酒宫卖酒 傍晚方回家去 日逐盈盈 算计利息 好不心头 一日正值春尽夏初 店里吃酒的甚多 到晚未些 收拾不及 不回家去 就在店里诉了 将棘二谷时分 湖地湖中有一大船 渤江笼岸 鼓吹喧田 私管一交一费 有五个贵公子 各戴花帽 紧袍玉带 携同机械十数倍 进到楼下 换九公过来问道 店主人何在 九公道 主人沈一 今日不回家去 正在此间 五客多喜 五客多喜道 主人在此更好 快请相见 沈一出来见过了 五客道 有好酒 只管拿出来 我美不亏你 沈一道 小店酒颇有 但凭开凉红饮 请到楼上去坐 五客拥了歌同舞女 一起登楼 唱饮更雨 店中摆来谈酒 吃个庆祭 算还酒前 多是雪花白饮 沈一是个乖绝的人 见了光景想到 世间那有一样 打扮的五个贵人 况他容纸飘然 多有仙气 指着用了无数的酒 绝不是凡人了 必是武通神道无疑 寄到我店 不可错过了 一点贪心 忍不住向前跪拜道 小人一生辛苦经济 敢趁些微末立钱 只勾度日 不到十二分天性 得与尊神 真是素食前缘 由此遭忌 愿求赐一场小岸贵 五客多笑道 要与你些富贵也不难 只是你所求何等事 沈一叩头道 小人是病小辈 别不指望 只求多次些金银变了 五客多笑着点头道 使得 使得 即叫一个黄金历士厅使用 历士向前声热 五客内中 一个为首的患道进前 富耳低言 不知吩咐了些什么 领命去了 须回复 背上付一大布囊 来至余地 五客交审一来 于他道 此一囊金银器皿 尽以赏辱 然须到家使看 此处不可泄露 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 捏得囊里快快累累 骑声吭腔 大喜过望 叫头称谢不止 额颈鸡鸣 五客率领机械上马 龙竹家道 齐去如飞 沈一心里快活 不去再睡 要拖回到家开看 绿孔入城之际 囊里狼鱼 被城门上盘结 拿一个大锤 隔囊锤机 在家促踏扁了 使不闻声 然后背在肩上 急到家里 妻子还在床上 睡着胃起 沈一连声喊道 快起来 快起来 我得一主横财在这里了 寻称来与我称称看 妻子道 什么横财 昨夜家中柜里头 异常响声 疑心有贼 只得起来照看 不见甚吗 为此一夜睡不着 至今为起 你且先去看看柜里着 再来寻乘不迟 沈一走去取了钥匙 开柜一看 那里头空空的了 原来沈一城内城外 两处酒房 所用童锡器敏家伙 与妻子金银首饰 但是值钱的多收拾在柜内 而今一件也不见了 惊异道 奇怪 若是贼偷了去 为何锁都不开的 妻子见说柜里空了 大哭起来道 罢了 罢了 一生辛苦 多没有了 沈一道 不妨 且将神道昨夜所赐来看看 尽被受用力 慌忙打开布袋来看时 沈一惊得呆了 说也好笑 一件件拿出来看 多是自家柜里东西 只可惜 被夜来那一顿锤榻 多弄得歪得歪 扁得扁 不成一件家伙了 沈一大叫道 不好了 不好了 被这伙泼毛神作弄 妻子问其缘故 乃说 昨夜遇着武通神道 求他赏赐金银 他与我这一不能 谁知都是自家屋里东西 叫个小表来搬去的 妻子道 为何多打坏了 沈一道 这却是我怕东西郎 撞着城门上盘结 故此多敲打实落了 哪只有这样 自家害着自家了 沈一夫妻多气的不耐烦 重新换了匠人 逐渐制造过 反费了好些工事 不指望横财 倒折了本 传闻开去 做了笑话 沈一好些时 不敢出来见人 只因一念贪吃 妄想非分之德 故受神道武弄如此 可见 世上不是自家东西 不要欺心贪他的 小子说一个欺心贪别人东西 不得受用 反受显报的一段话 与看官听一听 冷一冷 这些欺心要人的度长 有失为证 一宝归人定溯源 岂容旁逆地垂涎 试看欺隐皆成祸 使信明明自有权 话说宋朝龙兴年间 蜀中加州地方 有一个渔翁 姓王明甲 家住民一江一之旁 世代已补鱼为业 每日与同妻子照着小舟 往来一江一上 撒网狮霸 一日所得 恰好公吉一家 这个渔翁虽然行业落在这里头了 却一心好善敬佛 每江渔虾市上去卖 若勾了一日食用 便肯将来不失于乞丐 或是寺院里打斋画饭 禅堂中木画斧菜 他不拘一文二文 肠子喜舍不炼 他妻子见惯了的 旷是女流 欲加信佛 也自与他一心一意 虽是生意浅薄 不多大事 没有一日不舍两文的 一日正在一江一中赵州 忽然看见水底一物 荡漾不定 恰像是个日头的影一般 活彩闪烁 涉人眼目 王家对妻子道 你看见吗 此下必有奇异 我和你设法娶她起来 看是何物 遂叫妻子李王 嗖的一声撒僵下去 不多时 调转船头千江起来 看那网中光亮异常 笑道 是什么好物是贺 取上手看 却原来是面古镜 周围有八寸大小 雕露着龙凤之文 又有传书许多字 自形象浮路一般样 识不出的 王家与妻子看了道 闻得古镜值钱 这个镜虽不知值多少 必然也是件好东西 我和你且拿到家里藏好 看有使者 才取出来与他看看 不要等闲亵渎了 看官听说 原来这镜果是有来历之物 乃是轩原皇帝所造 踩着日益经一月华 借着奇门遁甲 捡取年月日时 下炉开注 尚有金章宝传 多是秘籍灵符 但此镜所在之处 金银财宝多来聚会 名为聚宝之镜 只为王家夫妻好善 也是肃语前缘 何该兴旺 故此物出现 却得取了回家 自得此镜之后 财物不求而至 在家里扫地 也扫出金线来 墾田也墾出银轿来 传上去撒网 也牵起珍宝来 剖棒也剖出明珠来 一日在一江一边捕鱼 只见摊上有两件小白东西 赶来赶去 盘旋竖帆 急跳上岸 将衣襟兜住 却似莲子大两块小石子 生得明镜迎节 光彩摄人 甚是可爱 藏在秀里 带回家来放在霞中 事业急梦见两个白衣美艺女 自言是姊妹二人 特来随事 醒来想到 必是二十子的一精一灵 可见是宝贝了 把来包好 结在衣袋上 隔的几日 有一个波斯一壶 一人特来询问 见了王甲道 君身上有宝物 愿求一看 王甲推道 没胜宝物 一壶一人道 我远望宝器在一江一边 跟寻到此 志在君家 急见君走出 宝器却在身上 千万求看一看 不必瞒我 王甲小的是个石宝的 身上取出与他看 一壶一人看了喷喷道 有缘的玉瓷宝 矿石一双 尤为难得 不知可肯卖佛 王甲道 我要他无用 得价也就卖了 一壶一人 见说肯卖 不胜之喜道 此宝本没有定价 尽我行囊只有三万米 尽数与君买了去罢 王甲道 无无心得来 不失何物 价钱既不清了 不敢论量 只求指明 要此物何用 一壶一人道 此名成水时 放在水中 随你浊水皆清 待此泛海 及海水皆同湖水 但而可食 王甲道 只如此 怎就值得许多 一壶一人道 无本国有保持 内多其宝 只是淤泥浊水 水中有毒 人下去的 起来无不及死 所以要取宝的 必用重价 募着舍性命的下水 那人死了 还要养瞻他一架 如今有了此时 只需待在身边 水多澄清 如同繁水 任从取宝 总无妨了 岂不值钱 王甲道 这等 只买一颗去勾了 何必两颗多药 便等我留下一颗也好 一壶一人道 有个缘故 此宝行虽两颗 气势相连 彼此相逐 才是活物 可以长久 若折开两处 用不多时 就枯搞无用 所以分不得的 王甲想一壶一人识货 就取出前日的古镜 出来求他赏识 一壶一人见了 喝掌顶礼道 此非凡间之宝 其妙无量 连咱也不能尽之其用 必是世间大有福的人方的由此 咱就有钱 也不敢买 只买此二宝去也够了 此境好好藏着 不可轻去了他 王甲一言 把境来藏好 遂与一壶一人 成了一交一役 果将三万民 买了二百十去 王甲一时富足起来 然还未设渔船生活 一日天晚 遇着风雨 吊船归家 望见一江一南火把明亮 有人换船求渡 其声甚机 王甲料 此时没有别周 弱不得度 这些人虚吃了苦 急急冒着风吊过去载他 原来是两个道士 一个穿黄衣 一个穿白衣 下在船里了 腰柄对岸 道上对王甲道 如今夜黑雨大 没处投诉 得道宅上全歇一宵 实为万幸 王甲是个行善的人 便道 家里虽窝窄 尚有草榻 可以安起 师父美不妨下顾的 岁把船栓好 同了两道士到家里来 吩咐妻子安排斋饭 两道士苦辞道 不必赐餐 只求一宿 果然茶水多不吃 竟到一张 竹床上一铺睡了 王甲夫妻夜里睡觉 只听得竹床 利拉有声 扑得一响 像四肾重物 跌下地来的光景 王甲夫妻请道 莫不是客人跌下床来 然是人爹 没有的这样响声 王甲疑心 按理走出来 听两道士宿处 既然没一些声息 愈加奇怪 走转房里 寻出火种点起个灯来 出外一照 叫声啊也 原来竹床压迫 两道士聚落在床底下 直挺挺地眠着 伸手去一摸 吓得舌头伸了出去 半个时辰缩不进来 你倒怎么 但见这两个道士 兵一般冷 食一样间 掩掩两个皮囊 快燃一双保体 黄黄白白 世间无此不成 人 重重痴痴 路上非思难算客 王甲叫妻子起来道 说也稀罕 两个客人不是生人 多变得硬硬的了 妻子道 变了何物 王甲道 火光之下 看不明白 不知是同是息 是金是银 直带天明 才知分晓 妻子道 这等会作怪通灵的 料不是同悉东西 王甲道 也是 见见天明 仔细一看 果然那穿黄的是个金人 那穿白的是一个银人 约中有千百来金 王甲夫妻 惊喜非常 到此是天赐 只恐这等会变化的 必要走了那里去 急急去买了一二十楼山炭 贵家赤山起来 把来消融了 但见黄的是一金一金 白的是文银 王甲前此日主有意外之德 已是渐饶 又卖了二十子 得了一大筑钱 金又有了这许多金银 一发平满瓮满 几间破屋没放处了 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 虽然有了许多东西 也不想去起造房屋 也不想去质买田产 但把瑜伽知识 隔起不去弄了 只是安守过日 尚且无时无刻 没有横财到手 又不消去做的生意 两年之间 富得当不得 却只是夫妻两口 要这些家私 竟没用处 自己反觉多得不耐烦起来 心里有些黄惧不安 与妻子商量道 我家自从祖上到今 只是以余调为生计 一日所得 极多有了百钱 再没去处了 经我每次得了这宝镜 动不动上千上万不消金球 凭空飞到 梦里也是不打点的 我没且自思量着 我与你本是何等之人 周然有这等非常富贵 只恐怕天理不容 况我每粗一淡饭 便自过日 便这许多来何用 今若留着这宝镜在家 只有的增添起来 我想天地至宝 不该久留在身边 自取罪业 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禅院 设在圣像上 做了圆光 永做了佛家供养 也尽了我每一片心 也结了我每一个缘 岂不为美 妻子道 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 况我每只食食物 正该如此 于是两个智智成成 吃了十来日斋 同道四里献赐宝镜 四里祝池僧 兴昊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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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之来意 不胜赞叹道 此乃檀月大福田氏 王甲央他写成一旨 就使妖集合四僧众 做一个三日夜的道场 半斋粮 师趁钱 费过了数十两银钱 道场已毙 王甲即将宝镜 一交一副 住持兴昊昊昊昊昊昊昊 作别而归 兴昊昊昊昊昊昊昊 久已值得 王甲家里此经聚宝 乃千词推托道 这件物事 天下至宝 神明所惜 谭月肯将来师作佛供 自是谭月结缘 吴僧家何敢与其事 谭月自奉着 至在三宝之前 顶礼而去就是了 贫僧不去沾手 王甲夫妻一言 亲自把宝镜安放佛顶后面停荡 拜了四拜 别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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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回去了 谁知这个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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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尖角有余的僧人 明知道竟是至宝 王甲俱父 皆因于此 剑说肯舍在佛寺 已有心坍塌的了 又恐怕日后翻毁 原来取去 所以故意说个不敢斩首 他日好赖 王甲去后 就取江下来 觅换一个绝巧的柱镜匠人 照着行魔 另柱起一面来 柱成于这面宝镜分毫无益 随你识货的人 也分别不出的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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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些了匠人 叫他谨言 随将心柱之镜装在佛座 将真的换取藏好了 那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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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得此镜之后 金银财物不求自治 昔如王甲这两年的光景 以至一波充实 买瓷步度迭度的壮意奴医 多止三百余人 四杀兴旺 富不可言 王甲回去 却便一日衰败一日起来 原来人家要穷 是不打紧的 不消得道解火烧 只消有出无尽 七点八道 做事不着 算计不就 不知不觉地 渐渐消耗了 况且 王甲起出财务员 是来得容易的 慷慨用费 不在心上 好似没底的吊筒一般 只管漏了出去 后来父母教安道 自秧他去 只得去了 却要安道随行 安道到他去处 看见五月四读之神 多来朝他 又照天后之灵 主他于安道 官职前抄 安道归来 果见天后传令 洛阳城中访为安道 与他做魏王府长使 此前五百万 说得百之有业 原来也是借此 记着天后的 后来宋太宗好文 太平新国年间 宁史官编辑从来小说 以类分载 名为太平广迹 不论真的假的 一种收拾在内 议论得到 上次神之仙子 下级昆虫草木 无不受了一银一泻污点 道是其中之事 大略是不可信的 不知天下的是 才有假便有真 那神仙鬼怪 固然有假托的 也原自有真实的 未可值了一个见识 倒总是虚妄的事 只看太平广迹以后 许多记载之书 中间近多欲神欲鬼的 说得的的的确确 难道尽是假托出来不成 只是我朝家境年间 蔡林乌所记 辽阳海参一节 乃是千真万真的 盖世林乌先在京师 京师与辽阳相近 就闻的人说 有个商人 遇着海神的说话 半依半信 后见辽东一个牵线 一个总兵到京师来 两人一样说话 说得详细 放心其事 也还只晓得在辽的事 以后的是不明白 直到林乌 坐了南京汉林院孔木 撞着这人来游雨花台 林乌知道了 这人邀请他来相会 特问这话 方说的始末根由 背背细细 林乌叙述他 敌面自己说的话 做成此传 无一句不真的 方知从古来有这样似的 不尽是虚淡了 说话的 毕竟那个人是什么人 那个是怎么样起 看官听小子 聚着传译敷衍出来 正是 必是南居里 名神亦父亲 不知亦经亦爽至 相以恋繁生 话说辉州商人 姓程名载 表姿是贤 是比处于村大姓 世代如门 少时多曾一席 一读诗书 却是辉州风俗 以商骨为低等生业 磕地反再次着 正得初年 于凶城采江了数千金 到辽阳地方为商 贩卖人参 松子 貂皮 东猪之类 往来数年 但到处 必定失了便宜 耗舌了资本 再没一番做得着 惠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 所以 凡是商人归家 外儿宗族朋友 内儿妻妾家属 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 得利多的 尽皆爱境区奉 得利少的 尽皆轻薄笔笑 犹如读书求名的 忠与不忠归来的光景一般 承载弟兄 两人因是坐舌了本钱 怕归来受人笑话 修残残局 无面目见 亦将亦东赴老 不思量还乡去了 那辉州有一班做大商骨的 在辽阳开着大铺子 承载兄弟 因是平日是贯作商的 属于账母出入 盘算本利 这些本事 是商骨家最用得着的 他兄弟自无本钱 就有人出些数 请下了他专掌账母 辉州人称为二朝凤 兄弟两人 日里只在铺内掌账 晚间却在自令下处歇宿 那下处一带两间 兄弟各住一间 只隔得中间一堕板壁 住在里头 就像客店一般角碍 有甚快活 也是没奈何了 勉强度日 如此过了数年 那年是雾银年秋间了 边方地土 天气早寒 一日晚间风雨暴坐 承载与兄 各自在一间房中 拥备在床 想要就诊 因是寒气逼时人 承载不能承媚 翻来覆去 不觉思念家乡起来 只得重复穿了衣服 坐在床里浩碳树生 自想如此凄凉情状 不如早死了到干净 此时灯竹已灭 又无月光 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 胡的仪式之中 豁然明朗 照耀如同白日 世中器物之类 先好接见 承载心里疑惑 又觉异乡扑鼻 阴晕满是 毫无风雨之一声 顿然和暖 如意将一难二三月的气候起来 承载越加惊愕 自想到 莫非在梦境中了 不免走出外边 看是如何 他圆披衣服在身上的 急跳下床来 走到门边开出去看 只见外边阴黑风雨 寒冷得不可当 慌忙奔了进来 才把门关上 又是先前光景 满是明朗 别是一般境界 承载道 此必是怪异 心里慌怕 不敢动脚步 只在床上高声大叫 其胸城只隔的一层壁 随你喊破了喉咙 莫想答应一声 承载着了急 没奈何了 只得钻在背里 把背连头盖了 洒得紧紧 向李璧睡着 涂得个眼睛不看见 凭他怎么样了 确实心里明白 耳朵里听得出的 远远的似有车马熏田之一声 空中管弦 金石音乐谍奏 自东南方而来 看看相近 须语间已进房中 承载轻轻放开背脚 露出眼睛偷看 只见三个美妇人 朱颜绿殡 名谋好齿 官为盛世 有像世间图画上厚非的打扮 浑身上下 金翠诸玉 光彩夺目 容色风度 一个个如天上仙人 绝不似凡间模样 年纪多之可二十余岁光景 前后侍女无数 进阶勺力非常 各有直视 自分行列 弹剑 或提炉 或挥扇 或张盖 或戴剑 或耻解 或捧琴 或饼竹花 或写图书 或列宝丸 或宝盒状 或拥侵入 或执金 或奉盘 或窃如意 或举摇合 或陈屏障 或不挤言 或陈音乐 虽然纷云杂踏 仍自严肃整齐 执此一世之中 随从何止数百 说话的 你错了 这一间空房 能有多大 容得这几百人 若一个个 在这扇房门里 走将近来 走也走 他一两个更次 急也要急贪了 看官 不是这话 列位曾见 维摩经上的说话吗 那维摩居士 指方丈之士 乃有诸天 皆在室内 又容得十万八千 狮子坐 难道是地方者得去 无非是法相神通 金城载一世有限 有光明境界无尽 譬如一面镜子 能有多大 内中也着了 无尽物想 这只是个现象 所以容得数百个人 一时齐在面前 原不是从门里 一个两个进来的 闲话羞絮 且表正事 那三个美人 内中一个 更绝其整些的 走到床边 将城仔身上 抚摸一过 随即开阴生土 艳雨 微微笑道 果然睡熟了吗 无非是有害于人的 与狼君有溯源 特来相救 不必建议 且无以到此 万无去理 狼君便高声大叫 必无人听见 网自苦耳 不如坐肃起来 与无相见 城仔听罢 心里想到 这等灵变光景 非是神仙 即是鬼怪 他若要摆不着我 我辩不起来 这被投力 岂是躲得过的 他既说是有溯源 或者无害 也不见得 我且起来见他 看是怎的 岁一咕噜跳江起来 走下卧床 整一整衣襟 跪在地下道 城仔下介余夫 不知真仙降临 有失迎亚 罪和万死 浮起哀怜 美人即将仙仙玉手 一把拽降起来道 你羞惧怕 且与我同坐着 挽着城仔之手 双双南面坐下 那两个美人 一个向西 一个向东 相对视作 坐定 东西两美人道 今夕之会 属非偶然 不要自生疑虑 极命是女 涉酒尽传 品物真美 生平目中 所谓层堵 才一举注 心胸顿爽 美人又命 取红玉莲花后尽酒 后行绝大 可荣久一生 城仔素不善酌 竭力推辞不饮 美人笑道 狼怕醉吗 此非人间躯涅所运 不是吃了迷信的 多饮不防 手举一后 亲奉城仔 城仔不过意 只得接了道口 那酒味甘方 却又爽滑轻烈 毫不粘滞 虽要李全甘露的滋味 有所不及 城仔觉得好吃 不觉一后俱进 美人又笑道 狼信无否 一连又尽数之 三美人皆陪饮 城仔越吃越清爽 精神顿开 略无罪意 美尽一支 是女们八音齐琴 音调清和 令人有超凡一世之想 久兰 东西二美人起身道 夜已向身 狼与夫人可以救琴已 随其身肩为腹枕 蝶背腹床 向南面座的美人告去 其余侍女一同随散 眼前反白聚弃 煞尸不见 门户接壁 又不知 打从那里去了 当下只剩的 同座的美人一个 晚之城仔道 众人已散 我与狼姐一睡罢 城仔思思想道 我这床上不禁草入 怎么好与这样美人同睡的 举眼一看 只见枕青障入 进阶换过 锦绣珍奇 一些也不是旧时的了 城仔虽是有些惊慌 却已神魂飞跃 心里不知如何才好 只得一桶解衣登床 美人谢了三耳 徐徐解开 即发柳变 总挽起一窝丝来 那发又长又黑 光明可见 脱下礼仪 肌肤迎结 华若宁之 侧身相救 城仔汤着 遍体酥麻了 真个是 风若有余 柔若无骨 云与初一交一 流胆佳界 若远若近 婉转交窃 眼如厨子 含苞出彻 城仔客中荒凉 不易得了此味 真个魂飞天外 魄散九霄 石出望外 喜之如在 美人也自爱这承载 枕上对他道 世间花月之妖 飞走之怪 往往害人 所以 世上说着便怕 惹人僧恶 我非此类 狼甚物疑 我得与狼相遇 虽不能大有益于狼 一颗使狼身体康健 自勇丰足 唐有患难之处 亦可出小力周全 但不可露邪风生 就是至亲如胸 一身勿使之道 能守无戒 自今以后便当横凤枕席 不敢有废 若有一漏言 不要说我不能来 就有大祸临身 吾也就不得你了 甚至 甚至 承载闻言慎喜 和掌罚世道 某本凡贱 勿蒙真先厚德 虽粉身碎骨 不能为报 既承法旨 敢不明心 躺为所言 久死无悔 势必 每人一大喜 将手来勾着承载之景 说道 我不是仙人 是海神也 与狼友夙缘甚久 故来向旧儿 与话缠一眠 恩爱万壮 不觉临机已抱小二次 美人懒依起道 无今去了 夜当复来 郎君自爱 说吧 又见昨夜东西坐的两个美人 与众侍女 骑到床前 口里多称贺喜夫人郎君 美人走下床来 就有捧家伙的侍女 各将梳洗应有的物件 服侍梳洗罢 仍带赞耳官配 亦如昨夜光景 美人执着承载之首 丁宁再次不可泄露 徘徊眷恋 不人舍去 众女簇拥而行 尚回顾不止 人间夫妇 无此爱后 承载也下了床 穿了衣服 立即看 如痴四呆 欢喜依恋之态 不能自尽 转眼间 视中寄人 一无所见 看那门窗 还是昨日关得好好的 回头再看看房内 但见 土坑上铺一袋金框 卢系中拖一条不被 七腿墙脚 堆菱形几块煤烟 坍塌地炉 百缺战 一行贫贯 魂如古庙无香火 疑似牢房不结清 承载恍然自施道 莫非是做梦吗 定睛一想 想那饮食笑语 以及一交一合之状 蒙世之言 历历有句 绝非是梦寐之境 度里又喜又矣 请客间天以大名 承载思量道 无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 莫非夜来是体 他有些听的吗 走到剑壁 叫声阿哥 承岸正在床上起来 看见了承载 大惊道 你今日面上神采异常 不似平日光景 什么缘故 承载心里愁愁 道 莫非国有些什么怪样 惹他们疑心 只得贾义说道 我与你石怪运赛 失张失智 落魄在此 归家无期 昨夜暴冷 愁苦的当不得 辗转悲叹 一夜不曾合眼 阿哥必然听见他 有什么好处 却说我神采异常起来 承岸道 我也苦冷 又想着家乡 通膝不昧 听你房中 静悄悄的不闻一些声响 我怪到你这样睡得熟 何曾有愁叹之一声 却说这个话 承载见哥哥说了 晓得哥哥不曾听见夜来的事了 心中放下了疙瘩 等承岸梳洗了 一同到铺里来 那铺里的人见了承载 没一个不吃惊道 怎的今日承载哥面上 这等光彩 承岸对兄弟笑道 我说吗 承载只做不晓得 不来接口 却心里也自觉神思清爽 肌肉润泽 比平日不同 暗暗快活 唯恐他不再来了 是日贫是鬼影 恨不素宜 刚才傍晚 就回到夏楚 拖延腹痛 把门扁闭 静坐前响 等待消息 道的街骨出洞 房内忽然明亮起来 一如昨夜的光景 承载故叛奸 但见一对香炉前倒 美人已到面前 侍女只是数人 宜从之类稀少 连那旁坐的两个美人也不来了 美人见承载黑坐香等 笑道 郎国有心如此 但须始终如一方好 疾命侍女 射转禁酒 欢念笑谈 更比昨日熟分亲热了许多 须于撤席就寝 侍女聚散 顾看床入 并不曾见有人去铺设 幼腹锦绣重叠 承载心存道 床上虽然如此 地下尘埃会屋 且看是怎么样的 才一起念 只见满地多是锦音铺陈 毫无寸息了 事业两人筹谋好合 郁家亲侠 依旧机鸣两度 起来梳妆而去 此后人定即来 机鸣即去 率以为常 静无虚息 美来闭言语喧闹 音乐牵腔 胸房指隔层壁 到底影响不闻 也不知是何法术如此 自此秦赖欲驾 承载心里想要什么物件 即刻就有 极其神速 一日 欧斯敏中仙荔枝 极有黛叶百余科 香味真美 颜色新鲜 恰向树上摘下的 又说 此味只有一江一南阳梅 可以相提 便有阳梅一枝 坠于面前 枝上有二万余科 甘梅一长 此时已是深冬 旷死二物 皆不是北地所产 不知何自得来 又一息 谈及鹦鹉 承载道 闻得说有白的 稀不曾见 才说吧 更有几只鹦鹉 飞舞将来 白的 五色的多有 或诵佛经 或歌师父 多是中土官话 一日 承载在世上 看见大商将 宝石二克来卖 名为应红 色若桃花 大似拇指 所加百金 承载夜间 与美人说起 口中嘖嘖称为罕见 美人俯拿大笑道 狼君如此眼光浅 真是下重不可与兵 我教你看看 说吧 一宝满室 珊瑚有高涨鱼的 明珠有如鸡卵的 五色宝石有大如烤老的 光艳夺目 不可正视 承载左顾右盼 硬皆不详 须之间 近皆不见 承载自私 我夜间无欲不遂 如此受用 日里仍是人家庸功 美人纳之我心事来 虽把往年贸易 耗舍了数千金 以致流落于此 告诉一遍 不胜皆叹 美人又俯拿大笑道 正在欢会时 忽然想着这样俗事来 何乃不脱洒如此 虽然 这是狼的本业 也不要怪你 我再教你看一个光景 说吧 金银满钱 从地上直堆置屋梁边 不计其数 美人指着问承载道 你可要吗 承载是个做商人的 见了诺多金银 怎不动火 心热一缠 只手无脚 却带药去 美人将住去转碗内 夹肉一块 至承载面上道 此肉粘得在你面上吗 承载道 此是他肉 怎么粘得在无面上 美人指金银道 此意是他物 岂可取为己有 若目前取了些 也无不可 只是非分之物 得了反药生货 世人为取了不该得的东西 后来加倍丧去的 或连身子不保的 何止一人一事 我岂然以此误你 你若要金银 你可自去经营 无当指点路径 暗暗助你 这便使得 承载道 知这样也好了 其实是吉卯初夏 有饭药才到辽东的 朱药多卖剑 独有黄薄 大黄两位卖不去 各剩下千来金 此事贱物 所值不多 那卖药的贱无人买 只私两丢下去了 美人队承载道 你可去买了他的 有大力钱 在里头承载去问一问价钱 那卖的八步的脱手 略得些就罢了 承载深信美人之言 料笔不差 身边既有佣公银十来两 尽数买了他的 归来搬到夏处 鸽子成岸看见 累累堆堆弱多东西 却是两位草药 问之是十多两银子买的 大骂道 你敢失心疯了 将了有用的银子 置这样无用的东西 虽然买得见 这诺多几时拖得手去 讨得本利到手 有这样失算的事 谁知隔不多日 辽东毅力胜作 二要个铺多卖缺了 一时价钱腾跪起来 承载所有多的了好价 卖的庆贱 共卖了五百余两 承岸不知就理 只说是兄弟偶然造化到了 做着了这一桩生意 大家心献到 性不可屡角 金既有了本钱 该涂些傍食的利息 不可造次了 承载自有主意 只不说破 过了几日 有个荆州商人犯 踩断到辽东的 途中遭遇失惨 多发了斑点 一匹也没有颜色完好的 经商日夜啼哭 唯恐卖不去了 只要有着手便可成交 价钱甚是将就 美人又对承载到 这个又该做了 承载庆江前日 所得五百两银子 买了他五百匹 经商大喜而去 承岸见了道 我说你福伯 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财 今日就倒造了 这些彩断 全靠颜色 颜色好时 头二两一匹还有便宜 而今斑斑点点 那个要他 这五百两不撩在水里了 四次做生意 几时能勾正的好日回家 说罢大痛 重伤火中之的这时 也有吸他的 也有笑他的 谁知石运到了 自然生出巧来 承载顿放彩断 不上一月 亦将一溪宁 盲尘豪造反 杀了巡抚孙公 副师许公 谋要顺流而下 破安庆 取南京 建宝卫 东南一时震动 朝廷急调 撩兵难讨 飞袭到来 急如星火 军中容装 旗帜之类 多要整齐 现在请客 这个边地上那里 立地有着许多断皮 一时间价钱腾跪起来 只买的有就是 好歹不论 承载所买这些 斑斑点点的 仅多得了三倍的好价钱 这一番 除了本钱五百两 分外足足赚了千金 庚尘秋间 又有苏州商人 贩布三万匹到辽阳 陆续卖去 已有二万三四千匹了 剩下粗些的 还有六千多匹 忽然家信到来 母亲死了 急要奔丧回去 美人又对承载道 这件事又该做了 承载两番得利 心知灵验 急急去寻他讲价 那苏商先卖去的 得利几多了 金只是余胜 旷归心已急 只要一伙卖 便照原来价钱也罢 承载岁把千金尽数 买了他这六千多匹回来 明年新乙三月 五宗皇帝驾崩 天下人多要带着国丧 辽东远在色外 地不产布 人人要见白衣 亦是那讨得许多不来 一匹粗布 就卖的七八钱银子 承载这六千匹 又卖了三四千两 如此尸体 逢着便坐 坐来便稀奇古怪 得利非常 记不得许多 四五年间 辗转弄了五七万两 比西年所折的 倒多了几十倍了 正是 人妻我勘取 其银子可拘 虽然神按住 不得浪贪图 且说辽东起初 闻得亦将亦西宁往返时 人心危害 流传额言 纷纷不一 有的说在南京登基了 有的说兵过两谁了 有的说过了林青岛德州了 一日几番说话 也不知那句是真 那句是假 承载心念 家乡切尽 颇不自安 私下问美人道 那反叛的到底如何 美人微笑道 真天子自在乎 相之间 与他甚么相干 他自要逃死吃 故如此猖狂 不日就勤了 不足为虑 此事七月下旬的说 再过粤鱼报道 果然被南干巡抚 王阳明 勤了解经 承载见美人说天子在乎 相 恐怕一江一南 又有战争之事 心中仍旧惧怕 再问美人 美人道 不妨 不妨 国家庆坐临长 天下方向太平之福 只在一二年了 后来家境自胡广兴翻 入籍大统 海内安宁 稀如美人之眼 到家境假深年间 美人与承载往来 已是七载 两情浅全 犹如一日 承载囊中性已丰富 未免思念故乡起来 一夕 对美人道 某离家已二十年了 一向因本钱好蛇 回去不得 金蒙大造 囊子丰饶 已过所望 一遇赞与家兄归到乡里 一见妻子 便当即来 多不过一年之期 就好到此永奉欢笑 不知可否 美人听罢 不觉惊叹道 数年之好 只于此乎 狼仪自爱 免徒后福 我不能服事左右了 唏嘘气下 悲不自胜 承载大害道 某暂时归醒 必当速回 以徒后会 岂敢有富恩思 夫人乃说此断头话 美人哭道 大树当然 彼此做不得主 狼氏发此言 便是硕当永绝了 言由未已 前日出自来的东西二美人 急诸是女一丛之类 亦是阶级 音乐静奏 盛涉九言 美人自己 酌酒相劝 追续往时 初会与数年情爱 美说一句 哽咽难胜 承载大声好痛 自毁失言 恨不得将身投地 将头撞毙 两情一一 不能相设 诸女前来 禀白道 大树已终 法驾齐备 肃请夫人登途 不必过伤了 美人执着承载之手 一头捶泪 一头吩咐道 你有三大难 今将近了 实时一次警醒 至妻无自来相救 过了此后 终身吉利 寿至久久 吴当在蓬来三岛 等你来续前缘 你自已居心清静 立行善事 以赴无望 无与你身随隔远 你一举一动 无必晓得 万一做了歹事 以致堕落 犯了天条 吴也无可周全了 后会调遥 免知 免知 叮咛了又叮咛 何止诗来番 承载此时神智俱丧 说不出一句话 只好微微硬承 苏苏落泪而已 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 无非死别与会礼 天长地久有识尽 此恨绵绵无险期 须与临机群唱 侍女催促 绝别起行 美人还回头 顾盼了三四番 方才既然一无所见 但有 蟋蟀悲鸣 孤灯半灭 戚风潇洒 铁马叮当 鼠星东升 银河西转 请客之间 已如隔世 承载不慎哀痛 望着空中 禁不住的 嚎哭起来 才发的声 各自承载歌坊 早已听见 不向前番随你肩壁翻天覆地总不知道的 鸽子文的兄弟哭声 慌忙起来问其缘故 承载之无道 无过是思想家乡 口里强说 声音还是欺焉的 承载道 一向流落 归去不得 今这几年来 声音做得着 手头饶欲 要归不难 为何反哭的这等悲切起来 从来不曾见你如此 想必有甚伤心之事 修得瞒我 承载被歌子说破 晓得瞒不住 只得把西年玉和美人夜夜的受用 及生意 所以做得着已知丰富 接触美人之助 从头至尾 竖了一遍 承载经意不已 望空礼拜 明日与科商办理说了 辽阳城内外 没一个不传说 城市贤与海神的奇话 承载自此终日 郁郁不乐 犹如丧偶一般 与歌子商量 收拾难归 其实有个叔父 在大同座位经历 承载有好几师不相见了 想到 金帆归家 不知几师又到的北边 须趁此便打那边走一遭 看叔叔一看去 先打发行李资囊 付托歌子 成采尖鸭 从陆河下在船内 沿途等候着他 他自己却顾了一个牲口 由京师出居拥官 到大同地方见了叔父 一家骨肉 久别相聚 未免留连几日 不得动身 晚上睡去 梦见美人定来催促道 或是到了 还不快走 承载记得临别之言 慌忙向叔父告醒 叔父又留他见别 直到将晚方出的大同城门 是一天黑 承载道总是前途赶不上多少路罢了 不如就在城外且安秀了一晚 明日早行 睡到三谷 梦中美人又来催道 快走 快走 大难就到 略迟拖不去了 承载当时惊醒 不管天早天晚 骑了牲口 忙赶了四五里路 只听得炮声联响 回头看那城外时 火光逐天 照耀如同白日 原来是大同军变 且到如何是大同军变 大同参将假剑 不给军事行粮 军事鼓噪 杀了假剑 巡抚都欲使张文锦 出榜昭安 方得平静 张文锦密访了几个围头的 要行政法 正差人出来擒拿 军事重番鼓噪起来 索性把张巡抚也杀了 拒了大同 谋反朝廷 要搜寻内外壮丁一同叛逆 故此点了火把出城 凡是饭店经商 尽被狙刷了转去 收在火内 无一的拖 若是承载持了些个 一定也拿将去了 此时海参来救了 第一遭大难了 城仔的托 坚程到了居庸 夜宿关外 又梦见美人来催道 趁早过关 略吃一步 就有牢狱之灾了 城仔又惊将起来 殿内同宿的 多不曾起身 他独自一个 急到关前 哀门而进 行的术里 忽然以府军门 行将文书来 因为大同反乱 恐有奸细 混入京师 凡是在大同来 静观者 不是公差立人 有官文照燕在身者 尽收入间内 盘结明白 方准释放 事业与城仔同宿的人 多被留住下在狱中 后来 有道半年方得放出的 也有染了病 竟死在狱中的 城仔若非文书 未到之前先走脱了 便干净无事 也得耐烦 坐他五七月的肩 此时海神来救他 第二遭的大难了 城仔赶上了陆河船只 见了鸽子 背数一路遇难 因梦中抱信的托之故 两人感念不已 一路无话 已到了水安府 高游湖中 忽然 黑云密布 狂风怒嚎 水底老龙京 半空猛虎啸 左仙右荡 昏如落在薄龙中 前敲后颠 晚似滚起饭锅内 双围折断 一朵飘零 等闲要见阎望 立地虚有水浮 正在危急之中 承载乎闻一箱满船 风势顿兮 虚于黑雾四散 终有彩云一片 正荡船上 云中献出美人模样来 上半身毫发分明 下半身霞光拥臂 不可戏辨 承载明知 是海神又来救他 况且别过多时 不能思见 悲感之急 替死一交一下 对着云中 只是磕头礼拜 美人也在云端 举手搭理 容色恋恋 良久方眼 船上人多不见些甚吗 但见承载 与空中失礼之状 惊疑来问 承载被说 缘故如此 尽皆瞻仰 此时海神来救他第三遭的大难 此后再不见影响了 后来 承载年过六十 在南京遇着菜林乌时 容颜指向四十来岁的 可见是遇着一人无疑 若依着美人蓬来三岛之约 他日必登鲜鹿也 但不知承载无过是个经商俗人 有何缘分的有此一段奇遇 说来也不信 却这事是实实行的 可见神仙鬼怪之事 未必尽无 有失为证 流落边关一俗伤 却逢神卷不寻常 宁知中外缘何许 谈罢令人欲断肠 第三十七章 两座任莫大姐私奔在城郊阳二 礼带桃江 杨逸牛死 世上冤情 罪不亦理 话说宋师南安府大宇县 有个利点黄杰 娶妻李四娘 四娘为人心性风月 好杰十个把风 一流子弟私下往来 向宇黄杰生下一子 已是三岁了 不肯收心 只是贪意淫衣 一日黄杰因有公事 住在衙门中了十来日 四娘与一个不知姓名的 奸夫说通了 带了这三岁儿子 一同逃去 出城门不多路 那儿子见眼前光景生疏 啼哭不止 四娘好生不变 竟把儿子丢弃在草中 自同奸夫去了 大宇县中有个手利人 李三 到乡间行公事 才出城门 只听得草地里有小儿 啼哭之一声 急往前一看 见是一个小儿 眠在草里 雷天倒地 驾哭 李三看了 心中好生不忍 又不见一个人来采他 不知父母在那里去了 李三走去抱负着他 那小儿半日不见了人 心中虚切 哭得不耐烦 今见个人来威棒 虽是面生些 也倒忍住了哭 任凭他抱了起来 原来这李三不曾有儿女 看见欢喜 也是何当有事 倒是天赐与他小儿 一静地抱了回家 家人见孩子生得清秀 尽多快活 养在家里 认作是自家的了 这边黄杰衙门中出来 回到家里 只见房阔寂静 妻子多不见了 骇问临舍 多到是 鸭丝出去不多日 娘子急抱着小伴 不知那里去了 关的门户 急悄悄的 我们只到到那里 亲眷家去 不晓得背信 黄杰晴之妻 四娘有些毛病的 着了忙 各处亲眷家问 并无下落 黄杰只得写下了招了 各处访寻 情愿出十罐钱 做报信的谢礼 一日 偶然出城树里 恰恰经过李三门手 那李三正抱着 这时来的儿子 在那里与他作耍 黄杰仔细一看 认的是自家的儿子 贺问李三道 这是我的儿子 你却如何抱在此间 我家娘子那里去了 李三道 这子无字在草地上拾来的 那晓得什么娘子 黄杰道 我妻子失去 便贴招式 谁不知道 金子既在你处 必然是你坐监放科 又藏了我娘子 有什么的解说 李三道 我自是识得的 那知这些事 黄杰扭住李三 叫起驱来 惊动地方邻里 多走江龙来 黄杰告诉其事 众人道 李三元不曾有儿子 抱来时劫时 是有些来历不明 却不知是压私的 黄杰道 儿子在他处了 还有我娘子不见 是他一同拐了来的 众人道 这个我们不知道 李三发急道 我那见什么娘子 那日草地上 只见得这个孩子 在那里哭 我抱了回家 金记是压私的 我认了悔气 还你罢了 怎的还要赖我 什么娘子 黄杰道 放你娘的屁 是我赖你 我现有招贴在外的 你这个奸徒 我当关与你说话 对众人道 有樊列位 与我带一带 带到县里来 事关这拐骗 梁家子女 是你地方邻里的干系 不要走了人 李三道 我没甚弃心事 随你去见官 自有明白 一事也不走 黄杰随同了众人 压了李三 抱了儿子 一直到县里来 黄杰写了纸状词 把上相是 一一禀告县官 县官审问李三 李三只说 陆遇孩子抱了归来事实 并不知别相情有 县官道 胡说 他家不见了两个人 一个在你家了 这一个又在哪里 这样奸诈 不打不招 虽把李三上起刑法来 打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只不肯招 那县里有与黄杰的一班 利典二十多个 多护着利典行李体面 一起来贵禀县官 求他严刑跟究 县官又把李三重家敲打 李三当不过 只得屈招到 因为家中无子 见黄杰七抱了儿子在那里 把来杀了 到了他儿子回来 金被捉获 情愿就死 县官又问一师一手 金在何处 李三道 恐怕人看见 泡在一江一中了 县官录了口词 取了贡状 问成罪名 下载死囚牢状了 吩咐当案孔木做成招状 只等写完文卷 就行借负定夺 孔木又为着黄杰 把李三欲情做得没些漏洞 其是乃是绍兴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文卷已完 狱中取出李三杰斧 戏使杀人重犯 上了料时 带了穆家 跪在亭下 专听点名起见 忽然阴云四合 空中雷电一交一家 李三身上加纽进行脱落 霹雳声 掌案孔木震死在堂上 二十多个利点投上利钟 皆被雷锋撤去 县官惊得浑身打颤 虚语性定 叫把孔木深一尸一眼看 背上有朱虹写的李三欲冤四个转字 县官便叫李三问时 李三悟自痴痴地立着 疑似失了魂的 听得呼叫 然后答应出来 县官问道 你身上加纽 是才怎么样解了的 李三道 小人眼前昏黑 犹如梦里一般 更不知一些什么 不晓得身上加纽 怎地脱了 县官明知此事有冤 虽问李三道 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 李三道 时时不知谁人一下 在草地上啼哭 小人不忍 抱了回家 至于黄杰夫妻之事 小人并不知道 是受刑不过曲招的 县官此事又惊又悔道 今日看起来 果然与你无干 当时遂把李三释放 叫黄杰与同差人 别行寻击李四娘下落 后来毕竟在别处地方寻货 方知天下事 专在疑寺之间冤枉了人 这个李三若非雷神显灵 显仙儿没变白处了 而今说着国朝一个人 也为妻子随人走了 冤屈一个邻舍往来的 几乎累死 后来却得明白 与大禹这件事有些仿佛 带小子慢慢说来 便直端的 家妻诬谢桑中约 好事额千月下生 直解推原平日状 岂知局外有翻更 话说北支张家湾有个居民 姓徐明德 本身在城上做常办 尤其莫大姐生得大有容色 且是兴高好久 最后就要趁着风势 撩拨男子汉说话勾搭 临社有个杨二郎 也是风月场中人 年少风一流 闲荡游耍过日 眉省根基 与莫大姐终日调情 你贪我爱 弄上了手 外边人无不知道 虽是莫大姐 平日也还有个把踢几人往来 总不如与杨二郎过得恩爱 况且徐德在衙门里走动 常有个月七成不在家里 杨二郎一发便当 竟像夫妻一般过日 后来徐德正得家事从容了 衙门中寻了替身 不晓得日日出去 没有时间歇息在家里 渐渐把杨二郎与莫大姐光景 看了些出来 戏访邻里街访 也多有三三两两说话 徐德一日对莫大姐道 咱辛辛苦苦了办事 挣得有晚饭吃了 也要装些体面 不要被外人笑话便好 莫大姐道 有甚笑话 徐德道 忠不寇不明 鼓不打不响 遇人不知 莫若不为 你做的事 外边那一个不说的 你瞒咱则慎 咱叫你今后仔细些罢了 莫大姐被丈夫倒着海底眼 虽然撒娇撒吃 说了几句知无门面说话 却自想平日推 做得甚赖 小得瞒不过了 不好十分强便得 按得存道 我与杨二郎一交易好 情同夫妻 时刻也嫌不得的 今被丈夫知道 必然防备得紧 怎的相意 不如私下与他商量 卷了些家财 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 自意犹自在的快活 岂不是好 藏在心中 一日看见徐德出去 便约了杨二郎 逆伤此事 杨二郎道 我此间又没甚千代 大姐肯同我去 要走就走 只是到外边去 需要有些本钱 才好养得口活 莫大姐道 我把家里细软 尽数卷了去 怕不也过几时 等住定身子 慢慢生发作活就是 杨二郎道 这个就好了 一面收拾起来 得便再商量走道罢了 莫大姐道 说与你了 待我看着机会 捡个日子 悄悄约你走路 你不要走漏了消息 杨二郎道 知道 两个趁空处 又做了一点点事 千分万复而去 徐德归来几日 看见莫大姐神思缭乱 心不在焉的光景 又仿之杨二郎 仍来走动 恨着道 等我一时撞着了 怕不着他做两段 莫大姐听见 私下交人地信 与杨二郎 目下切不要到门前来录影 自此 杨二郎 不敢到徐家方进来 莫大姐 怯怯在心 只思量和他那里 去了便好 以此心不在徐家 只爱着丈夫 一个是眼中定了 大凡女人心意也 自然七天八道 如痴如呆 有头没脑 说着东边 认着西边 没情没续的 况且 杨二郎又不得来 查理饭里多是他 想也想吃了 因是闷得不耐烦 问了丈夫 同了邻舍两三个妇女们 约了要到月庙里烧一味香 此时徐德晓得这婆娘不长进 不该放他出去才是 却是北人直性 心里道 这几时居细的紧了 看他恍恍惚惚 莫不生出病来 便等他外边去散散 北方风俗 女人出去 只是自行 男子自有够当 不大肯跟随走的 当下莫大姐 自同一伙女伴 带了纸马酒盒 抬着轿 飘飘翼翼地出门去了 只因此一去 有愤意交医 润中一女 静留烟月之场 枕上情人 显作灵固之鬼 直带海青中见底 方令盆赴的黄光 且说齐化门外 有一个捉鞘的子房 性欲名胜 生性一银一十档 利心雕酸 专一不守本分 勾打良家妇女 又喜讨人便宜 做那魅心短形的事 她与莫大姐 是孤勇之亲 一向往来 两下多有些意思 只是不曾得辨 位上得手 玉盛心里倒是 一桩欠世 时常纪念的 一日在自己门前贤厉 只见几城女教台过 她窥头探脑 去看那教理台的女眷 恰好叫联系处 认得是徐家的莫大姐 看了教上挂着纸钱 晓得是月妙进香 又有闲的挑着核弹 乃是女眷们 有耍吃酒的 想到 我若私赶着她们去 闲荡一番 不过插的些寡趣 落的个眼宝 没有食味 况有别人家女眷在里头 便插去也有好些不便 不若我整这些酒转 再次等莫大姐转来 我是亲眷人家 邀她进来 打个中火 没人说的 一姐莫大姐 尽是贪杯高兴 十分有情的 必不推剧 那时趁着酒性迎勾她 不怕她不成这事 好借 好借 即使奔忙闹热 一壶一桶 只捡可口的鱼肉昏摇 真松戏果 买了若多 搓弄得齐齐整整 正是 安排扑鼻芳香儿 专等惊你来上钩 却说 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 到庙里烧过了香 各处去游耍 挑了酒盒 野地上随着好作处 即便摆着吃酒 女眷们多不十分大饮 无非吃下三数杯 晓得莫大姐良好 多来劝她 莫大姐并不推辞 拿起杯来就吃就干 把带来的酒吃的庆贱 已有了七八分酒意 天色将晚 然后收拾家伙 上轿抬回 回至玉家门前 玉生瞧见 忙至莫大姐叫前世礼道 此事小人家下 大姐途中口渴了 可进里面告风一茬 莫大姐醉眼朦胧 见了玉生是表亲 又是平日调的琴贯的 盲教助教 走出教来与玉生万福道 原来哥哥住在这里 玉生笑容满面道 请大姐里面坐一坐去 莫大姐带着酒意 亮亮呛呛地跟了进门 别家女教晓得 徐家教子有亲眷留住 各自先去了 徐家的教夫住在门口等候 莫大姐进的门来 玉生腰至一间房中 只见酒果摇转 摆得满桌 莫大姐道 什么道理 要哥哥这么假费心 玉生道 难得大姐在此经过 一杯淡酒 聊表寸心而已 玉生是有意的 特地不令一个人来待世 只是一身陪着自己针酒 极尽殷勤相劝 正是 茶为花博士 酒试色眉人 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 更加玉生慢弩 谣传捉醉鱼 腼腆着面旁 央求不过 又吃了许多 酒力发作 捏斜了双眼 一吟一星勃然 倒来丢眼色 说疯话 玉生挨在身边 同坐了 将这一杯酒 你下半口 我下半口 又勤了一口 勾着脖子 渡浆过去 莫大姐接来咽下去了 就把舌头伸过口来 玉生扎了一回 彼此春心荡漾 微抱到床中 吞下小衣 弄浆起来 一个最后先疼 一个醒中磨弄 醉得如梅花之梦蝶 醒得似彩蕊之狂风 醉得一味性浓 单程欲勇 醒得半肩去胜 完事偏真 此贪比爱不同情 你醉我醒皆妙境 两人站到尖身之处 莫大姐不胜乐唱 口里哼哼地道 我二哥 亲亲的肉 我一心待你 只要同你一处 去快活了吧 我家天杀的不知趣 又来居管人 怎如得二哥 这等亲热有趣 说吧 将腰下乱颠乱耸 紧紧抱住 玉生不放 口里只叫二哥亲亲 原来莫大姐醉得极了 但知快活异常 神思昏迷 忘其所以 真个醉里醒诗言 又倒是酒到真性 平时心上恋恋的是杨二郎 恍恍惚惚 竟把玉生错认 干事的是玉生 说的话 都是对杨二郎的话 玉生远晓得 杨二郎与他相后的 明明是醉里认差了 玉生道 颇奈这浪一银一时负 你只记得心上人 我且将计就计 舔他说话 看他说什么来 就接口道 我怎生的捅你一处去快活 莫大姐道 我前日与你说的 收拾了些家私 和你别处去过活 一向不得空变 金秋分之日 那天沙的进城上去 有那衙门里够荡 我与你趁那晚走了 玉生道 走不拖却怎么 莫大姐道 你端正下船 一般下船连夜摇了去 等他城上出来 知得一次赶不着了 玉生道 夜晚间把什么为暗号 莫大姐道 你只在门外拍拍手掌 我里头字节应你 我打点停到好几时了 你不要错过 口里糊糊涂涂 又说好些 总不过肉麻说话 玉生只捡那几句要紧的 记得明明白白在心 须于云收雨散 莫大姐整一整头记 头炫眼花地走下床来 玉生先此 已把酒饭与教夫吃过了 叫他来打着叫 挽扶着莫大姐上叫去了 玉生回来 倒是站了彩头 心中欢喜 却又得了他心腹里的话 笑道 诧异 诧异 那只他要与杨二郎逃走 尽把相约的事对我说了 又认我做了杨二郎 你倒好笑吗 我如今将错就错 顾下了船 到那碗捡他这柳 落得在他娘在别处受用几时 有何不可 玉生是个不学好的人 正挠着的仰处 以为得计 一面料理传之 只等到妻行事 不在话下 且说莫大姐归家 次日病了一日久 昨日到玉家之事 犹如梦里 多不十分计的 只依稀影响 任作已约定杨二郎日子过了 收拾停荡 只待起身 岂知杨二郎处 虽曾说过两番 晓得有这个意思 反不曾一经一戏叮咛的 不做整备的 到了秋分这夜 夜以二股 莫大姐在家里等候消息 只听到外边拍手响 莫大姐心照 也拍拍手开门出去 黑影中见一个人 在那里拍手 心里倒是杨二郎了 急回身进去 将衣囊相隆 逐渐递出 那人一剑剑接了 安顿在船中 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见 不敢用火 将房中灯打灭了 虚锁了房门 黑里走出 那人扶了上船 如飞把船开了 船中两个多士低声细语 旷是慌张之际 莫大姐只认识杨二郎 急切变不出来 莫大姐失张失智 历录了一日 吓得船才心安 倦将起来 不急做什么事 说的一两句话 那人又不十分回答 莫大姐放到头 合一就睡着了去 笔记天明 已在陆河 离家有百十里了 撑开眼来看 那舱里同坐的人 不是杨二郎 却正是齐化门外的御圣 莫大姐吃了一惊道 如何却是你 御圣笑道 那日大姐在月庙归来途中 到家下小酌 承大姐不弃 赐予欢慧 是大姐亲口约下我的 如何到吃惊起来 莫大姐待了一回 仔细一想 才醒起前日在她家吃酒 酒中一饮一够之事 后来想是错认 把真话告诉了出来 醒来计差 只说是约下阳二郎了 岂知错约了她 今事已至此 说不得了 只得随她去 只是怎声发福 阳二郎喝 阴问道 而今随着哥哥 到那里去才好 玉圣道 林青是个大码头去处 我有个主人在那里 我与你那边去住了 寻生一坐 我两个衣窝作伴 岂不快活 莫大姐道 我衣囊里尽有些本钱 哥哥要营运时 足可生发度日的 玉圣道 这个最好 从此 莫大姐竟同玉圣到林青去了 话分两头 且说徐德衙门攻势已毙 回到家里 家里敲梅一人 香笼食物皆已搬空 徐德骂道 这歪刺姑一定跟得尖夫走了 问一问林社 林社道 小娘子一个夜里不知去向 第二日 我们看见门室锁的了 不晓得里面虚实 你老人家自想着 无过是平日有往来的人约的去 徐德道 有什么难见处 料指在杨二郎家里 林社道 这猜得着 我们也是这般说 徐德道 小人平日家丑须 蛮列位不得 今日做出事来 眼见的是杨二郎的缘故 这是少不得要经官 有凡两位做一笔见证 而今小人先到杨家去问一问夏洛 与他闹一场择个 林社道 这事情那一个不知道的 道观时 我们自然讲出公道来 徐德道 有劳 有劳 当下一份之气 奔到杨二郎家里 恰好杨二郎走出来 徐德一把扭住道 你把我家媳妇子 拐在那里去藏过了 杨二郎虽不曾做这事 却是曾有这话 关着心的 骤然文的老大吃惊 口里嚷道 我那只这事 却来赚我 徐德道 街坊上那一个不晓得 你赢勾了我媳妇子 你还要赖礼 我与你见官去 还我人来 杨二郎道 不知你家嫂子 几世不见了 我好单单在家里 却来问我要人 就见官 我不相干 徐德纳听他分说 只是拖住了 一郊一妇与地方 一同送到城上 兵马司来 徐德衙门情熟 为他得多 兵马司先把杨二郎 下在铺里 次日 徐德就将监管事情 在巡城茶院衙门 告疆下来 批语兵马司研究 兵马审问杨二郎 杨二郎出使指推武干 徐德拉同地方 众医症他友好 兵马喝酒加上刑法 杨二郎熬不过 只得招出平日 通奸往来试试 兵马道 奸情计真 自然是你拐藏了 杨二郎道 只是平日友好 逃去一世 尾时于小的无赦 兵马又换地方 与徐德问道 他妻子末世 还有别个奸夫吗 徐德道 并无别人 只有杨二郎 毫无忍试真 地方也说道 邻里中也知晓杨二郎 是奸夫 别一个不奸说起 兵马贺杨二郎道 这等还要强辩 你识说拐来藏在那里 杨二郎道 其实不在小的处 小的知他在那里 兵马大怒 喝酒重重加起 必要他说 杨二郎指得又招道 曾与小的商量 要一同逃去 这说话是有的 小的不曾应承 故此未约的定 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见了 兵马道 既然曾商量同逃 而今走了 自然之情 他无非私下藏过 只图混赖一时 被地里却去奸肃 我如今收在奸中 三日五日一笔 看你藏得到底不成 虽把杨二郎奸下 隔几日就带出拘问一番 杨二郎只是一般说话 招不出人来 徐德又时时来催饼 不过做杨二郎屁石骨不着 打得歇驱棒 毫无头绪 杨二郎正是俗语所云 从前做事 没兴起来 鸟狗吃食 白狗当哉 杨二郎当不过驱打 也将披屋网进事情 在上司告下来 提到别衙们去问 却是徐德家里 时时没了人 奸情又招是真的 不好出脱的他 有惊疑他的 叫他出了招贴 许下赏钱 牧人饥访 然是十个人内道 有九个说 杨二郎藏过的是真的 那个说一声 其中有冤枉 此意是杨二郎 一银一人 一妻女应受的果报 女色从来是祸胎 见一银一谁不惹非在 虽然逃去魂无赦 一起无端受往来 且不说这边杨二郎受累 累年不绝的是 再表玉生自那日 载了莫大姐到了林青地方 另间闲房住下 两人行其 一银一乐 混过了几时 莫大姐终究有着杨二郎在心里 身子虽现随着玉生 毕竟是勉强的 终日嫁没心没想 哀声叹气 玉生起初筹谋 相处了两个月 看看两下里各有些闲增 不自在起来 玉生自想到 我木下用他的 带来的东西须有尽时 我又不会做生意 日后怎生结果 况且是别人的蹊跷 留在身边 到底怕路将出来 不是常变 我也要到自家里去的 那里守得定在这里 我不如寻个主卖了他 他模样尽好 倒也还值得百十两银子 我得他这些身 与他身边带来的许多东西 也尽被受用了 打听的临京渡口 以前岳户为妈妈家里养许多粉头 是个兴透的宝 要的是女人 寻个人去与他说了 为妈只作坊 亲来相探望 看过了人物 还出了八十两价钱 一交一对明白 只要抬人去 玉盛哄着莫大姐道 这位妈妈是我家外亲 极是好情分 你我在此一乡 图得与他做个相识 往来也不寂寞 为妈妈前日来望过了你 你今日也去还拜他一拜才是 莫大姐女眷心性 巴不得寻个头脑外边 去走走的 剑说了 即便梳妆起来 玉盛就去顾了一成叫 把莫大姐竟抬到为妈家里 莫大姐看见为妈妈 笑嘻嘻相投相搅 只是上下看去 大刺刺的不十分接待 又见许多粉头在面前 心里道 什么外亲 看来是个行愿人家了 吃了一杯茶 告别起身 为妈妈笑道 你还要到那里去 莫大姐道 家去 为妈妈道 还有什么家里 你已是此间人了 莫大姐吃一惊道 这怎么说 为妈妈道 你家御官得了我八十两银子 把你卖于我家了 莫大姐道 那有此话 我身子是自家的 谁卖的我 为妈妈道 什么自家不自家 银子已拿得去了 我那管你 莫大姐道 等我去和那天杀的 说个明白 为妈妈道 此时她跑自家的道 赶走过七八里路了 你那里寻她去 我这里好道路 你安心住下了吧 不要逃我杀为伴吃 莫大姐情之被玉生所转 叫起撞天驱来 大哭了一场 为妈妈喝住 只说要打 中粉头 做好做欠的来劝住 莫大姐原是 立不得真杰排方的 到此地位 落了圈套 没计奈何 只得和光同尘 随着做娼妓罢了 此意是 莫大姐做妇女 不学好英寿的果报 敖女和当有一图 潘亦淫 亦智欲闪亲夫 今朝更被她人闪 天宝昭昭不可恶 莫大姐自从落昌之后 心里长自想到 我只图与杨二郎逃出来快活 谁到最后错记 却被遇上天杀的转来 卖我在此 而今不知杨二郎怎地在那里 我家里不见了人 又不知怎样光景 时常怯怯于心 有时接着香头的孤老 也略把这些前因说说 只好赶伤流泪 那里有人管她 这些唠叨 光阴如箭 不觉已是四五个年头 一日 有一个客人来嫖宿饮酒 见了莫大姐 目不停顺 只管上下桥去 莫大姐也觉有些面染 两下疑惑 莫大姐开口问道 客观贵处 那客人道 小子姓姓名逢 住居在张家湾 莫大姐见说 张家湾三字 不觉潜然泪下 道 既在张家湾 可晓得常搬徐德家里吗 姓客经道 徐德是我邻人 她家里失去了嫂子几年 是见小娘子 面旁有些思想 莫不正是徐嫂子吗 莫大姐道 一奴仪正是徐家媳妇 被人拐来坑陷在此 方才见客人面旁 一奴一家道有些认得 岂知确实日前临摄性官 原来姓逢也是风月中人 像是看见莫大姐有些话头 也曾咽着干拓的 故此一见就认得 姓客道 小娘子你再次不打紧 却害得一个人好苦 莫大姐道 是那个 姓客道 你家告了杨二郎 累了几年官司 打也不知打了多少 至今还在监理 未得明白 莫大姐见说 毫不伤心 轻轻对姓客道 日理不好尽言 晚上留在此间 有句说话奉告 姓客是晚 就与莫大姐同诉了 莫大姐悄悄告诉她 说伟师与杨二郎 有意交医 被遇生冒充了杨二郎拐来卖在这里 从头至尾 一一说了 又与她道 客人可看平日临社面上 到家说之此事 一来救了一奴一家出去 二来说清了杨二郎 也是民工 三来吃了 遇生这次这样大亏 等得见了天日 咬也咬她几口 姓客道 我去说 我去说 杨二郎 虚长斑 多是我一块土上人 况且贴得有赏单 今我得时 怎不去报 遇生这丝有名刁钻 天理不容 也该败了 莫大姐道 虚得密些才好 若漏了风 怕这家又把我藏过了 姓客道 只你知我知 而今见人再不要提起 我一道笔就出手便是 两人商约已定 姓客竟自回转 张家湾来见虚得道 你家嫂子已有下落 我亲眼见了 虚得道 见在那里 姓冯道 我替你同道官面前 还你的明白 虚得岁同了姓冯奇 道兵马斯来 姓冯当官地上一只手撞 撞云 手撞人姓冯 戏张家湾民 未举手掠脉事 本湾徐德夫妻末世 告官未获 金冯募见本父身在林青乐户 魏宝家 以门脉奸 本父称戏是棍玉胜略 卖在笔市的 范良为昌 礼合举手 所守事时 兵马即将手撞判准在案 一面申闻查院 一面密刹兵番 拿货玉胜到官刑区 玉胜抵赖不过 共土前情明白 当下收在监中 侯莫氏到时 致正定罪 随即凤察院批一发明文 压了元首人姓冯 与本父徐德 刑官到林青州 眼瞳任居莫氏 及买粮为昌月户卫保 道司审问 原差手提 林青州里 及芒天差工人 一同刑拘 一千人到魏家 好似瓮中捉茶 手到哪来 林青州点齐了 发了批回 压戒到兵马司来 杨二郎鄙视还在监中 得知这事 连忙写了诉状 乘是雨脊无干 今日信见天日 等情投地 兵马司准了 等候一同发落 其实人范奇道听审 兵马先唤莫大姐问她 莫大姐将玉胜 如何骗她到林青 如何哄她卖昌家 依依说了背心 又换卫宝问道 你如何买了良人支付 魏妈妈道 小敖人是个岳户 靠那取讨 娼计为生 玉胜称说 自己妻子愿卖 小敖人见了是本夫做主的 与他讨了 岂知他是拐来的 徐德走上来道 当时妻子失去 还带了家里许多香农资财去 金人既被货 还望追出赃私 给还小人 莫大姐道 玉胜哄我到魏家 我只走得一身去 就卖绝在那里 一英所有 多被玉胜得了 与魏家无干 兵马拍拙道 那玉胜这样可恶 既拐了人去奸肃了 又卖了他身了 又没了他资财 有这等没天理的 喝叫重打 玉胜便道 卖他在昌家 是小人不是 干忍其罪 至于逃去 是他自跟了小人走的 非干小人拐他 兵马问莫大姐道 你当时为何跟了他走 不时说出来 讨诈 莫大姐只得把与杨二郎 友好认错了玉胜的事 一一招了 兵马笑道 怪到你丈夫徐德 告知杨二郎 杨二郎虽然驱坐了奸几年 徐德不为权无 莫氏虽然认错 玉胜乘机盗拐 启德推雇 喝叫把玉胜打了四十大板 问略犯良人军罪 压锥带去赃物 给还徐德 莫氏身价八十两 追处入关 为妈买粮 戏不知情 问个不应罪名 出过身价 有几年卖奸得利 不必偿还 杨二郎先有奸情 后虽无干 也问账书释访名家 姓逢首饰得识 量刑给赏 判断以名 将莫大姐发与原夫徐德收领 徐德道 小人一妻子 被了小人逃出了几年 又落在昌家了 小人还要这烂衣淫 衣食负作甚吗 情愿当官休了 等他别嫁个人吧 兵马道 这个有你 且保领出去 自寻人嫁了他 再与你立案罢了 一干人 种个到家里 杨二郎自私 别人拐去了 却冤了 我做了几年间 更歹干罢 告诉林里 要与徐德私闹 徐德也有些心切 过不去 转央林里和解 林里商量调停这事 一道 总是徐德不与莫大姐玩具了 现在寻人别嫁 何不让与杨二郎娶了 消失两家冤仇 与徐德说了 徐德也道负累了他 便一一也罢 杨二郎闻之 一发正中下怀 笑道 若肯如此 便多做了几时 我也永不提起了 林里把此一三面约同 当官禀明 兵马被知杨二郎顶刚坐肩 有些屈一里头 依地方处分 准徐德立了婚书 让与杨二郎为妻 莫大姐称心相义 得嫁了旧事相识 因为吃过了这些食苦 也自收心学好 不似前时惹骚招货 竟与杨二郎到了底 这莫非是杨二郎的前缘 然也为他吃苦不少了 不为美事 后人当以此为鉴 网座林固已数年 而金方得宝禅捐 何如自首家常贩 不害官司不损钱 第38章神偷记星 一只梅侠道观行三昧 誓曰 巨贼从未有贼制 其间妙巧亦无穷 若能收作工价用 何必将场不立功 自古说孟长君养师客三千 鸡鸣狗盗的多收拾在门下 后来被秦王拘留 无忌地托 秦王有个爱基传语道 闻得孟长君有领湖白球 价值千金 若将来送了我 我替他讨个人情 放他归去 孟长君当时只有一领湖白球 以送上秦王收藏内裤 那得再有 其实狗盗的变现计道 陈善狗偷 往内裤去偷将出来便是 你道何为狗偷 乃是此人擅作狗嚎 就假作了狗 爬墙月壁 快捷如飞 果然把胡白球偷了出来 送予秦公爱基 才得善言放脱 连夜行到寒谷关 孟长君恐怕秦王有悔 后面追来 急要出关 当得官上 只等明明才开 孟长君着了急 那时时刻道 陈善基明 此时正用得着 就叶起声音 学作机提起来 果然语真无二 提的两三声 四下群机接提 官吏听的 把关开了 孟长君才得脱去 孟长君平时养了许多客 金托秦南 却得此两小人之力 可见天下寸长齿迹 具有用处 而今世上只种着科目 非此出身 纵有奢侦的 一概不用 所以 有蹊跷至谋之人 没处设施 多敢去做了 为非作歹的勾当 若是善用人才的 收台将来 随意着用 未必不得他气力 且省得他留在盗贼里头去了 且如宋朝临安有个句道 叫做我来也 不知姓沈名谁 但是他到人家偷盗了物事 一些踪影不露出来 只是临行时壁上写着 我来也三个大字 第二日 人家看见了字 方才简点家中 晓得失了贼 若无此字 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煞好手段 临安中受他 烤恼不过 纷纷告状 福尹则这 击不使臣 言行挨扎 要获着真正 携我来也三字的贼人 确实没个性命 只是张三李四 拿着那个才肯认账 使臣人等受那 比较不过 只得用心提防 原来随你巧贼 需瞒不过工人 瞻风望气 定然知道的 只因拿得甚紧 毕竟不知怎地 击看了他的真身 借到临安府里来 福尹声唐 使臣炳说机 着了真正我来也 虽不晓得姓名 却正是写这三字的 福尹道 何以见得 使臣道 小人们提防甚真 一些不差 那个人道 小人是良民 并不是什么我来也 工人们比较不过 拿小人来冒充的 使臣道 的是真正的 贼口听他不得 福尹只是一心 使臣们禀道 小人们费了多少心机 才仿得着 若被他花言巧语 拖了出去 后来小人们 再没处拿了 福尹欲带要放 见使臣们如此说 又怕是真的 万一放去了 难以寻他 再不好比较 击补的了 只得全发下 监中收监 那人一到监中 便好言对御族道 进监的旧力 该有使费 我身边之物 尽被做工地搜去 我有一组银两 在月庙里 神座破砖之下 送与哥哥 做拜见钱 哥哥只坐去 烧香取了来 狱族私信不信 免不得跑去一看 果然得了一包东西 约有二十余两 狱族大喜 虽把那人好好看待 见家亲密 一日 那人又对狱族道 小人承蒙哥哥盛情 十分看待得好 小人无可报效 还有一组东西 在某外桥朵之下 哥哥去取了 也见小人一点敬意 狱族道 这个所在 是往来之所 人眼极多 如何取得 那人道 哥哥将个框栏 盛着衣服 到那河里去洗 摸来放在栏中 就把衣服盖好 却不拿将来了 狱族一言 如法取了来 没人知觉 简简物事 约有百金之外 狱族一发喜谢不尽 爱后那人 如同骨肉 晚间买酒请他 酒中那人对狱族道 今夜三更 我要到家里去看一看 五更集来 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 狱族思量道 我受了他许多东西 他要出去 坐难不得 万一不来了 怎么出 那人见狱族迟疑 便道 哥哥不必疑心 小人被做工的冒认 坐我来 也送在此间 既无真名 又无实际 虚问不得小人的罪 小人少不得便出去 一事也不思逃的 但请哥哥放心 只削得个更次 小人仍旧在此了 狱族见他说得有理 想到 一个不曾问罪的犯人 就是失了 没甚大事 他献与了我许多银两 拼得与他使用些 好歹糊涂的过 况他未必不来的 就医允放了他 那人不由玉门 竟在屋檐上跳了去 乌瓦乌生 早已不见 道得天位大名 狱族素酒未醒 尚在朦胧 那人已从屋檐跳下 摇起狱族道 来了 来了 狱族惊醒 看了一看到 有这等信任 那人道 小人怎敢不来 有泪哥哥 多谢哥哥放了我去 已有小小谢意 留在哥哥家里 哥哥快去收拾了来 小人就要别了哥哥 当官出奸去了 狱族不解其意 急回到家中 家中妻子说 有件事 正要你回来得知 昨夜耕骨尽时 不知梁上什么响 忽得掉下一个包来 解开看时 尽是金银器物 敢是天息我们的 狱族情知是那人的缘故 急摇手道 不要路生 快收拾好了 慢慢受用 狱族急转到肩中 又谢了那人 须与福隐声堂 放告排出 只见纷纷来告到情事 共有六七指 多是昨夜试了道 墙壁上据写的有 我来也三字 恳求着落击补 福隐道 我原疑心前日间的 未必是真我来也 果然另有这个人在那里 那见的岂不冤枉 急叫狱族吩咐 快把前日间的那人放了 并行责着 鸡不使臣 定要访个真正我来也 解官 立线比较 岂知真的 却在眼前放去了 只有狱族心里明白 扶他神机妙用 受过众讳 再也不敢说破 看官 你倒如此贼人智巧 可不是有用的 这他的去处吗 这是旧话 不必说 只是我朝家静年间 苏州有个神偷懒龙 事迹颇多 虽是个贼 煞事有意气 兼带着戏耍 说来有许多 好笑好听处 有诗为证 谁到偷无道 神偷是美奇 包看多慷慨 不是俗偷 话说苏州亚自成东玄 庙冠前第一项 有一个人 不晓得他的性命 后来他自号懒龙 人只称呼他是懒龙 其母村居 偶然走路遇着天狱 走到一所枯庙中避着 却是草邪三郎庙 其母坐久 雨上不住 昏昏睡去 梦见神道与他一交一赶 归来有任 满了十月 生下这个懒龙来 懒龙生得身材小巧 胆气壮猛 心机灵变 度量凯康 且说他的身体行径 柔弱无骨 轻弱欲风 大则登屋跳两 小则门墙摸壁 随机应变 看景生情 社口则为鸡犬离属之一生 派手则做消骨贤素之弄 引着有方 律语相应 无福酷销 可使乱真 除墨如鬼神 去来如风雨 果然天下无双手 真是人间第一头 懒龙不但计量巧妙 又有几件稀奇本事 诧异性格 自小就会着了靴在壁上走 又会说十三省相谈 夜间可以连宵不睡 日间可以连睡几日 不茶不饭 像尘团一般 有时放之一吃 九树斗饭树生 不够一饱 有时不吃起来 便冻几日不饿 鞋底中用稻草灰做衬 走步绝无声响 与人相扑 吊臂往来 疏忽如风 想来 剑霞传中白元宫 水浒传中古上枣 其皎节不过如此 自古道姓之所尽 懒龙既有这一番车术 辫子藏埋不住 好与少年无赖的人往来 一袭一城偷行径 一时偷中高手有 卢且且 骨兽如青卢枝 探完百打最盛 刺毛鹰 见人者隐符 行如菜饭 能素粮壁上 白搭博 以素链为腰缠 脚上挂大铁钩 以钩向上抛制 欲传挂便攀缘腰缠上升 欲下一介勾力 踢其腰缠 偏然而落 这鼠格 多是无中高手 见了懒龙手段 尽必心服 自以为不及 懒龙圆眉圣 家园家计 金衣发气了 到处为家 人都不晓得 他歇在那一个所在 白日行都市中 或闪入人家 但见其影 不见其行 暗夜便窃入 大户珠门巡速处 戴帽良间 鸳鸯楼下 绣瓶之内 画阁之中 缩作刺猬 一一团一 没一处 不是他睡场 得便就做他一手 因是终日会睡 变幻不测如龙 所以人叫他懒龙 所到之处 但得了手 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 在黑处将粉写白字 在粉墙将梅写黑字 再不空过 所以人又叫他 做一枝梅 家境初年 洞庭两山出郊 太湖边山崩塌 露出一股种朱器官 宝乌无数 尽被人盗取无疑 有人传说道成 懒龙偶童 亲友饭胡 阴到其处 看见腾漫禅官 已被斩断 开发官中 唯枯还一句 家旁有断杯模糊 懒龙道是古来王公之墓 不决策然 就与他掩蔽了 及时出些银两 故本出土人剧土埋藏好了 把酒交电 电壁将行 懒龙剑草中 一物碍角 俯首取起 乃是古铜镜一面 即藏袜中 不与人剑 即到城中 将往辟杵 刷镜泥子 细看那镜 小小只有四五寸 面上一镜一光闪烁 背上笔扭四磅 引起穷奇套铁鱼龙波浪之行 满身青绿 尽时朱砂水银之色 试敲一下 齐声凌然 晓得是件宝贝 将来佩戴身边 到的晚间 将来一照 暗处皆明 雪白如晝 懒龙得了此境 出入不离 夜行更不用火 一发添了一注 别人怕黑时节 他竟同日里行走 偷发欲变 却是懒龙 虽是偷行径 却有几件好处 不肯一银一人家妇女 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 说得人说话 再也不失信 亦且仗义输财 偷来东西 随手散与贫穷富级之人 最要薅恼那千令财主 无意妇人 逢场作戏 做出笑话 因此道所在 人多以草父母 成兴竹队来归依他 一声赫然 懒龙笑道 无无父母妻子可养 借这些世间余才 辽旧贫人 正所谓 损有余补不足 天道当然 非官无的好一夜 一日 有人传说 一个大商下千金在 知人周甲家 懒龙要去娶他的 酒后错认了所在 误入了一个人家 其家乃是个贫人 房内只有一张大吉 四下一看 别无常物 既已进了房中 一时不好出去 只得扶在几下 看见贫家夫妻对时 盘餐萧瑟 敷满面愁容 对七道 欠了客债要紧 别无头脑可还 我不如死了吧 妻子道 怎便寻死 不如把我卖了 还好将钱赢上 说吧 夫妻泪如雨下 懒龙忽然跳江出来 夫妻慌怕 懒龙道 你两个不必怕我 我乃懒龙也 欧听人言 来寻一个商客 挫走至此 今见你每生计可怜 我当送二百斤于你 祝你经营 快不可别寻道路 如此苦楚 夫妻素闻其名 拜道 若得一事如此厚恩 吴夫妻死里得生了 懒龙出了门去 一个庚字 门内坑然一响 夫妻走起来看时 果然一个不囊 有一二百两在内 乃是懒龙事业 取得商人之物 夫妻喜悦非常 写个懒龙牌位 奉侍终身 有一瓶 邵氏与懒龙游侠 后来消法 与懒龙途中相遇 身上懒吕 自觉修残 隐善掩面而过 懒龙彻住其一 问道 你不是谋蛇吗 贫儿局急道 惶恐 惶恐 懒龙道 你一贫至此 明日当同你入一大家 取些来付你 勿得妄言 贫儿晓得懒龙手段 又是不哄人的 明日傍晚来寻懒龙 懒龙与他共之一所 乃是侍夫家侍管 但见 木鸭缭乱 碧树朦朦胧 万素欺青 似于寂静 懒龙分腹贫儿 止住在外 自己耸身攀树余缘而入 许久不出 贫儿平气吞声 蹲距墙外 又被群犬豪肺 赶来咋念 皮儿绕墙走壁 微听得墙内水响 绣有一物如墨水如此 从林影中跺地 仔细看看 却是懒龙 浑身沾湿 壮身狼狈 对平儿道 无畏你几乎送了性命 里面黄金无数 可以斗梁 我已取到了手 因为外边犬肺的紧 惊醒里面的人 追将出来 只得丢弃到旁 轻身走脱 此乃子之命也 平儿道 老龙平日守到哪来 近日如此 是我命薄 叹息不胜 懒龙道 不必烦恼 傲日别做道理 平儿样样而去 过了一个多月 懒龙路上又遇着他 哀高道 我穷得不耐烦了 今日去补问一挂 遇着上上大吉 才要发动 先生说当有一场 非来富贵 是别人做成的 我想不是老龙 还那里指望 懒龙笑道 无几乎忘了 前日那家金银一箱 已到手了 若竟把来于你 恐那家发觉 你藏不过 做出事来 所以全放在那家水池内 再看动静 近一个月七成 不见生息 向那家不思量追访了 可以取之无碍 晚间当再去走遭 平儿等到薄木 来约懒龙同网 懒龙一道笔触 淡剑 杜柳穿花 劫若飞鸟 齿笔剑末 角似游龙 须之间 背负异乡而出 急到辟楚开看 将这身带宝镜一照 里头尽是金银 懒龙分文不取 也不问多少 尽数语了瓶 吩咐道 这些财物 可勾你一事了 好好将去用赌 不要学我懒龙 混账半生 不做人家 平儿感激谢娇 将这做本钱 后来竞成富家 懒龙所行之事 美多如此 说话的 懒龙固然手段高强 难道只这等游行无碍 再没有失守时节 看官听说 他也有遇着不巧 受了窘迫 却会得逢急置身 妥身溜洒 曾有一日走到人家 见衣橱开着 急向里头藏身 要取橱中衣服 布框这夹子 临上床时 将衣橱关好 上了大锁 竟把懒龙锁在橱内了 懒龙出来不得 心生一气 把橱内一一事紧缠在身 又令包下一大包 拒挨着橱门 口里就做鼠咬衣裳之一声 主人听得 叫起老玉来道 为何把老鼠关在橱内了 可不咬坏了衣服 快开了橱赶了出来 老玉取火开橱 才开的门 那挨着门一般 先滚了下地 说实迟 那时快 懒龙就这包滚下来 头里一桶滚浆出来 就是扑灭了老玉手中之火 老玉吃惊大叫一声 懒龙恐怕人起难拖 挤取了那个包 随将老玉要出一波 扑得跌倒在地 往外便走 房中有人走起 地上踏着老玉 只说是贼 拳脚乱下 老玉喊叫连天 房外人听得房里嚷乱 进奔将来 点起火一照 见是自家人撕打 方喊得住 懒龙不知已去过几时了 有一只访人家 客人将银子定下愁锣若干 其家夫妻收银箱内 放在床里边 夫妻同寝在床 夜夜小心谨守 懒龙知道 要取他的 闪进房去 一脚踏了床檐 玩手进床内多纳箱子 妇人惊醒 觉得床檐上有物 暗中一摸 晓得是知人脚 急用手抱住不放 蒙叫丈夫道 快起来 无捉住贼脚在这里了 懒龙即将其夫之脚 用手抱住一掐 其夫腹痛忙喊道 是我的脚 是我的脚 妇人认识错 拿了夫脚 及时把手放开 懒龙便多了箱子 如飞出房 夫妻两人还争个不清 七道 分明拿的是贼脚 你却叫放了 夫道 现今我脚掐得生疼 那里是贼脚 七道 你脚在里床 我拿得在外床 况且无不曾掐着 夫道这等 是贼掐我的脚 你只不要放那只脚便是 七道 我听你喊僵起来 慌忙之中认识错了 不觉把手放松 他便抽得去了 着了他贼见识 定是不好了 摸摸里床 箱子果实不见 夫妻两个我道你错 你道我差 互相埋怨不了 懒龙又走在一个买衣服的铺里 寻着他衣裤 正要捡好的卷他 黑暗男人 却把身边保镜来照 又道是隔墙须有耳 门外起无人 谁想隔离人家 有人在楼上做房 楼窗看见间 逼一裤亮光一闪 如闪电一般 情之有些尴尬 盲敲楼窗向铺里叫道 隔壁仔细 家中敢有小人了 铺中人惊奇 口喊 捉嘞 懒龙听得在先 看见亭中有一只大将钢 上盖捧草 懒龙慌忙接起 蹲在钢中 仍负反手盖好 那家人提着灯各处一照 不见影响寻到后边去了 懒龙在钢里想到 方才只有钢内不曾开看 今后头寻不见 此番必来 我不如往看过的所在躲去 又撕身上一一染将 淋漓开来 眼不得踪迹 便把衣服卸在钢内 赤身脱出来 把脚踪印鞋降机在地下 一路到门 把门开了 自己翻身进来 仍入衣库中藏着 那家人后头寻了一转 又将火到前边来 果然把降钢盖揭开看时 却有一套衣服在内 认得不是家里的 多到这分明是贼的衣掌了 又见地下脚迹 自钢边直到门边 门挤洞开 禁闭道 贼见我们寻 荒躲在降钢里面 我们后边去寻石 他却脱下衣服逃走了 可惜看得迟了些个 不然此时已被我们拿住 店主人家道 赶得他去世罢了 关好了门歇息罢 一家进到贼去无事 又利路了一会 放倒了头 大家酣睡 拒之贼还在家里 懒龙安然住在锦绣丛中 把上好衣服 绕身技术的锦翘 把一领清旧衣外面盖着 又把细软好物 装在一条布 被里面打做个包 弄了大半夜 寂寂附了 从屋檐上跳出 这家子没一人知觉 跳到街上正走时 天上黎明 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 前来撞着 见懒龙独自一个 负着重囊 亲早行走 以他来路不正气 遮住道 你是什么人 在那里来 说个明白 方放你走 懒龙口不答应 伸手在肘后摸出一包 一团一团一如球 抛在地下就走 那几个人多来抢看 剑上面老卷密扎 到他必是好物 争先来解 解了一层又有一层 就像包笑壳一般 且是层层捆得紧 包了一尺多 里头还不进 剩有拳头大一块 一道 不知裹着身吗 众人不肯住手 还要夺来力看 那先前解下的 多是逼迫许 零零落落 堆得满地 正在闹嚷之际 只见一伙人赶来道 你们偷了我家铺里衣服 在此分赃吗 不由分说 拿起气险满打将来 众人呼和不住 剑不是头 可跑散了 中间拿住一个老头 天色骚黑之中 也不来任面旁 一步一棍 只打到铺里 老头一礼乱叫乱喊道 不要打 不要打 你们错了 众人多是兴头上 人住马不住 那里听他 看看天色大明 店主人仔细一看 乃是自家庆家翁 在乡里住的 连忙喝住众人 以此打得头须面肿 店主人忙赔不适 至酒请罪 因说施贼之事 老头方诉出来道 是才同两三个乡里人 作伴到此 天未明亮 因见一人背驼 一大囊行走 正拦住盘问 不况他丢下一件包裹 多来多看 他成闹走了 谁想一层一层 多是破衣败叙 我们被他哄了 不拿的他 却被这里人不分造白 混打这番 把同伴人惊散 便宜那贼骨涛 又不知走了多少路了 众人听见这话 大家惊武 林里文之某家捉贼 错打了庆家公 传为笑话 原来那个球 就是懒龙在衣橱里 把贤功结成 带在身边 防人尾锥 把刺抛下 做缓兵之计的 这多是他林威 极致脱身巧妙之处 有失为证 巧计整条语弄完 当前卖弄许多班 虽然贼太和勘术 也要临时促之难 懒龙神偷之名 四处不闻 威中寻补张指挥仿之 叫寻军拿去 指挥见了问道 你是个贼的头吗 懒龙道 小人不曾做贼 怎说是贼的头 小人不曾有一毫脏私饭 在宫廷 亦不曾见有 窃盗贼伙伴及小人 小人只为有些小智巧 与亲戚朋友 作耍之事 奸或有之 爷爷不要见罪小人 或者有识用的小人 这水里火里 小人不辞 只会见他身材小巧 语言爽快 想到无脏无正 难以罪他 又见说肯出力 思量这样人有用处 便没有难为的意思 正说话间 有个昌门路小贤 将一只红嘴绿音歌 来陷于指挥 指挥教把锁凳挂在眼下 校对揽龙道 闻你手段通神 你虽说戏耍无脏 偷人的臂也不少 今且全恕你罪 我只要看你手段 你今晚若能偷的我这音歌去 明日送来还我 凡事不计较你了 懒龙道 这个不难 容小人出去 明早送来 懒龙叩头而出 指挥当下 吩咐两个守夜军人 小心看守架上音歌 堂有书师 崇家跪着 两个军人听命 守宿在眼下 一步不敢走离 虽是眼皮压江下来 只得勉强支持 一阵顿睡 闻声惊醒 甚是苦楚 夜已乌骨 懒龙走在指挥书房屋脊上 挖开船子 溜江下来 只见衣架上有一件 沉香色路愁披风 脊上有一顶华阳钟 闭上挂一盏小行灯 上写着苏州魏唐四字 懒龙心思有计 灯师把衣中来穿戴了 袖中拿出火种 吹起竹眉 点了横灯 提在手里 装着老张指挥声音步履 仪容气度 无疑不像 走到中堂闭门边 把门猛然开了 远远放住行灯 夺出狼眼下来 此时月色朦胧 天色昏惨 两个军人一大盹小盹 方在困倦之际 懒龙轻轻踢他一下道 天色渐明 不必守了 出去罢 一头说 一头伸手去提了阴歌锁凳 望中门里面摇摆了进去 两个军人闭眉刷眼 正不耐烦 听得发放 犹如九重天上的射书来了 那里还管什么好歹 一道烟去了 须于天明 张指挥走江出来 阴歌不见在眼下 急患军人问他 两个多不在了 忙叫拿来 军人还是惨梦未醒 指挥贺道 叫你们看守阴歌 阴歌在哪里 你们倒在外边来 军人道 五更时 奔主亲自出来 正吃一间 外抱懒龙将阴歌送到 指挥含笑出来 问他 喝油偷的出去 懒龙把昨夜这一带金 假装主人取尽阴歌之事 说了一遍 指挥惊喜 大家亲信 懒龙也时常 有些小孝顺 指挥一发心腹相托 懒龙一发安然无事了 普天下寻补官偏会养贼 从来如此 有失为证 猫鼠何当一处免 总因有味要垂涎 由来补道皆为道 贼一挡一安能不斥然 虽如此说 懒龙果然与人作戏的事体多 曾有一个薄图在赌一场得了彩 背负千千回家 路上撞见懒龙 薄图指着前夕懒龙道 我今夜把此钱放在枕头底下 你若娶得去 明日我输冬道 若娶不去 你请我吃冬道 懒龙笑道 使得 使得 薄图归家中对妻子说 今日得了彩 把钱藏在枕下了 妻子心里欢喜 杀一只鸡烫酒供吃 鸡吃不完 还剩下一半 收拾在厨中 上床同睡 又说了与懒龙打赌赛之事 夫妻相见 大家醒觉些个 岂知懒龙此时已在窗下 一一听的 见他夫妇心聪 难以下手 心生一计 便走去灶下 十根马骨放在口中 嚼得臂包有声 竟似猫吃鸡之壮 夫人惊奇道 还有老大半只鸡 明日好吃一餐 不要被这亡人抱了去 连忙走下床来 去开出来看 懒龙闪入天井中 将一块石 抛下井里洞的一声响 博图听得惊道 不要为这点小小口腹 施脚落在井中了 不是耍触 急出门来看时 懒龙已隐身入房 再枕下挖前去了 夫妇两人黑暗里 叫唤相应 方知无事 完守归房 道的床里 只见枕头一开 摸那前石 早已不见 夫妻互相怨唱道 清清白白 两个人又不曾睡着 却被他当面捉弄了去 也道好笑 道德天明 懒龙将钱来还了 来锁东道 博图大笑 就勒下几百放在秀里 于懒龙前到酒店中 买酒请他 两个饮酒中间 戏说昨日光景 派掌大笑 酒家翁听见 来问其顾 与他说了 酒家翁道 一向文之手段高强 果然如此 指着桌上吸酒壶道 今夜若能取得此壶去 我明日也输一个东道 懒龙笑道 这也不难 酒家翁道 我不许你毁门坏户 只在此桌上 凭你如何取去 懒龙道 使得 使得 起身相别而去 酒家翁道 晚吩咐劳官门户 自家把灯四处照了 料到进来不得 想到 我停灯在桌上了 拼得坐着守定这壶 看他那里下手 酒家翁果然做到夜分 绝无影响 意思有些不耐烦了 眷挤起来 瞌睡到了 起初还着实勉强 支撑不过 就斜靠在桌上睡去 不觉大憨 懒龙早已在门外听的 就悄悄地扒上屋脊 揭开屋瓦 将一株抛紧扎在戏竹馆上 竹馆是打通终结的 徐徐放下插入酒壶口中 酒店里的壶多是度宽景窄的 懒龙在上面把一口气从主管里吹出去 那猪抛在壶内涨浆开来 已满壶中 懒龙就掐住主管上眼 便把酒壶提浆起来 仍旧盖毫无瓦 不动分毫 酒家翁一觉醒来 桌上灯还未灭 酒壶已失 挤起四下看时 窗户安然 毫无露出 竟不知什么神通舍的去了 又一日 与二三少年同立在北童子门酒家 河下船中有个福建公子 另从人将一匹在船头上晒曝 锦绣灿烂 观者无不泽泽 内中有一条背 乃是夕阳一锦 更为奇特 众人见他如此炫耀 戏道 我们用肾法取了他的 以薄仪孝才好 近推懒龙道 此时懒龙不成伎俩 更待何时 懒龙笑道 今夜让我弄了他来 明日大家送还他 要他赏钱 同诸公取罪 懒龙说吧 先到混堂 把身上洗得洁净 再来到船边看向动静 手道更点二声 公子与众客近代酣逸 潦倒模糊 打一个混同铺 吹正了灯 一起借得而起 懒龙疏乎闪烁 已砸入众客铺内 挨入背中 说着闽中相谈 故意在背中挨来几去 众客睡不相意 口里喝罗埋怨 懒龙也坐闽音说睡话 趁着挨挤杂闹钟 扯了那条一锦被 卷坐一树 就做睡起要泄逆的声音 公然拽开舱门 走出泄逆 竟跳上岸去了 船中诛人一些不觉 急到天明 船中不见锦被 满舱闹嚷 公子甚是叹息 与众客商量 要告官又不值得 要住了又不舍得 值得许下赏钱一千 招人追寻踪迹 懒龙同了 昨日一千人下船中 对公子道 船上锁是锦被 我们已建在一个所在 公子发出赏钱 与我们弟兄买酒吃 包馆寻来奉还 公子力叫取出 千钱来放着 戴北到手即发 懒龙道 可叫管家随我们去取 公子吩咐亲随家人 同了一伙人 走到辉州当内 认得锦被 正是原物 亲随便问道 这是我船上东西 为何在此 当内道 早间一人拿此被来当 我们看见此锦 不是这里出的 有些疑心 不肯当前于他 那个人道 你每若放不下时 我去寻个熟人来 保着称银子 去就是 我们说这个使得 那人一去 竟不来了 我原道 必是来历不明的 既是尊周之物 拿去变了 等那个人来取时 小当还要捉住了他 送到船上来 众人将了锦被 去还了公子 就说当中说话 公子道 我们刻遍的人 但得原物不识罢了 还要寻那贼人 怎待 就将出千钱 送于懒龙等 一伙报事的人 众人收受 拒到酒店里 破除了 原来当里去的人 也是懒龙央出来 把锦被泄脱在那里 好来情赏的 如此作戏之事 不易而足 正是 卢船能发肿 穿于何足博 若拖大如言 是明善戏谑 懒龙固然好戏 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 就连针带耍 必要扰他 有一伙小偷 炙酒腰懒龙游虎丘 船控山堂 暂停米店门口 河下 穿出店中 买柴骨酒 米店中人嫌 他停泊 再次出入搅扰 力声推竹 不许计懒 众偷不平 争扰 懒龙丢个眼色道 此间不容戒走 我们移船下去歇 别寻好上暗处罢了 何必动气 碎叫把船放开 众人还愤愤 懒龙道 不须搅口 今夜我自由处置他所在 众人请问 懒龙道 你们去寻一支战船来 今夜留意尊酒 一个科级暖酒家火心炭之类 多安放船中 我要归途一路 赏月色到天明 你们明日便知 眼下不要说破 事业虎丘袭霸 众人散去 懒龙曰他明日早会 只留得一个善隐的围伴 一个会行船的持高 下在战船中回来 经过米店河头 店中已扁闭的严密 其诗盒中 赏月归州 欢畅过往的甚多 米店里头人 安心熟睡 懒龙把船贴米店 板门注下 日间看在眼里 有十一屯在 店角落中 正临水次 近板之处 懒龙绣出小刀 看板上有结处一挖 那块木结糊涂地 落了出来 板上老大一孔 懒龙腰间摸出 主管一个 两头削如藕坯 将一头在板孔中插入米臀 略摆一摆 只见臀内米速速地从管里泄浆下来 就如注水一般 懒龙一边对乐举杯 憨忽跳笑 与泄米之一声相杂 来往船上多不知觉 那家子在里面睡得 一发梦想不到了 看看斗转身横 管中煤的泄下 想来屯中以空 看那船舱也满了 便叫解开船揽 慢慢地放了船去 道一辟储 重头接来 懒龙说语缘故 进阶俯拿大笑 懒龙拱手道 辽凤列位重分 已达昨夜盛情 镜子一无所取 纳米殿直到开屯 才知其中以空 再不晓得是几时失去 怎么样失了的 苏州新兴百住帽 少年浮浪的 无不带着装潢 南原侧东道堂 白云房一起道士 多撕下支一顶 已被出去游耍 好装俗家 一日夏月天气 商量有虎丘 已叫下酒船 百个沙王三 乃是王之沙第三个儿子 平日与重道士相好 长河半打平火 重道士嫌他贯讨便宜 且又十九难堪 这番物要瞒着了他 不想沙王三已知道此事 恨那道士不来约他 却寻懒龙商量 要怎声拜他游幸 懒龙应允 急闪到白云房 将重道常戴板金 尽取了来 沙王三道 何不取了他心帽 要他板金何用 懒龙道 若他失去了心帽 明日不来游山了 有何趣味 你不要管 看我明日消遣他 沙王三中是不解其意 只得游他 明日 一伙道士青山短茂 装树做少年子弟 登舟放浪 懒龙青衣相随下船 蹲坐堕楼 重道指道士船上人 船家又道士跟的侍者 各不相依 开得船时 重道解衣脱帽 纵久欢呼 懒龙看个空处 将极顶新帽卷在袖里 腰头摸出昨日索取极顶板金 放在其处 行道斟酌桥边 笼船进岸 懒龙已往岸上跳江去了 一伙道士 正要着衣帽登岸潇洒 寻帽不见 但有长袋的沙罗板金 压开整齐 安放做一堆在那里 重道大嚷道怪在 盛在 我们的帽子多在那里去了 船家道 你们自收拾 怎么问我 船不露针 料没失处 重道又个寻了一遍 不见踪影 问船家道 方才你船上有个穿轻的树小汉子 走上岸去 叫来问他一声 敢示他见在那里 船家道 我船上那有这人 是跟随你们下来的 重道嚷道 我们几层有人跟来 这是你串通了白日 撞偷了我帽子去了 我们帽子脊梁一顶结的 绝不与你甘休 扭住船家不放 船家不服 大声嚷乱 岸上聚起无数人来 蜂拥真看 人从中走出一个少年子弟 扑得跳下船来道 为什么喧闹 重道与船家个个告诉一番 重道认得那人 倒是绝帮他的 不况那人正色起来 反则重道道 列位多是语流 自然只带板金上船 金板金多在 那里再有什么摆住猫 分明是乌炸船家了 看得人听见 才晓得是一伙道士 板金箭在 反要炸船上赔帽子 发起喊来 就有那地方游手 好险几个揽士的光棍来出间 伸圈掳手道 果是贼道无礼 我们打他一顿 拿来送官 那人在船里摇手指住道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等他们去了罢 那人忙跳上岸 重道怕惹出是非来 较快开了船 一来没了帽子 二来被人看破 装潢不得了 不好登山 样样而回 枉费了一番东道 落得扫兴 你倒跳下船来 这人是谁 正是沙王三 懒龙把板金换了帽子 知会了他 趁饶嚷之际 特来证实道图本相 扫他这一场 倒是回去 还缠住船家不屑 沙王三叫人 将几顶帽子送将来还他 上赴岛 以后坐东道 要洒浪那帽子时 千万通知一声 重道才晓得是沙王三耍他 又曾闻懒龙之名 晓得沙王三平日 与他来往 多是懒龙的坐坐了 其实临近无锡有个支县 贪婪异常 会声狼藉 有人来对懒龙道 无锡县关押中金宝山鸡 无非是不义之才 何不去娶他些来 分会贫人也好 懒龙听在肚里 急往无锡地方 晚间潜入官舍中 观看动静 那牙里果然富贵 胆见 莲香锦起 泪架真起 元宝不用纸包 叠成行列 器皿半飞逃旧 摆满金银 大象口中牙 蠢臂将来接火 犀牛头上脚 小儿拿去盛汤 不知家储追乎 拆了人家几多骨肉 更坚包之混乱 卷了地方到处皮毛 费尽心 要传家里子孙 舔着面 且认民之父母 懒龙看不进许多筑华 想到 重门深锁 外边帮林之一声不绝 难以多取 看见一个小侠 十分沉重 料必是一斤一斤白银 溜在身边 心里想到 官府衙中之物 省得明日一壶一猜乱猜 去了无干的人 摸出笔来 在他乡架边墙上 画着一记梅花 然后轻轻地 从屋堂下望牙后出去了 过了两三日 知县捡点换囊 不见一个 专放金子的小匣 约有二百余两金子在内 价值一千多两银子 各处寻看 只见旁边画着一支梅 磨迹上心 知县吃惊道 这分明 不是我牙里人了 卧房中谁人来的 却又从容画眉为记 此不是个寻常之道 必要查它出来 虽换取一般 眼明手快的应捕 进牙来看贼记 众应捕见了 壁上之话 吃惊道 副官人 这贼小的们 小得了 却是拿不得的 此乃苏州城中神偷 名曰懒龙 深道之处 避邪一支梅 在施主家为任号 其人非比等闲手段 出有入无 更坚意气过人 死亦党亦极多 寻他要紧 怕生出别事来 失去金银 还是小事 不如放射罢了 不可轻易惹他 知县大怒道 你看这般一奴一彩 既晓得了这人名字 岂有拿不得的 你们专冠与贼通通 故意把这等话 一挡一臂塌 多打一顿大板才好 今要你们拿贼 且记下在那里 十日之内 不拿来见我 多是一个死 应补不敢回答 知县急换书房 写下补刀批文 拆下补头两人 又写下官子 官会长 吴二县 必要拿那揽龙道官 应补无奈 只得到苏州来走一遭 正进昌门 看见懒龙立在门口 应补把他肩甲拍一拍到 老龙 你取了我家官人东西罢了 卖弄什么手段画着梅花 尽力献于我们 必要拿你道官 却是如何 懒龙不慌不忙道 不劳二位费心 且到店中做做戏讲 懒龙拉了两个应补 一同到店里来 战负坐头吃酒 懒龙道 我与两位商量 你家县主果然要得我紧 怎么好累的两位 只要从容一日 带我送个信与他 等他自然收了牌票 不敢问两位要我 何如 应补道 这个虽好 只是你取得他的推多了 他说多是金子 怎么肯住手 我们不同的你去 必要为你受亏了 懒龙道 就是要我去 我的金子也没有了 应不道 在那里了 懒龙道 当下就与两位分了 应不道 老龙不要取笑 这样话 当官不是耍处 懒龙道 我平时不曾说狂语 原不取笑 两位到宅上去一看便见 扯着两个人耳朵说道 只在家里瓦钩中去寻旧友 硬不晓得他手段 存道 万一当官这样说起来 真个有脏在我家里 岂不反受他来 遂商量道 我们不敢要老龙去了 而今老龙带 怎么吩咐 懒龙道 两位请先到家 我当随之 包管支县官人 不敢提起 绝不相累就罢了 腰间摸出一包金子 约有二两虫 送于两人道 全当盘废 从来说 工人见钱 如苍蝇见血 两个硬捕 看见赤艳艳的黄金 怎不动火 孝欣欣接受了 就想 此金子未必不就是 本县之物 一发不敢要他同去了 两下别过 懒龙连夜起身 早到无息 晚来已闪入县令崖中 县官有大 小如人 这晚在大如人房中素歇 小如独自在帐中 懒龙接起帐来 伸手进去一摸 摸着顶上青丝剂 真如盘龙一般 懒龙将剪子轻轻剪下 再去寻着印香 将来撬开 把一盘发剂塞在箱内 仍与他关好了 又在壁上画下一枝美 别样不动分毫 轻身拖走 次日 小如人起来 忽然头发分披 觉得异样 将手一摸 顶记俱武 大叫起来 和牙精怪 多跑将来问缘故 小如人哭道 谁人使醋掐 把我的头发剪去了 盲爆支线来看 支线建杖里坐着一个头驼 不知那里坐怪气 想若平日绿云伟地 好不可爱 金却如此模样 心里又痛又惊道 前番金子失去 尚在严桌味道 金番又有歹人进牙了 别见有可 现印要紧 寒取印香来看 看见风皮完好 所曰俱在 随即看来看时 印章在上格不动 心里略放宽线 又见有头发缠绕 多起上格 底下一堆发剂 散在箱里 再剪点别剑 不动分毫 又见壁上画着一支眉 连钱凑作一对了 支线下的木针口呆 道 原来又是前番这人 见我追得极了 他弄着神通出来 报信于我 剪去头发 分明说可以割得头去 放在印箱里 分明说可以道得应去 这贼职如此厉害 前日应补们 劝我不要惹他 原来果是这的 若不住手 必遭大害 金子是小事 拼得再做几个富户不着 便好补填了 不要追究的是 连忙撤迁 去换前日 拆往苏州下官文的 应补来削牌 两个应补自那日 与懒龙别后 来到家中 依他说话 各自家里 乌瓦中旬 果然各有一包金子 上写着日月风纪 正是前日 现奸狮贼的日子 不知懒龙 几时送来藏下的 应补老大心惊 秦指头道 早是不拿他来见官 他一口招出 搜了脏去 浑身口喜不清 只是而今 怎生回得官人的话 叫了伙计 正自商量愁愁 忽见县里 差迁来道 只道是拿为县的 心里慌张 谁知 却是来叫嚣牌的 应不问其缘故 来差把衙中之士 一一说了 道 官人此事好不惊怕 还敢拿人 应不方知 懒龙果不失信 已到这里弄了神通了 尾失好手段 家境末年 无意将依一个支县 置行贪汇 心术脚狠 胡柴心腹工人 积了聘礼到苏城求访懒龙 要他道现相见 懒龙应聘而来 见了支县禀道 不知相公呼唤小人纳相使用 支县道 一向闻得你名 有一机密事要你做去 懒龙道 小人是市井无赖 济蒙相公倾目 要干何事 小人水火不必 支县平退左右 密语懒龙商量道 颇耐寻暗玉使到我县中 只管来寻我的不是 我要你去茶院牙里 偷了他印信出来 处置他不得做官了 方快我心 你成了事 我与你百金之赏 懒龙道 管取首道拿来 不负台指 果然去了半夜 把一颗茶院印信弄僵出来 双手递语支县 支县大喜道 果然妙手 虽红线道金河 不过如此神通罢了 汲取百金赏了懒龙 吩咐他快些出境 不要留在地方 懒龙道 我谢相公厚赐 只是相公要此印怎么 支县笑道 此印已在我手 料他奈何我不得了 懒龙道 小人蒙相公厚德 有句忠言要说 支县道 怎么 懒龙道 小人躲在茶院梁上半夜 偷看寻暗爷主下 批详文书 运笔如飞 处置极当 这人敏捷葱茶 瞒他不过的 相公明白 不如竟将印信送还 只说是夜巡所获 贼已逃去 御使爷纵然不能无疑 却是又敢又怕 自然不敢与相公一同了 县令导 还了他的 却不依旧让他行事去 岂有此理 你自走你的路 不要管我 懒龙不敢再言 钱宗去了 却说明日茶院 在丝牙中开印来用 只剩的空下 叫那般人等辩处寻觅 不见踪迹 茶院心里道 再没处去 那个支县晓得 我有些不像于他 此间是他地方 间隙必夺 叫人来设法过了 我自有处 吩咐众人 不得把这事泄露出去 仍把印匣封锁如常 推说有病 不开门座堂 依应文仪 全发寻补官收住 一连几日 支县晓得 这是他心病发了 暗暗笑着 却不得不去问安 茶院见传报支县来到 急开小门请进 只请到内压床前 欢然谈笑 说着民风土俗 前梁政务 无一步剖胆轻心 津津不已 一茶未了 又是一茶 支县建茶院 如此干戈相待 反觉举己 不晓是什么缘故 正序话间 呼报厨房发火 那般门灶厨艺 纷纷赶进 只叫烧将来了 爷爷快走 茶院变色 急走起来 手取封好的 印匠亲父 与支县道 樊贤令 与我护持了出去 收在县库 就拨人夫 快来救火 支县慌忙失措 又不好推的 只得抱了空侠出来 此时地方水浮聚集 把火救灭 只烧的厨房两间 攻险无事 茶院吩咐把门关了 这个计较 乃是失印之后 茶院预先吩咐下的 支县回去思量道 他把这空侠一交 移在我手 若仍旧如此送还 他开来不见印信 我这干系须推不去 辗转无际 只得润开封皮 把前日所偷之印 仍放侠中 封锁如旧 明日升堂 报侠送还 茶院就留住支县 当堂开印印信 印了许多前日未发放的公文 就于时日发牌骑马 离阙无一将一 却把此话告诉了巡抚兜唐 两个会同把这支县不法之事 参奏一本 论了他去 支县临去时 对衙门人道 懒聋这人是有见识的 我悔不用其言 以至于此 正是 王使心机 自作之孽 无良不成 反书一贴 懒聋名既流传太广 未免别处贼情 也有意猜着他的 时时有些猪连着身上 事与苏州府库 失去元宝 是来定 做工的私自议论道 这失去的没影响 莫非是懒聋 懒聋却其实不曾偷 见人错意了他 反要打听明白此事 他心仪是酷吏之情 夜藏府中攻卸黑处 走到库吏房中静听 呼听库吏对其祈祷 无取了库吟 外人多疑心懒聋 我落得造化了 却是懒聋 怎肯应承 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贼的事迹 目成一本送与福主 不怕不拿他来做顶纲 懒聋听见 心里思量道 不好 不好 本事与我无干 金库吏自导 他要谢罪 官面前暗栽着我 官吏一心 我又不是没一点黑计的 怎辨的明白 不如逃去了围上者 免受无端的拷打 连夜起身 静走南京 乍装了双忙的 在街上卖卦 苏州府太仓怡婷 有个张小舍 是个有名集会食贼的魁首 偶到南京街上撞见了 道 这忙子来得蹊跷 仔细一向 认得是懒聋乍装的 一把扯住 引他到僻静处到 你偷了裤中元宝 官府正追捕 你却顿来这里装此模样 躲闪吗 你怎生瞒得我这双眼过 懒聋挽了小舍的手道 你是晓得我的 该替我分剖这件事 怎么也如此说 那库里银子是库里自盗了 我曾听得他夫妻二人 床中私语 甚是的确 他商量要推在我身上 按在官府处下手 我恐怕官府信他说话 故逃亡至此 你若到官府处 把此事守明 不但得了府中赏钱 一切辨明了我是 我自当有薄一孝敬你 仅不要在此处破我的道路 小舍员受抚尾要访这事的 今得此的信 遂放了懒聋 走回苏州出手 果然在库里处 一锥变剑 与懒聋并无干涉 张小舍守道德时 受了官赏 过了几时 又到南京 撞见懒聋 仍装着芒子 在街上行走 小舍故意撞他一间道 你苏州市已明 前日说话的 怎么忘了 懒聋道 我不曾忘 你到家里灰堆中去看 便晓得我的薄翼了 小舍欣然道 老龙自来不调晃的 别了回去 到的家里 便到灰中一寻 果然 一包金银 捅着白黄黄一把快刀 埋在灰里 小舍身舌道 这个狠贼 他怕我只管缠他 故随把东西卸我 却又把刀来吓我 不知几时放下的 真是神手段 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 懒聋自小舍第二番遇见 回他苏州市民 晓得无碍了 恐怕终究有人算他 此后收拾其手段 再不适用 时时迈捕度日 七尺长于四中数年 竟得善终 虽然做了一世巨贼 并不曾犯观形 此闭字 到今 苏州人还说他 脚快耍笑尸体不见 似这等人 也算做穿于小人中大侠了 反比那面是贝妃 林才苟德 建立妄议一般 额观附带的不同 矿间这番神迹 若用去偷赢结债 为奸作谍 那里不干些事业 可惜太平之事 守闻之时 只好小用伎俩 工人画饼而已 正是 世上于金半世君 油然说的未均匀 懒聋世纪从头看 岂必穿于是小人 任何事就会 这样一步 就会分析了 下转发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